第601章 特训结束时间飞快流逝 不知不觉中 苏桓已经在阴魂密地里 一待就是近一个月时间 一个月里 苏桓几乎不知疲倦地训练着 欲宠 三沟熊早在半个多月前 就在一次合龙魂的战斗中 成功提升到完全期 完全期的三沟熊 气息之强 已经极为接近成熟期的刺激噩梦种 原本三沟熊种族 实力就不弱 再加上 后天明火 铜龙血脉的增幅 实力更是一跃 接近了刺激噩梦种的门槛 在三沟熊提前完成目标 步入完全期后 苏桓暂时结束了三沟熊的训练 将训练的重心 放在了光暗机身上 其实在三沟熊的训练中 光暗机同样也在进行着自己的修行 只是效果并不是很让人满意 光暗机的成长速度 是整个欲宠阵容中最缓慢的 甚至比西能树龙还要慢 不过苏桓知道 这很大程度上 是受光暗机本身血脉隐患的影响 不能怪光暗机 不过这也让光暗机的培育难度很高 足足花了20天 光暗机的成长阶段 才堪堪从成长中期步入成长后期 这还是苏桓不仅成本地 使用各类秘药的结果 这期间不知道耗费了多少宝贵的秘药 可光暗机距离成长末期 还是有些不小的距离 苏桓依然还在对光暗机 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育和训练 不步入成长末期 光暗机的蜕变成功率并不算高 这是苏桓所无法接受的 至少将光暗机培育到成长末期 甚至成熟期再开始蜕变 这是苏桓早就做好的打算 以光暗机目前的身体状态 还能支撑近半年时间 这段时间让光暗机步入成长末期 绰绰有余 甚至成长到成熟期 也不是不可能的 光暗机目前的特训方式三种 一种是针对它的光系能力的训练 第二种则是针对暗系能力的训练 第三种则是针对光 暗两系以及神秘系能力的训练 三种训练的训练方式各不相同 光系训练主要侧重于治愈 恢复 具体训练过程是让光暗机在激烈的战斗中 为同伴治愈伤势 恢复状态 并且力所能及地释放光系攻击 防御能及 战斗的目标 自然是寻宝帝龙魂角中那些龙魂 尽管已经过了一个月 时间 但寻宝帝龙魂角中的龙魂 还有超过一大半 并没有完全臣服寻宝帝龙 调教仍在积蓄 那些死因的家伙 大都是实力不俗之辈 实力比当初连三沟熊 都能击败的怒焰玲珑 可要强得多了 至少也是身前顶级噩梦种层次 死后 以龙魂的形态复苏 也差不多有着中 高级噩梦种实力的存在 这些存在自然就不是靠三沟熊 能够对付的 对付这些层次的龙魂的主力 已经成了延续龙和风雷将士龙 而且延续龙和风雷将士龙 对付起来也不容易 受伤是常有的事情 这也给了光暗机 大量锻炼光系能力的机会 除开光系能力的锻炼外 暗系能力的锻炼 就是侧重削弱和控制方面了 这种训练 同样可以在战斗中 得到训练增强 但效果并不算显著 苏环根据旧日龙点记载的方法 找到了更适合光暗机 锻炼暗系能力的方法 那就是在强光环境中 进行抵抗性锻炼 以暗系和光系的相互克制 来魔力提升 对暗系能量的掌控 为此 苏环在光系能力锻炼完成后 还需要马不停蹄地赶到 红魔道场所 掌握另一处 拥有浓郁光系能量的密地 浅光密地 这已经是苏环在浅光密地 中训练光暗机 暗系能力的第三十天 如今光暗机施展暗系能力 几乎能够无视强光环境的干扰 并保持暗系能力 原本的近乎完成的微能 最后 被于光 暗 两系 以及神秘系能力的锻炼 则依赖于一头 红魔道场的光暗 两系的噩梦种育宠帮忙了 毕竟同时兼聚光 暗两系的密地环境并不多见 红魔道场也没有掌握任何一处 那头兼聚光暗两大种系的噩梦种 来自于红魔道场 一位资深的六观大师 是他曾经的主力育宠 如今已经逐渐退出主力行列 在苏环请求后 也很大方地借给了苏环一段时间 这是一头超越种族极限的高级噩梦种 光影巨人 在光影巨人的磨练下 光暗机对光暗能量的掌握大幅度提升 甚至连体内 隐隐有些暴动征兆的光暗能量 都因此变得稳定了很多 每天早上5点到12点 进行光系能力的训练 12点半到晚上7点 进行暗系能力的训练 7点半到第二天的一点 得在光影巨人的磨练下进行光 暗两系能力的锻炼 这就是光暗机一天的日常 看起来很充实 也很辛苦 但它还算不上最辛苦的 每到凌晨一点 光暗机一天的训练结束后 开始休息 苏环往往还没办法入睡 还需要进行两个小时的冥想修行 以及一个小时的一天的训练内容整理 最后才能睡两个小时 到了早上5点 又开始一天的训练 周而复始 已经持续了一个月 这些是有关光暗机的训练 至于别的育宠的训练成果 苏环也是时刻关注着的 事实上 早在大半个月前 育宠们的成长阶段 都有了至少一次提升后 苏环就结束了 对育宠培育的托管状态 将所有育宠集中起来 训练培育 在延须龙 风雷将士龙 和光暗机对战龙魂的不远处 三沟熊 阴影带熊 他们的训练 也在热火朝天的进行着 苏环之所以不选择继续托管训练 将几只育宠的训练 全权委托给各个训练御师 也是无奈之举 作为和育宠朝夕相处的训练御师们 已经发现了 自己委托给他们的育宠 成长速度快得有些异常 而这种快得几乎有些诡异 和反常的成长速度 也引起了几只育宠这个月 来转职训练御师的疑惑 特别是在训练不到半个月时间 育宠的成长阶段 都获得提升至少一个层次后 这种疑惑达到了极限 苏环清楚 再这样下去 恐怕会出状况 无奈之下 只能结束了各个育宠的专属特训 全部靠自己一手抓 尽管集中训练 培育速度慢些 但也别无他法 好在 尽管在特训的后半段 都是集中特训 但狱宠们的成长速度并不慢 目前 三沟熊 阴影带熊 腐烂尼龙 西能 树龙都 已经不负苏环所望的 步入了完全期 血腥暴龙头领 也已经接近完全期的边缘 苏环打算等血腥暴龙头领 也步入完全期后 就结束这次为期 一个月的训练 苏环的注意力 正放在风雷将士龙 严须龙 光暗基这边的战场 他们这次的对手 是一头生前 有些超级噩梦 种味格的龙魂 实力强大 脾气也很倔 而且对三只狱宠 颇具威胁 可远处血腥暴龙头领训练的区域 接连传来的两声咆哮声 却让苏环面色一变 纷纷朝那个方向赶去 终于完全期了吗 看着两只超过十米高 浑身肌肉球节 暗红色的鳞片布满全身 锋利的四肢 闪烁着寒光的巨兽 苏环面露喜色 至此 除开光暗基外 和已经蜕变过的 风雷将士龙 颜虚龙 寻宝帝龙外 所有的狱宠 都步入了完全期 就连颜虚龙 在这一个月的训练中 同样也更进一步 步入了成熟期 而风雷将士龙 也在几天前 步入成长末期 实力大涨 苏环 看着一只只气息强悍程度 近乎达到种族极限的狱宠 颇有些意气风发的畅快感 这一个月的劳累和疲惫 也在此时一扫而空 恰好所有的画龙材料 都已经极其 这一次 让大家都一个不落地 全部画龙后 就有足够的实力 彻底整合 灰野荒原的人力物理 全力被占潮灾了 第602章 雪国雪国药塞程系 是和响雷药塞程系并列的 亚山半岛 七大药塞程系之一 由于雪国药塞程系 特殊的地理环境 常年被冰雪覆盖 一年之间 到有大半年 时间气温都在零度以上 原本按照亚山半岛的 整体气候 雪国药塞程系 应该也是四季分明才对 之所以形成这样一处 冰天雪地的区域 也和育虫有关 相传 雪国药塞程系的疆域 是一头传说中 掌握至强伟力的 冰系育虫的长眠之地 哪怕已经死去 那只育虫的伟力 也彻底改变了 这位于亚山半岛东北 地域的气候和环境 由于该区域 栖息着数量 众多的冰雪类育虫 逐渐有御师 在此处定居 繁衍 雪国药塞程系的列车上 苏桓正坐在座位上 打亮着窗外飞驰的景色 此时 已经是他从 响雷药塞程出发的第三天 三天里 他横跨了大半个亚山半岛 从响雷药塞程 直奔雪国药塞程系 在抵达雪国药塞程系边疆后 苏桓不出意料地 被雪国药塞程系的 边防军拦了下来 哪怕出示了 响雷药塞程系 官方开局的身份凭证 依然被要求 只能乘坐专列 才能进入雪国疆域 这也是苏桓坐在这趟 直达雪国药塞程系首辅 雪国药塞程的列车上的缘故 一起乘坐列车 乘骑育虫赶路 不知道快了多少倍 不过苏桓 此行是有专门的目的的 为了达到目的 最好还是老老实实 遵循雪国药塞程系的规矩 以免被驱逐出境 作为实力堪比响雷药塞程系的 亚山半岛霸主级势力 苏桓也没有自大到产生 能够对抗对方的想法 苏桓经历过最初的新鲜感后 已经逐渐麻木 毕竟对着白茫茫一片的景色 看上几十个小时 无论是谁恐怕 都会对这种美景麻木 终于在行驶了一天一夜后 列车终于缓缓停下 苏桓拎起躺在列车飘窗上 呼呼大睡的寻宝地龙脖子上的软肉 朝着车外走去 离开了有着暖气 供应温暖的车厢 刚出列车门 就有一股迎面来的寒风 呛进了苏桓的鼻喉中 常年生活在 灰野荒原那种颜色地区的苏桓 对于这种寒冷环境 并不是特别适应 加上他并没有专门准备冬衣 身上还是一件简简单单的长袖 寒风不断从袖口领口灌入 反观旁边的列车乘客 无意不是裹着厚厚的冬衣浴寒 只有苏桓薄薄一件单衣 在人群中显得颇为另类 爷爷 你看那个人好可怜 欧梅 年衣 他冷吗 我们要不要给他一件衣服 距离苏桓不远处的一个刚刚下车的小姑娘 牵着一个老年人的手 忽然指着苏桓问道 那个老人瞥了苏桓一眼 淡淡道 哦 他不冷 苏桓听到两人的交谈声 不由哑然失笑 尽管有些不适应 但作为大师层次的御师 他的身体素质 早已经超脱普通人的范畴 别说目前 这才零下几度的低温 就是零下十几度 几十度 只要是正常低温 而不是涉及能量范畴 对他而言 都不算什么恶劣环境 无非就是身体 有些不习惯而已 并不会出现 类似普通人的冻伤等情况 苏桓原本打算扭头看一眼 刚刚那个好心的小姑娘 没想到 眼睛却和那个老人的对上 二者四目相对之间 心灵波动 忽然碰撞在一起 让两人对对方的实力 都有了一丝丝的感知 是个强者 苏桓心头微微一惊 这老人的实力 给他的感觉 绝对不下于自己 甚至比自己更强 没想到 随意就能遇到 这个层次的御师 不愧是雪国要塞成戏的首辅 苏桓心头感慨 殊不知 但明老人 此时心底的震撼 更是远胜苏桓 他原本通过 爬在苏桓尖头的寻宝地龙 隐约猜出来 苏桓的实力应该不弱 对抗区区严寒 不过轻而易举 可这一次心灵 微不足道的心理波动碰撞 却让他看出了一点 苏桓的真实实力来 至少是一贯大师层次 这么年轻的大师 老人面色不变 心里却有着震动 苏桓的面相 看起来也就20岁左右 尽管高层次御师的年龄 不能单单以外表判断 但以老人的阅历 还是能通过外在表露的气质 神态分辨出一个人的具体年龄的 这小子绝对不超过22岁 老人心底断定 他猜的也是八九不离十了 不过还是有些保守 其实苏桓还未满21岁 刚刚20岁出头 心底胆慨一番后 老人牵着小姑娘 已经先苏桓一步 走出了列车站 苏桓则慢悠悠地 一边打亮着雪国的风物 一边走出了站台 当然 在出站前 苏桓不可避免地 经受了一番严格的盘查 作为外来入境的大师及御师 苏桓感受了一番 雪国列车站工作安保人员 如临大敌的盘查 不过在出示了 响雷要塞城官方提供的凭证后 苏桓还是被顺利发行 这种凭证 被似于一种担保 担保苏桓来雪国要塞城系 不是搞破坏的 而是和平地交流旅行观光 否则 一位来历不明的外来的大师及御师 甚至可能会面临管控 隔离 甚至直接驱逐的待遇 先打听冰霜龙女的所在吧 走出站台后 苏桓开始琢磨起正事 她这次远道而来 雪国要塞城 可不是来旅游观光的 而是为了冰式龙女的画龙 蜕变而来 冰式龙女的蜕变 已经耽搁了很长时间 而在这段时间里 冰式龙女的实力提升速度 依然没有彻底停滞 如今的冰式龙女实力 已经无限接近完全期的极限 也就是种族极限 已经完美符合蜕变的成长阶段要求 能够最大限度降低 蜕变后成长阶段的退化 苏桓哪怕靠盲猜 也能预判冰式龙女 只要成功蜕变为冰霜龙女 成长阶段 至少能保持在成长后期 如果运气好 蜕变过程顺利 甚至能够保持在成长末期 当然 一切的前提 都是在雪国要塞城系 找到冰霜龙女的线索 冰式龙女的画龙仪式 离不开冰霜龙女 这也是苏桓千里迢迢来到这里的原因 在响雷要塞城系 根本不存在的冰霜龙女 似乎整个亚山半岛地区 都只有雪国要塞城系 有着一些线索 冰式龙女想要 蜕变画龙 这里几乎是最佳的选择 不过在此之前 还是先去红魔道场的办事除落脚吧 苏桓心中暗道 红魔道场 作为响雷要塞城系的巨头 自然不可能只将目光 钉在响雷要塞城系 那一亩三分自留地上 亚山半岛七个要塞城系 几乎都有响雷要塞城的下属机构 暗示处在 有这便利在 苏桓自然不会选择去找旅店落脚 第603章 线索雪国要塞城系的建筑 城市看起来和响雷要塞城系 有着很大区别 响雷要塞城系的建筑风格 和灰野荒原差不多 都是类似现代化的高楼建筑 而在雪国要塞城中 这种高楼却十分罕见 甚至苏桓一眼望去 整个雪国要塞城中最高的建筑 也就两三百米 而且并非高楼 而是十分巍峨的 类似道场场馆的单层建筑 修筑得这么高大 也纯粹只是为了容纳 体型巨大的育宠 进行训练 位站 而且所有的建筑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别 那就是 外表呈现金银半透明的质感 像是由冰雪雕刻而成 一般 像是一座座冰堡 冰屋 矗立在这座冰雪之城各处 让整个城市看起来 都像一件艺术品的一样 美轮美奂 加上今天并没有下雪 而是个少见的艳阳天 阳光映照下 冰屋看起来十分瑰丽 苏桓一边朝着红魔道场 在雪国要塞城的办事处走去 一边不忘打量着雪国的风光 这些风光 可比列车上永不变化的雪景 好看得多 毕竟好不容易来一次 说不定以后都不会来了 自然要浏览一番 加上刚刚经历了一个月 没日没夜的特训 苏桓确实需要稍稍放松一番心情 过境苏桓不断欣赏着沿途的风景 就连寻宝帝龙都 睁开了惺忪的睡眼 带着好奇打量着周围 迥异于他之前 见过的各类景象的风景 红魔道场的办事处 就位于雪国要塞城 著名的外市街区 外市街区的各类机构 全都是雪国要塞城系之外的市里 在雪国要塞城的派驻代表 和办事处的驻地 红魔道场也属于其中之一 在这些市里中 红魔道场不算最顶尖的 但也算中上 所以办事处在外市街区 拥有着一座规模不小的冰宝 冰宝是雪国要塞城系 对于类似冰屋一样的建筑的别名 而规模较大的冰屋 就被统称为冰宝 大概相当于响雷要塞城的大楼 不过这些冰宝 通常修筑的都不高 像响雷要塞城系那种数百层的高楼 在雪国要塞城根本不存在 最高也就十几二十层 不过这些冰宝的占地面积 就远远不是响雷要塞城的建筑 能够比拟的 充分体现了雪国要塞城系地广人稀 人均占地面积过人的特点 单单就是这处红魔道场的办事处 占地就超过了一万平米 这种面积 已经不下于响雷要塞城 一些中小型育宠训练道场的训练场馆了 而在这里 仅仅是一座办事处 走进办事处后 在空旷的接待大厅内 苏桓见到了这处办事处的负责人 红魔道场的高级干事 雪国要塞城代表 六贯大师 西杰 西杰是一名女性御师 外表看起来不过三四十岁 不过真实年龄远朝这个数字 苏桓 你这一趟过来也不轻松吧 路上还顺利吗 西杰对面前的晚辈和蔼笑着道 尽管这只是一个刚刚步入大师级领域的新人 但光是雄维尼弟子的身份 就足以和他这个资深大师平起平坐 更别说雄维尼那家伙的徒弟 每一个都是能够发挥出 远超自身等级实力的怪胎 别看他远在雪国要塞城系 但对本部的消息一样无比灵通 对于大师级预师而言 这种距离已经根本限制不了他们的通讯手段 西杰前辈 我这一路上还算顺利 苏桓恭敬回答道 我已经让人在雪国要塞城著名的雪国餐厅定下了晚宴 苏桓你就先好好休息休息 晚上我们一同去用餐 也让你好好体验一番这抑郁的风味 西杰看着面前年轻的过分的后镜笑着道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苏桓也抱以微笑 之后 我会让专人带你浏览一番雪国的风景 保证让你不需此行 西杰信誓淡淡道 苏桓露出会心的笑容 眼中带着一丝期待 其实心底并十分平静 没有丝毫期待 不过这副姿态还是要做的 毕竟 在来雪国要塞城系之前 苏桓已经在老师和道场那边备案过 进入雪国要塞城系必须要官方开具的文件 而苏桓在备案中 标注的目的是浏览观光 但实际上的真实目的 只有苏桓自己心里清楚 和西杰又聊了一会儿 一名办事处的红魔道场工作人员 带着苏桓来到了位于办事处的独立客房 作为一处占地超过一万平米的冰雹 整个办事处各种建筑十分完善 从办公地点 会议室到休息室 物园起居室 客房 买至餐厅都一应俱全 躺在不算富丽堂皇 但却大的出奇的客房天鹅龙床榻上 苏桓开始拿出了一个 看起来像古董一样的通讯器 翻看起来 通讯器上的内容 全都和苏桓此行的目的 冰霜龙女有关 早在决定出发前往雪国要塞城系之前 苏桓就已经对冰霜龙女的相关线索 做了详细的调查 通讯器上已经记录了大量的资料 哪怕在雪国要塞城系的广袤疆域内 冰霜龙女也算是十分罕见的种族 尽管只是低级噩梦种 但罕见程度 比起不少顶级乃至超级噩梦种来说 也不多承让 整个雪国地域 明确记载 有冰霜龙女一族出没的地带 一共只有三个 其中两个都被苏桓直接否决了 因为那两个地方 都是被雪国要塞城系官方所掌握的密地 作为一个外来大师 苏桓想要进入两个密地的可能性 几乎无限趋近于零 整个雪国要塞城系的大体环境 还是有些排外的 最后一个地点 一处名为落日冰川的地方 就是最后一个记载有冰霜龙女七夕的地带 并非密地 但危险程度 却远超寻常密地 算得上真正的绝地 危险程度远超同样有绝地之称的 灰夜荒原的四大绝地 苏桓的主要目标 就放在了落日冰川上 想要顺利完成冰霜龙女的蜕变进化 非要冰霜龙女不可 否则没有完整的画龙仪式 冰霜龙女成功蜕变的概率极低 当然 除开这三个地方外 还有一些拥有冰霜龙女的大师及御师 这些大师的情报 苏桓也已经了解清楚 不过 若非非不得已 苏桓并不想找这些御师 协助自己完成仪式 毕竟需要冰霜龙女 亲自参与到冰式龙女的画龙过程中 这样一来 冰式龙女的蜕变进化 就完全暴露在别人的眼前 苏桓还不想彻底暴露自己掌握冰式龙女 能够自主进化为冰霜龙女的途径 尽管对于要塞程系的大师而言 进化途径已经不是秘密 但掌握进化途径的 无异不是势力雄厚的大势力 至少也是拥有超贯大师坐镇的势力 就连掌握地火刘金兽途径的刘金城 也有刘金大师这位超贯大师坐镇 苏桓自知自己距离这种程度 还远远不及 要暴露 也至少是自己步入超贯大师领域后 第604章 情报来到雪国要塞城的第二天 苏桓便谢绝了希杰 专程派人来自己游览观光雪国风光的好意 独自一人踏上了前往落日冰川的旅程 整个雪国要塞城 系有一座雪国要塞城 以及八大要塞 以及数量众多的堡垒 基地是组成 尽管雪国要塞城系较之响雷要塞城系 还要多出两座要塞 但人口数量却要远远逊色于响雷要塞城 整个雪国要塞城的入口 大概只有响雷要塞城的三分之二 而疆域面积 却是响雷要塞城的三倍还多 地广人稀 无外乎是落日冰川 便坐落在雪国要塞城系的八大要塞 落日要塞的以北2300公里处 因此 苏桓从雪国要塞城出发后的第一站 就是落日要塞 想要得到有关绝地落日冰川的详细情报 落日要塞无疑是最佳的地点 在雪国要塞城 红魔道场的办事处 为苏桓办理了雪国的临时居住证 这也让苏桓的行动不再受限 离开雪国要塞城后 苏桓就召唤出了已经步入完全期 虚空穿梭速度 已经快到极致的稀能树容 朝着落日冰川的方向赶去 不过临近中午时分 苏桓就已经跨越了大半个雪国疆域 来到了位于雪国最北边的要塞 落日要塞 落日要塞的规模 尽管较知雪国要塞城要小上不少 但也称得尚巍峨 作为同样容纳着千万级人口的要塞 这座城市规模之庞大 远非流金城这种近百万级人口的城市 能够比拟的 落日要塞的建筑风格 延续了整个雪国一贯的风格 各类冰雹出立在落日要塞各处 共同组成了要塞的建筑群 畅通无阻地进入落日要塞后 苏桓直奔已经一个方向而去 如果说要收集各类情报 落日要塞中最恰当的地方 莫过于冰雨集会 冰雨集会是一个发源于 落日要塞本土的特殊组织 以交易各类情报为主 只需要付得起价钱 就能在听雨集会上 收集到自己想要的各类情报 当苏桓按照地图 来到听雨集会后 神情微微有些错愕 原本他以为所谓的听雨集会 应该是个隐藏在冰雹中的 密会模样的机构 可到了地方 他才知道自己想错了 整条名为冰雨街的街区 都被大大小小的冰宝连接在一起 而这片冰宝群 竟然都是远近闻名的冰雨集会 其中不光有最出名的情报交易 各类拍卖 御宠 材料 资源交易 更是随处可见 宛若一个超级集市 一样 在冰雨集会中 闲逛了一番后 苏桓终于找到了情报交易的区域 可在这片区域 却有着几名带着御宠的守卫 守在出入通道 几名守卫 无意不是职业集御师 而且都是资深级以上层次的职业集御师 当苏桓走近时 一名守卫快步走上前来 拦住了苏桓 来客止步 这里面必须持有贵宾资格 才能入内 半想过后 在苏桓缴纳了一万五千雪国币 办理了一张贵宾卡后 就不受阻拦地进入了情报交易区域 雪国币是雪国要塞城系的官方货币 和响雷币 在响雷 要塞城系 以及周围区域的地位相当 来到雪国要塞城系前 苏桓就兑换了不少雪国币 以备不时之需 一万五千雪国币 购买力大概相当于一万三千响雷币 对苏桓而言 根本连九牛一毛都不算不上 进入情报交易区域后 周围的人流量明显降低了不少 不愧是闲人止步的贵宾区 苏桓感叹一句 当走近来没多久 一名工作人员就迎了上来 这位客人 您是需要交易情报吗 身穿工作服的女性 露出职业化的笑容问道 苏桓微微点头 我需要一些情报 能知道您需要什么情报吗 女人眼前一亮问道 对于每一份情报的交易 他们都是有提成的 而购买情报的提成 还要比贩卖情报要多上不少 关于落日冰川 苏桓没有直接言明 自己需要冰霜龙女的情报 而是只说了一半 落日冰川就是冰霜龙女的栖息地 如果对方有相关情报 应该也会涉及到冰霜龙女 我叫小婷 这位客人贵心 女人并没有直接提及 有关落日冰川的事情 而是客气地问道 苏桓此时已经改头换面 专门为了冰霜龙女 而来落日要塞的苏桓 并不想为自己 自行留下相关的线索 因此通过特殊方式改变了面容 此时看起来 像是一个三四十岁 面向普通的中年男人 我姓李 苏桓淡淡道 李先生 不知道您对我们 冰语集会的情报交易了解吗 自称小婷的女员工问道 你说说看 苏桓摇了摇头道 小婷微微一笑道 冰语集会最初 就是以交易情报为主要业务的组织 最初的冰语集会 如今的七位大股东 这七位大股东 在冰语集会中 都有代理的经营机构 而对李先生 您所需要的落日冰川的情报 对于七家情报来说 都不是问题 不过 要说对落日冰川最为了解的 无疑是历史上多次大举 探索过落日冰川的冰桓公司 苏桓文言微微点头 直接道 直接带我去冰桓公司吧 在来之前 他就对冰语集会有了相关的了解 自然也清楚 冰桓公司确实是最适合 自己了解落日冰川的情报公司 这家公司历史上 一共大举探索过落日冰川超过50次 对落日冰川的研究和了解 绝对冠绝 整个落日要塞 好的 李先生 小婷看着苏桓面无表情的脸庞 将自己还想说的话咽了下去 开始带路朝着冰桓公司走去 原本他还想推荐一下 别的中小规模的情报公司 毕竟那些机构的提成 可比这些大公司多得多 可苏桓的眼神 却让他心里莫名有些心计 不敢再多说什么 没多久 苏桓便来到了一座 规模较之红魔道场的办事处 还要大得多的冰堡中 在装饰华丽的会客厅内 苏桓正在翻看着眼前的 一本厚厚的清单名录 清单名录上 全是关于落日冰川各类情报的目录 并不涉及具体的情报 而在苏桓面前坐着的 是一名身穿铅笔裙 容貌艳丽的长发女人 第605章 落日冰川李先生 有您需要的情报吗 冰桓公司的客户经理李庙 递过来一杯热腾腾的咖啡 笑语盈盈地对着苏桓 吐气如蓝道 苏桓放下名单 接过咖啡 并没有去喝 而是放在面前的茶几上 指着名单上的几处名录 淡淡道 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情报 给我介绍下 苏桓所指的 赫然是冰霜龙女 寒冰魔虎 极寒蛇腰 三种气息在落日冰川中的 罕见低级噩梦中 李庙眼前一亮 拿起放在身旁一个便携式电脑 飞快输入几个名词 检索出了苏桓想要的情报 介绍道 李先生 我们先从极寒蛇腰说起 这是一种冰系的蛇类噩梦种 尽管只是低级噩梦种 但却极为罕见 这种 这是寒冰魔虎 常见气息在落日冰川以北地带 寒冰魔虎一族 最后是冰霜龙女 冰霜龙女 可以算是李先生 你选的三种噩梦种情报中 最罕见的一个 我们冰桓公司 在历史上数十次探索落日冰川 遭遇这种异常的 次数也是屈指可数 这种低级噩梦种 往往栖息在冰系龙族的栖息地 栖息地 通常有着强大的冰系龙族栖栖息 想要捕获冰霜龙女 必定会触弄那些强大的 噩梦种龙族 因此 大多数御师 哪怕遇到了冰霜龙女 也不会为了低级噩梦种 惹怒实力极强的高等龙族 冰霜龙女的情报价值 也是三者中最高的 李妙一边说着 一边停顿了一下 打亮了苏桓一眼 钱不是问题 苏桓大手一挥 豪气道 李妙眼中闪烁异彩 连忙道 根据我们冰桓公司历史上 多次深入探索落日冰川的经验 冰霜龙女栖息的地点 大多在落日冰川中的两处地点 不过按照规矩 哪怕是地名 也是需要收费的 李妙将脸庞凑近了苏桓一点 一阵带着香气的热流 喷在苏桓脸上 说到收费两字的时候 李妙还特意加重了语气 多少钱 我叫冰霜龙女的所有情报 苏桓面无表情的开口 当苏桓从冰桓公司的冰堡中走出来后 尽管依然面无表情 但心情却已经被喜悦充斥 在冰桓公司所收获的情报 远远超出她的预期 有了这些情报 苏桓对找到冰霜龙女 更多了几分信心 况且 就算出了些差池 不还有寻宝地龙都底吗 苏桓离开冰宇 集会后没有在落日要塞停留 而是打算直奔落日冰川去 冰霜龙女的主要栖息地点 有两个 分别是落日冰川以南的 寒烈山谷 和以北的寒风高地 苏桓打算尽快完成 两个地方的探索 不过在此之前 是时候 让冰室龙女 开始消化蜕变密钥了 在离开落日要塞前 苏桓租赁了一处实验室 配置出了冰室龙女 蜕变密钥的钱药 让其服用 当苏桓离开实验室时 实验室内的温度 已经降低到了冰点以下 哪怕离开良久 依然没有升温多少 差点让前来打扫 实验室的工作人员 冻成冰棍 而苏桓 此时已经离开了落日要塞 乘骑着风雷将士龙 直奔落日要塞 以北数千公里外的 落日冰川而去 落日冰川是一个 广袤区域的统称 它指的是 雪国要塞城系的 北部边境 要塞落日要塞以北 以落日冰丘相隔绝的 广袤大地 甚至落日冰川的范围 已经超出了 雪国要塞城系的边疆 只有一部分 位于雪国要塞城系的 疆域内 苏桓承其风雷将士龙 很快越过了落日冰丘 正是踏足落日冰川中 在苏桓得到的情报中记载 落日冰川边缘地带 就栖息着数量 众多的飞行类兵系族群 其中甚至有 冰冻飞龙这种 强悍的顶级恐怖种 甚至冰冻飞龙的进化种族 终极噩梦种 集冰飞龙出没 这让苏桓 正是踏足落日冰川后 就收回了风雷将士龙 而是选择乘其这 完全漆的变形蛇怪龙 变成了兵系顶级恐怖种 冰原魔狼 奈着寻宝地龙 开始朝着冰霜龙女 第一个棋息地 位于南部的寒烈山谷而去 当走进落日冰川没多久 天空就刮起了风雪 而去 雪越下越大 风越刮越急 颇有向暴风雪转变的迹象 不过苏桓华 却没有丝毫停留的打算 暴风雪对于普通人而言 这种程度的自然灾害 已经无法危及她的生命 甚至连危险都谈不上 领多算是个小麻烦 因此也不准备在 暴风雪中就停下赶路的步伐 冰式龙女秘药都喝了 再过几天 恐怕就要消化完 到时候喝下主药 无法进行画龙仪式 可就糟了 苏桓还是有些急迫的 苏桓乘其在十多米长 两层楼高的冰原魔狼背上 将脑袋 埋在冰原魔狼厚厚的毛发里 拿出了一幅 从冰环情报公司得来的地图 看着寒烈山谷的具体方位 看着地图上标注的路线 苏桓不由无奈起来 如果他估计没错 此时他距离寒烈山谷 恐怕还要数万公里的距离 把怕以冰原魔狼的速度和矫程 这么远的距离 也不是短时间能够抵达的 更别说冰原魔狼 还是顶着暴风雪在赶路 苏桓有心动用 西能树龙的虚空穿梭能力 可问题就在于 这处掘地可不是白叫的 常年被浓郁 冰系能量覆盖的特殊场域 彻底改变了落日冰川的环境 让这片环境的能量场域 特殊诡异 时常会出现 不同程度的能量干扰 这些能量干扰 对于栖息在此处的危险生物而言 并没有太大影响 可对于需要能量环境 保持相对稳定 才能在虚空中 清楚辨别方向的 西能树龙而言 就是很致命的 很可能让西能树龙 在虚空中迷失方向 这样一来 苏桓自然就不敢 成其西能树龙赶路了 生怕到时候南辕北辙 永远到达不了目的地 冰原魔狼是变形蛇怪龙 在特训中 特别是在步入完全期后 新掌握的变形形态 所谓兵系御宠 冰原魔狼 是无比适应 落日冰川这种环境的 因此 赶路的速度倒是一点不慢 当然 这种速度 苏桓还是很难满意的 不过基于安全考虑 他还是只能耐着性子 一点点赶路 而天空中的风雪 也越来越大起来 苏桓带着寻宝地龙 几乎将整个身体 都裹进了 冰原魔狼浓密的毛发里 就像裹着一张 巨大的皮大衣 十分温暖干燥 有效地遮挡住了 风雪的侵袭 第606章 探索寒列山谷 落日冰川的寒冷 是出了名的 就苏桓收集到的情报 无一不证明了这一点 甚至冰桓公司的情报显示 在历史上 对落日冰川的探索中 探索队中 被冻死的探索队员 不在少数 而这些探索队员 至少都是老牌 职业级的御师 职业级御师的体质 已经异于常人 可以抵御大多数恶劣 自然环境 可落日冰川的这种寒冷 并非普通的寒冷 还是基于冰系能量 形成的特殊场域的寒冷 绝非普通人能够抵御的 连职业级御师 也难以靠自身的体质 长期抵御 就连躲在冰原 魔狼狼皮大肠里的舒缓 也感觉到了刺骨的严寒 甚至情不自禁 瑟瑟发抖 不得不动用 已经尘封已久的 火之御手戒指的火系能力 来驱散寒冷 反观 同样躲在狼皮大肠里的寒宝帝龙 却显得生龙火虎的 一点没有受冻的痕迹 这不由让苏环感叹起 超级恐怖种的强悍体制来 哪怕是寒宝帝龙这种 不以战斗和躯体强悍 著称的超级恐怖种 也在这片冰天雪地里 展露了超级恐怖种的强大抗性 寒宝帝龙面对暴风雪的环境 还颇为好奇 不时东窜西洞的 倒得本就不够严实的狼皮大肠 更加漏风 缩缓 却也没有去让寒宝帝龙些停下来 只是将火之御手戒指 散发的热能功率又增大了些 冰原魔狼就这样在冰天雪地里跋涉着 逐渐朝着既定的方向前进着 可在茫茫暴风雪中 根本没有参照五来 横定方向和坐标 导致冰原魔狼逐渐偏离了方向 最初时只是一点点的偏移 可随着行进 这种偏移无限扩大 最终导致冰原魔狼前进的方向 和苏桓预定的地点 寒烈山谷 几乎南辕北辙 而苏桓却对这点茫然无知 不知道走了多久 一直走到暴风雪停歇 苏桓看着周围连绵起伏的冰山 这才惊觉 自己走错了方向 如果按照去寒烈山谷的方向 一路上应该一马平川的冰原才对 不可能出现这么多冰山 苏桓赶紧让冰原魔狼 跳跃到一座冰山之巅 紧接着 自己跑到冰原魔狼头顶 眺望着周围的景观 随后拿出地图 按照周围的景观一番比照 苏桓有些垂头丧气道 好家伙 足足走偏了一万多公里 这里应该是通往落日冰川 另一处高等级危险生物 七夕的长冰林 而非冰是龙女等 兵系龙族七夕的寒烈山谷 往那个方向走 苏桓重新指了一个方向 那么大的风雪 无法辨别方向 也不能怪你 这次 我会让寻宝地龙 及时确定方位 为你引路 保证不会再走偏 苏桓摸了摸 变形蛇怪龙 变成了冰原魔狼的大脑袋 安慰道 陆陆敖寻宝地龙 也响应了一声 并挥了挥粗短的小胖手 指了一个具体的方位 示意变形蛇怪龙朝那个方向 一直走就能走到目的地 苏桓一行再次上路 可这次上路没多久 就遇到了麻烦 或许是因为暴风雪 终于停歇 很多栖息在落日冰川的 本土危险生物 终于开始趁着暴风雪 停歇出来觅食了 苏桓就运气十分不好地 遭遇了一群 出来觅食的掠食者 一群顶级恐怖种 极地兵雄 原本 一群顶级恐怖种 根本不会被苏桓放在眼里 就 这群极地兵雄 却被一头 由极地兵雄进化而成的 高级噩梦种 极地兵雄领主所带领 那头极地兵雄领主 更是已经成长到了完全期 严须龙面对其都不是对手 不过在严须龙步入成熟期后 他的防御力更进一步 极地兵雄领主的攻击 打在他身上 根本造成不了多少伤害 而严须龙的攻击 也对极地兵雄领主 没有任何威胁 二者勉强算是 势均力敌 不过再加上 数十头成年的极地兵雄 掠阵 苏桓这边 但靠一群恐怖种 就完全扛不住了 苏桓最终只能召唤出了 风雷将士龙 还赶跑了这群 掠食的极地兵雄族群 步入成长末期的 风雷将士龙 对完全期的 极地兵雄领主 几乎是碾压性的 恐怕完全期的 特级恐怖种 才能让风雷将士龙 势均力敌 这种罕见龙族的强悍 已经在步入成长末期后 初步展露 毫不客气地说 不过成长末期的 风雷将士龙 在高级噩梦种 这个种族层次中 几乎已经难觅对手了 作为成年后 能够与成年的 顶级噩梦种比肩的种族 风雷将士龙 发挥出这种实力 苏桓并不吃惊 有着寻宝帝龙引路 这一次 冰原魔狼 不再偏移方向 顺利朝着寒烈山谷挺进 足足走了两天两夜 一路上又遭遇了 多场暴风雪 苏桓终于看到 寒烈山谷标志性的 两座龙守冰山 出现在远处 终于到了 苏桓站在 冰原魔狼的大脑袋上 远远眺望寒烈山谷 新潮有些澎湃 冰式龙女 这些天理 已经将蜕变密钥 前要消化了个近半 只等找到化龙仪式 所需的冰霜龙女 就能开始最终的蜕变 随着接近寒烈山谷 苏桓的心情 却有些凝重起来 越接近寒烈山谷 苏桓越发 对找到冰霜龙女 不太确信起来 还没真正进入寒烈山谷 苏桓已经遭遇到了 不下五次噩梦种 龙族的袭击 以至于到了后来 他不得不依靠 阴影带雄的阴影能力 加上寻宝地龙 隐秘气息和身形的能力 开始化作阴影 朝寒烈山谷的腹地前行去 而 这种方式 也不是万能的 面对强悍的龙族 阴影 带雄化作的阴影 很可能会被发现 可怀揣着 找到冰霜龙女的决心 苏桓还是硬着头皮 一次刺和危险 擦肩而过 流荡进了寒烈山谷 寒烈山谷 尽管名为山谷 但其实是一片 连绵起伏的雪山 由于最中心的地带 是被一圈雪山 包围起来的谷地 因此 被统称为寒烈山谷 整个被统称为 寒烈山谷的地域 面积十分广阔 而其中 七夕的强悍龙族 随处可见 在外界难得一见的 噩梦种层次的龙族 在这里面确实并不罕见 苏桓已经遇到了 十几种不同的噩梦种龙族 阴影带雄画作的阴影 带着苏桓不断藏身在冰眼 冰层的阴影中 朝着冰桓公司提供的情报中 所记载的 可能会出现 冰霜龙女的地带游荡去 第607章 搜寻无果 柳万花名寒烈山谷 位于落日冰川深处 冰桓公司对其的了解 也不算多 不过苏桓也试着 收集更详细的情报 可惜未果 就算有 也是重复的 无奈之下 只能就着冰桓公司提供的情报 进行探索 阴影带雄向刀尖上的舞者 化身阴影 不断游荡在 寒烈山谷外围的 冰雪山脉中 若非寻宝地龙 在蜕变进化后 已经提升到 2.0神隐能力 兜底 让阴影带雄 躲过了多次危险 恐怕他早已经被 栖息在这片冰雪山脉中的 强大生物 给撕成碎片了 如果说苏桓曾经 经历过的风暴一季岛 文革城 都只能算终极险地的话 那寒烈山谷 绝对称得上 特极险地 这还只是寒烈山谷 外围的冰雪山脉 并非真正的寒烈山谷 阴影带雄 就已经不下三次 和灾祸种擦肩而过 说是擦肩而过 可能有些言过其实 但灾祸种的气息 却是实实在在笼罩 在阴影带雄 和苏桓心头的 只不过 高高在上的灾祸种 可能没注意到 阴影带雄 也可能选择性 无视了这只小虫子 就这样 在危机四伏的环境里 这团可怜的小小的阴影 终于游荡到了 冰桓公司所记载的 第一个冰霜龙女 可能出没的地带 可惜 苏桓并没有发现 任何冰霜龙女的踪迹 甚至让寻宝地龙动用感知 也没有感知到 任何冰霜龙女的痕迹 苏桓没有气馁 开始让阴影带雄 朝着第二个地点进发 可惜 结果依然是一无所获 紧接着是第三个 也是冰桓公司 还怀疑 冰桓公司 是不是提供的假消息 就在苏桓有些迟疑不定 不知道是走势流的时候 寻宝地龙却似乎有了发现 寻宝地龙开始充当向导 不断为阴影带雄 引起路来 很快 寻宝地龙便带着苏桓 来到了一处 位于冰崖上的冰洞 在洞窟里 寻宝地龙 找到了一颗 冰蓝色的瑰丽宝石 宝石呈现 晶莹剔透的质感 闪烁着动人的光彩 而在拳头大的宝石的中心位置 是一片银蓝 这是 苏桓看着献宝一样 来到自己面前邀功的寻宝地龙 问道 寻宝地龙 一脸嫌弃地看着苏桓 那神情 似乎在埋怨苏桓不识货 噩噩噩 紧接着 寻宝地龙一阵解释 这才让苏桓弄明白了情况 你是说 这是冰霜龙女的鲜血 掉落后形成的龙穴宝石 你能通过这颗龙穴宝石 找到冰霜龙女 太好了 苏桓没想到 在苦寻无果的情况下 还会出现这样柳暗花明的一幕 走吧 我们快去 找到这只冰霜龙女 苏桓赶紧拉着寻宝地龙 钻进了阴影带雄的阴影口袋里 就准备离开 可刚走进去 苏桓又钻了出来 先找找 看看这里面 还有没有冰霜龙女留下的别的东西 苏桓还召唤出光暗机 冰是龙女 让大家一起找找 没多久 不大的冰洞 就被翻了个底朝天 寻宝地龙又找到了几颗 已经被冻进了冰层里的龙穴宝石 邦暗机没有收获 而冰霜龙女 则找到了冰霜龙女 所遗留下来的 一大块充当床塌的寒玉冰晶 苏桓愣愣地看着面前 足有几张床拼接在一起 那样大的寒玉冰晶 寒玉冰晶 是噩梦种层次的材料 往往是用来打造冰属性奇物的 一块八掌大小的寒玉冰晶 就能够打造一枚 冰系噩梦奇物指环 这么大一块 苏桓一时之间 很难将其换算成具体的奇物数量 只知道 这块寒玉冰晶的价值 或许就不下于一只低级噩梦种 走吧 快点找到冰霜龙女 苏桓收起了寒玉冰晶和玉宠 阴影带雄 再次化为阴影 开始在寻宝地龙的引导下 朝着冰霜龙女所在的方位赶去 可当阴影带雄 彻底离开寒烈山谷的范围 并不断朝落日冰川以外赶时 苏桓的表情变得有些纳闷 寻宝帝龙 冰霜龙女不在落日冰川吗 苏桓实在忍不住问道 寻宝帝龙一脸的疑惑 表示自己不知道 什么叫落日冰川 不过根据感应 冰霜龙女确实在自己指的位置 苏桓只能将信将疑地继续赶路 刚开始 她依然以阴影带雄赶路 可到了后来 确定是在朝落日冰川外走后 苏桓直接召唤出了风雷将士龙 开始风驰电车的赶路 大半天以后 就彻底离开了落日冰川 等到苏桓 站在落日要塞的城门前时 表情顿时变得呆滞 寻宝帝龙 你感应到的冰霜龙女 就在落日要塞 找来找去 竟然又回到了原点 这不就意味着 她这次落日冰川之行 白费了一番功夫吗 也不能算白费 至少收获了一大块 寒玉冰金 光是卖掉就能卖个好价钱 不过苏桓并不打算卖掉 打算自己用来 打造成一件衬手的奇物 随着她步入大师级 根本的恐怖奇物 已经不太够用了 更换装备 迫在眉睫 寻宝帝龙 闻言信誓旦旦地点了点头 那就走吧 苏桓咬了咬牙 决定一探究竟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不成寻宝帝龙 感知到的那只冰霜龙女 已经被人收服了 可自己收集到的情报 可没有任何一只 被人收服的冰霜龙女 是在落日要塞的 一边走着 苏桓的表情有着纠结 按照她的打算 若非非不得已 她是不想借助 别人的育宠的力量 来让冰室龙女化龙的 毕竟这样一来 全程参与冰室龙女化龙 蜕变过程的冰霜龙女 肯定会知道 冰室龙女蜕变的秘密 而冰霜龙女的 主人事后自然也会知道 好在自己隐藏了身份 苏桓办事宽慰 办事排解道 经过心理斗争 她已经打算尝试 借助别人 已经收服的冰霜龙女 进行冰室龙女的化龙仪式 实在是冰霜龙女 实在太过难寻 加上冰室龙女的 蜕变密药前药 也已经接近尾声 蜕变迫在眉睫 很快 寻宝地龙带着苏桓 来到了一座巍峨的冰宝前 冰吃道场 苏桓站在冰宝前 缓缓念出了这座冰宝的名字 看名字 似乎是一座 育宠训练道场 苏桓怀揣着疑惑 走进了冰吃道场 同时心底一臣 如果那只冰霜龙女 真的在这里的话 那十有八九 是被人所收服了 第608章 意外出手和租赁场馆 走进冰吃道场 苏桓便看到了两名 正在进行 育宠对练的道场学员 两人看年纪都不大 也就二十不到的年纪 不过实力倒是不弱 两只对练的育宠 都是顶级危险种层次 而且培育的 也都相当不错 哪怕以苏桓的眼光看来 两人的育宠的培育程度 也算是无可挑剔了 那头成熟期的 暴雪兽 毛发柔韧 体型壮硕 却丝毫不显臃肿 四肢修长有力 纹身肌肉发达 就连成人手臂粗的尾巴 也都是发达的肌肉 像一根鞭子一样 挥舞着 一看就培育得极为出色 而暴雪兽的对手 同样是成熟期的 顶级危险种 育宠 银垫雕 银垫雕的个头 也就堪比成年荒野虎 较之暴雪兽是差远了 不过体态修长 灵动敏捷的银垫雕速度 却远非暴雪兽能够比拟的 一度凭借速度 将暴雪兽耍得团团转 两人的观战 吸引了不少道场学员围观 当然 这些围观的道场 学员几乎全都是尚未步入职业级的御徒 步入职业级的御师 自然也不会对这种层次的对决感兴趣 罗黄师兄的银垫雕 速度更快了 估计极限速度 都快要接近二分之一因素了吧 有人看着像到真正的银色闪电一般 在对战场馆内上蹿下跳的银垫雕 面露一丝近味道 我看应该差不多了 你看那头暴雪兽 面对银垫雕的速度 几乎望尘莫及 连毛都摸不到 有人点评 李南师姐的暴雪兽也很强 防御力比半个月前更上一层楼 别看暴雪兽追不上银垫雕 银垫雕的攻击 还不是只能给暴雪兽挠痒 没错 两只狱虫也就半斤八两的样子 苏桓刚刚走进冰雪道场后 听到众人的交谈声 也带着一丝好奇挤进了人群中 此时正看着不远处对战区 正在进行对战的两只狱虫 两只狱虫的对战 也没有什么稀奇之处 只不过苏桓出来乍道 又是有着目的 所以打算先了解一番冰雪道场 再进入主题 否则以苏桓目前的实力层次 别说顶级危险种层次过加加班的打斗 就是顶级恐怖种层次 能够轻易拆毁高楼大厦的对决 苏桓也提不起多大兴趣来 看了一会儿 没等对战结束 苏桓就准备离开围观的人群 可偏偏此时 变故突发 之间 原本一直将暴雪兽耍得 团团转的银垫雕 却在一次出其不意攻击暴雪兽的时候 被暴雪兽突然抱起 用寒冰动住了大腿速度顿减 紧接着暴雪兽猛地撞向半空中的银垫雕 将银垫雕猛地撞飞 而银垫雕猛不及防之下 竟然来不及反应 静止朝围观的人群中飞来 以银垫雕堪比成年荒野虎 至少也有三五百公斤重的体型 一旦丢落人群 这群不过已低 终极御图为主的蒙 心御师们 毕竟有人受伤 甚至可能是重伤 而苏桓恰好就处在银垫雕飞来的路线上 苏桓心头微微一叹 此时召唤御宠 已经是来不及反应了 为了不暴露身份 进入冰吃道场后 连寻宝地龙 都被苏桓强行塞进了寓印空间里 无奈之下 苏桓只能伸出手 攀在了银垫雕飞来的路径上 稳稳将数百公斤重的银垫雕稳稳接住 没错 就是凭借个人的蛮力 没有动用精神力 心灵力 就这样接住了被暴雪兽撞飞的银垫雕 这一幕 让周围围观众人表情瞬间变得呆滞 确定 这是人做的事 这家伙 怕不是一直披着人皮的狱宠 或者根本就是 类人形狱宠伪装成的人类 这样的疑问 出现在众人心头 苏桓双手肌肉鼓起 猛得一使劲 又将数百斤重的银垫雕抛了回去 对着目瞪口呆的众人 俏皮地眨了眨眼 苏桓笑道 你们接着对战 我有事先走一步 而落地的银垫雕 也是有些发呆 顾不上找打飞自己的暴雪受报仇 而是扭头看着 刚刚那个接住自己又抛飞的人类 忽然有些疑惑 为什么那家伙给自己的感觉比 恐怖肿还恐怖 还没等苏桓走远 刚刚还在对战的两人中的少女李南 便带着银垫雕 追了上来 这位小 前辈 李南快步走到苏桓身侧喊道 原本他看着苏桓年轻的面孔 还想喊小哥的 不过想到 刚刚苏桓展露的那一首 判断其至少也是职业急御师 最后小哥没喊 出口 还是喊了声前辈 嗯 有事 苏桓问道 刚刚多谢前辈出手 不然我的暴雪兽 可能就误伤为观者了 李南一脸诚恳道 刚刚若非暴雪兽出手过猛 也不会撞得银垫雕来不及反应 更不会出现伤人事件 所以最该感谢苏桓的 确实是李南 而非另一位银垫雕的主人罗黄 举手之劳 苏桓淡淡道 李南接着道 我看 前辈似乎是初次来我们宾施道场 不知道有什么可能效劳的吗 哦 怎么看出来 我是初次来的 苏桓略带好奇问道 李南嘴角擒着笑一道 其一 前辈是个声 面孔 我来冰吃道场 已经五年了 还从未见过前辈 其二 前辈 你走的方向 是冰吃道场后门的位置 我看你似乎刚刚才进道场 应该不会这么急着出去吧 呵呵 那就麻烦你带路 我想要暂时在冰吃道场 租领场馆几天 用于训练育宠 苏桓笑着道 作为职业及育师 甚至大师及育师 在城内居住 无疑是很不方便的 最不方便的地方 就是育宠的训练 大多数恐怖种和噩梦种 都是体型惊人的 普通的场所 根本无法容纳 这些庞然大物训练 这些育师们 要么找寻专门的场地 提供训练 要么直接去城外荒野中训练 而租赁道场的训练场馆 就是其中一个办法 李南不宜有他 很快带着苏桓 办理了相关手续 达到一张象征着 冰吃道场临时会员的身份卡 苏桓也在冰吃道场中 有了一处训练育宠的场馆 每天固定训练六个小时 上午三个 下午三个 租赁时间 暂时是七天 苏桓打算借机 好好探探冰吃道场的底 顺便收集寻宝地龙 所感知到的那只 藏身于冰吃道场中的 冰霜龙女的线索 第609章 被俘获的冰霜龙女 从落日冰川 回到落日要赛后 苏桓就暂时在冰吃道场落了脚 并在道场不远处 苏桓都是在荒野之外的冰原上 进行御宠的训练 而到了下午 就会返回冰吃道场 自己租赁的场馆 进行总共六个小时的训练 当然 在冰吃道场中 苏桓展露的实力有限 仅仅只是 维系着变形蛇怪龙 和西能树龙 两只看似种族层次最低的 御宠的训练 为了避免发现意外 连冰是龙女都没有暴露 尽管如此 作为一位职业及御师 苏桓还是在冰吃道场 结识了不少实力相仿的御师 从这些御师口中 苏桓也了解到了一些情况 这样一直过了三天时间 苏桓经过多番打探 得到的线索情报 以及他从冰吃道场 所结识的御师口中 得到的情报 苏桓终于自己拼凑出了一幅 有着大概轮廓脉络的线索 这件事的起因 恐怕还要从冰吃道场的来历说起 既然叫冰吃这种 极具指向性意味的名字 冰吃道场的来历 自然也脱不开一种 传说中的冰系龙族 冰吃 冰吃是货真价实的灾祸种 原本应该是雪吃 而冰吃道场的创立者的雪吃 却成长蜕变为了更高层次的冰吃 因此而得名 冰吃道场的创立距离如今 已经过去了两三千年 算是一家传承颇为久远的道场 无论是那位收服冰吃的超贯大师 还是冰吃 都已经离世 如今的冰吃道场 早已经不负当年超贯大师坐镇 强悍大师众多的盛况 如今的冰吃道场 已经彻底走向没落 从原本落日要塞的 一流顶尖道场的行列 逐渐退居二流 不过哪怕 已经走向没落的冰吃道场 毅然实力不容小觑 当代道场主 继承冰吃大师称号的 是一位实力强悍的七冠大师 而且道场中 也不缺乏大师级的高层战力 以及各类资源 依然占据着 落日道场联盟八大理事席位之一 只不过 如今的冰吃道场的理事席位 已经摇摇欲坠 被不少兴起的道场盯上 原本整个落日道场联盟 对于八大理事道场的一些资源配给 也被人强占 当然 若非冰吃道场对资源的需求 不像别的道场那样紧缺 恐怕早已经不堪重负 被强行挤出八大理事道场之一了 落日要塞 作为整个雪国要塞城系的 八大要塞之一 代表着近乎雪国要塞体系 除开雪国要塞城外 八分之一的底蕴 整个落日要塞 可不单单只包括一个落日要塞 落日要塞系 还下辖大量的堡垒以及基地市 这也是所有要塞城系的行政划分所决定的 要塞城作为收服通知一切 下辖要塞 管辖要塞系下辖的堡垒 而堡垒下辖基地市组成堡垒系 就连基地市也所辖多个中小基地 组成基地系 而作为整个落日要塞系的落日道场联盟 掌握的巨大权柄 可想而知 八大理事就是的话语权把控者 其中六个理事道场 更是都拥有超贯大师坐镇 只有冰吃道场和另一家道场 当代已经没有超贯大师坐镇 不过那一家道场的情况 比冰吃道场稍强 因为那家道场 还有超贯大师辞世后 所留下的灾祸种级别的育宠坐镇 并且七贯大师的数量 也足有五六位之多 反观冰吃道场 七贯大师仅仅道场主一人 加上最后一只灾祸种级数的守护育宠 也已经确认在几年前老死 一些后进的道场 都要比冰吃道场强盛得多 面对如此孱弱 而又享有联盟特权的冰吃道场 那些道场自然没有理由不动心 各种资源配给上的限制 以及各种刁难接踵而至 其中就包括大肆宣扬 冰吃道场已经日落西山 让冰吃道场 难以再招收到潜力高的核心学员 其次 在各种合作上 对冰吃道场各种限制制裁 若非冰吃道场 有着一个稳定的资源获取渠道 恐怕早已经难以负担起 道场大量职业级 大师及御师所需要的资源消耗 而冰吃道场这个 问道的资源获取渠道 就是苏桓关注的重点 一个让苏桓意想不到的情报显示 冰吃道场获取资源的渠道 赫然就是苏桓几天前刚刚离开 还心有余悸的险地 落日冰川 或者说具体点 可能就是苏桓搜寻冰霜龙女 未果的地方 寒烈山谷 因为根据苏桓从各方得到的线索 都证明 那投冰吃道场的创立者 初代冰吃道场主的那头 强悍无比的冰吃 就来自于冰系龙族七夕的寒烈山谷 冰吃道场 让苏桓十分诧异 对于落日冰川的可怕之处 亲自经历过的苏桓很有发言权 那种地方 就连大师级进去也很难自保 特别是寒烈山谷 苏桓并不觉得光靠当代 冰吃道场主一位七贯大师 就有实力能够稳定 从那个地方获取资源 除非 冰吃道场有着极为特殊的渠道 例如 还保留着和落日冰川 甚至直接是寒烈山谷 某些霸主及危险生物的联系和渊源 亦或掌握着 自由出入寒烈山谷的方法 当然 这些情报 苏桓还没有收集到 毕竟这是冰吃道场 安身立命的东西 自然不会外传 不过根据苏桓的多方打探 基本上能够确定 大概在半年前 冰吃道场的大师 及以上层次的御师 大举出动过 而目的地赫然就是落日冰川 另外 根据寻宝地龙 对于那几颗冰霜龙女龙穴宝石的判断 那些宝石形成的时间 也就在半年左右 而哪些龙穴宝石蕴含的能量 可以判断出 大致被俘获的冰霜龙女 至少也是成年的 也就是成熟期的冰霜龙女 这些情况 毫无疑问能够佐证 冰吃道场 曾经在寒烈山谷 捕获了一只冰霜龙女 并带回了落日要塞 而半年时间 没有特殊手段 同层次的御师 想要收服一只 已经成熟期的低级噩梦种 无疑事件难事 而对于高层次的御师 屈尊降贵 去收服低层次的御宠 又得不偿失 这样看来 说不定那只冰霜龙女 还尚未被收服 这些情报就够了 苏桓将所有情报联系在一起 缓缓吐了一口气 她的目的自然是 接触冰霜龙女 不过在此之前 第一步就是确定 冰吃道场 是否真的有冰霜龙女 接下来 就是尝试通过交易 正式接触到冰霜龙女了 苏桓难难自语 并开始琢磨 要以怎样的方式 打动冰吃道场 对于交易的价目 苏桓已经想好了 冰吃道场 能够稳定收获 寒烈山谷的 大量宝贵资源 对于资源和财物 肯定不缺 因此 苏桓打算通过 旧日龙点的知识 来做交易 不过旧日龙点记载的知识 大都极为宝贵罕见 选择哪些用来交易 既能够保证 冰吃道场动心 又保证对方 不会因此东贪欲 就很考验苏桓的功底了 第610章 冲突就在苏桓琢磨 该通过什么方式 换取接触冰霜龙女的机会时 场馆外 忽然传来了喧闹的声音 依稀可闻 一阵阵愤怒的吼声 苏桓表情略微有些诧异 收起了正在对战训练的 变形蛇怪龙 和稀能树龙 带着寻宝地龙 快步走了出去 走出他租赁的训练场馆没多远 来到冰吃道场的总场馆中 只见黑鸭鸭一大群人 正团团围住了一个 欲宠决斗场地 雷娜 你竟然赶下死守 明明你的狂血毒狼 已经完全气 竟然伪装成成熟妻挑战李男 你还要不要脸 一群冰吃道场的门徒 双眼如同喷火 看着对决场上的一名 气质冷漠的少年 那名少年 正得意洋洋地站在一头 有如越野车大小的巨狼身旁 而那头巨狼的爪子上 还在不断躺血 在对决场的另一头 这些天 已经颇为熟视的道场门徒李男 正双眼通红 眼泪在眼眶中打转的 跪在他的那头 暴雪兽身前 而暴雪兽的胸口 却有着一条骇人的伤口 血流满地 富含冰息力量的鲜血 流淌在地面 很快就结成了冰霜 透过这条伤口 暴雪兽的心脏依稀可见 就连心脏上也不满了裂纹 只是此时 那颗原本应该不断 跳动的心脏 已经彻底停歇 一名明显散发着 职业级气息的青年女御师 眼中满含歉意 看着面前的李男 收回了治愈型御宠 叹了口气道 没救了 心脏已经彻底破碎 而且被血吸力量 迅速抽离了生命力 红魔道场的御师 刚说完 李男已经满脸布满泪痕 苏桓远远皱眉 看着面前一幕 尽管和李男 已经颇为熟视 但苏桓还不了解情况 并没有轻举妄动 你们血野道场欺人太甚 竟然赶来我们冰吃道场 杀戮御宠 那名尝试为李男的暴血兽 治愈致命伤的女御师 忽然挺起身子 朝着狂血毒狼的主人 呵斥道 这名女御师苏桓也认识 似乎是对李男 颇为招呼的 一名道场训练御师 好像叫齐冬雪 听到齐冬雪的呵斥 那名御师却面色不变 不咸不淡地道 训练本来就容易出意外 这只能说明 你们冰吃道场的御师 太不小心了 真是温室里的花朵 连对决都能出现 御宠死伤 妈的 小子你还挺狂 我忍不住了 我现在就让冰齿狼 咬死他呀的 吼吼 一旁的围观御师文言 顿时勃然大怒 纷纷召唤御宠 准备攻击 就连齐冬雪 也一时被弃的 不行 将主力御宠 各级恐怖种 裂骨蓝师召唤了出来 裂骨蓝师似乎感受到了 主人的愤怒 对着狂血毒狼一阵咆哮 将狂血毒狼吓得 瘫乱在地 哗哗 几道破风声响起 只见 原本在围观人群中 冷眼旁观的几人 纷纷召唤御宠 走入了对决场 将狂血毒狼 和那名御师围了起来 其中一头恐怖种 轻而易举 挡住了裂骨蓝师的威压 怎么 鹰池道场 想要以大欺小吗 几人中围首 一人一瞪眼 威压薄发 先声夺人道 更面承受了 这人威压的启动血 表情瞬间变得苍白 上下牙不断打仗 仿佛 经历了什么恐怖的事情一样 不过 他还是硬撑着道 你们血野道场 隐瞒御宠实力 故意以挑战为借口下杀手 必须给我们 兵吃道场一个说法 苏桓颇为 诧异地看了一眼齐冬雪 没想到这个女孩 竟然有这样的毅力 艾明释放精神威压的御师 在苏桓的感知下 赫然是一名大师 及御师 尽管只是三贯大师 及术 已经不被他放在眼里 但释放的精神威压 如果覆盖心灵剂 足以让一名职业级御师 变成脑瘫 哪怕不施加心灵剂 也能让大多数齐冬雪 这种权威 职业级层次的御师 产生大恐怖 不敢生出任何阻挡抗拒的念头 而齐冬雪 却能在苦苦支撑下选择反抗 实在让不得不苏桓刮目相看 哼 说法 中年大师面露不屑 往前缓缓迈着步子 精神威压不断增强 让齐冬雪浑身如同陡坑 快要坚持不住 瘫软在地 周围的人群 也已经有人 在威压的余波下 支持不住 跪倒在地 那名大师看到齐冬雪还在支持 有些发怒 暗暗用上了心灵剂 齐冬雪眼睛 在强烈的威压下 开始冲血泛红 甚至有往外突出的征兆 再这样下去 恐怕就要脑受损 甚至变成脑瘫了 苏桓站在人群 最外围受到的影响 最小 看着面前这一幕 也有些直皱眉头 不过并没有出手的意思 不是他冷血 而是感知中显示 已经有人在靠近 马伯涛 助手 一道利和声 远远传来 伴随着声音传来的 是一道精神高度 凝聚而成的精神尖锥 尖锥不断螺旋旋转 本得朝难民 被称之为 马伯涛的御尸脑门刺去 哼 马伯涛收回了威压 以心灵剂 凝聚出一道精神屏障 挡住了精神尖锥 而齐冬雪 也在压力骤僵的情况下 终于支撑不住 眼睛一翻 就倒地晕了过去 几人身影电视而来 为首的 一名高条女人 接住了养身倒地的齐冬雪 怒气冲冲地 瞪着血液到场几人 马伯涛 你们是来踢场的 高条女人身旁 一名身材雄伟 气质沉宁 同样 散发着大师级气息的浴师 冷冷看着血液到场几人 出声质问道 呵呵 什么踢场不踢场的 不要说得这么难听 我们就是来交流切磋的 马伯涛 嚣张气焰一收 一副有意交流沟通的模样 这就是你说的 交流切磋 高条女人 将怀里的齐冬雪 交给了身旁的一名 准大师及浴师 并吩咐她 赶紧治疗后 猛地站起来 朝着血液到场一方走去 不过是 切磋发生的一点意外 秦岚 你又何必这么激动呢 意外 好啊 我马上就派人去你们血液到场 意外意外 秦岚几乎快被愤怒冲昏神志 血液到场就是图谋 他们冰吃到场里是席位的几家 后来居上的到场之一 而且是其中上蹿下跳 最为积极的一个 原本血液到场 都是走拉拢成员 一起针对刁难冰吃到场的路线 这种直接上门挑衅的方式 还是头次 呵呵 悉听尊便 不过我想 你们可能不用麻烦 上门挑战我们血液到场了 我们血液到场 已经排好了交流切磋日程 今天只是第一次 有我带队的切磋 以后每天都会有一支队伍 上门找你们切磋切磋 马伯涛音测测说道 特别将最后的切磋几次 加重了音量 任谁都能听出其中的漫漫恶意 闻 以后 你们血液到场的人来一次 我就轰你们出去一次 秦岚怒气冲冲地快步走上前 指着马伯涛的鼻子 吼道 这可由不得你 不光是我们血液到场 长篮到场 寒地到场 也会和我们上门切磋 上午我们血液来 下午是长篮 晚上寒地到场 也会专程来你们宾池道场交流切磋 马伯涛面色不变 淡淡说出了一个重磅消息 直到你们宾池道场 不再实行一票否决 同意道场理事会成员更替为止 文言 不仅仅秦岚 在场的众人 文言都是面色一变 第611章 宾池道场的危机 血液道场 在象征性地赔偿了战死的暴雪兽 和受伤的齐东雪 一笔补偿后 就离开了宾池道场 想到对方离开时 那得意的表情 秦岚依然狠得牙痒痒 不过却无可奈何 血液道场 是如今最为强盛的道场之一 尽管底蕴历史远不如 宾池道场身后 但本身已经有五位 七贯大师作证 比起宾池不知道强了多少倍 秦岚并不敢强行留下对方 动用武力 让对方付出代价 哪怕他的实力远超马伯涛 不然一旦破坏了规矩 惹来了报复 就连道场理事的席位 也保不住宾池道场 毕竟双方的实力差距实在过大 对方看来 不只是单单挑衅 而是早有预谋啊 那名气质沉宁 身材魁梧的大师 叹了口气道 这些家伙图谋理事席位 也不是一天两天 只是没想到 这次他们做得这么卑鄙 妄想通过这种方式 让我们兵吃道场屈服 他们 恐怕是打错了算盘 秦岚狠狠道 另一名身材瘦削的青年大师 却摇了摇头道 这次对方来者不善 恐怕很难应对啊 下次那几家上门挑战 我们直接拒绝不行吗 一名随行职业 及御师有些疑惑地问 兽瘦的青年大师 摇了摇头道 我们兵吃道场 在多方打压下 本就招收新鲜血液 已经不易 如果畏惧挑战的消息 再传出去 恐怕更难招收弟子了 长此以往下去 没有新鲜血液补充 兵吃道场的没落 几乎是可以预见的 兽瘦青年一针见血的话 让众人陷入了沉默当中 先去见到场主 引爆此事 回屋的御师沉声道 一行人行色匆匆地 朝着道场深处 道场主前修的地方而去 刚刚走出去没几步 行来扭头 对那名还抱着 齐东雪的女御师嘱咐道 带齐东雪去找米茶大师 让他务必治愈齐东雪 知道了 御师闻言 连忙召唤出御宠 骑上去 并驮着齐东雪 朝另一个方向而去 苏桓看着几人离去的背影 脑海中 回忆着刚刚发生的一幕幕 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神情 毫无疑问 这次兵驰道场是遇到危机了 对于保持道场面临的危机 苏桓倒是有所耳闻 毕竟各大道场联合 针对保持道场的消息 无疑闹得风波很大 苏桓稍稍一打听就能清楚 不过这次的危机 显然更加来势汹汹 如果处理不好 道场联盟的李氏席位 将名存实亡 甚至一步步衰落没落 开设道场 最重要的就是传承 以及人才的培养 如今的兵驰道场 已经陷入了青黄不揭 快要后继无人的窘境 几年或者十几年过去 这种情况将更加恶怜 道时候单靠老人支撑着 兵驰道场 也就成了一个拥有几个顶尖战力 却没有后续人才传承的普通势力 道场的形式名存实亡 到那时 这李氏席位更是不可能保住 就算道场联盟实行的是 李氏会制度 任由重要决议 特别是李氏席位更替这种大事 只需要有一票否决 就能够终止 但就算兵驰道场在这样通过这种方式 占着席位 也根本是有害无益 现在 还有一两位李氏 特别是和兵驰道场情况相似的 没有超官大师 坐镇的那家李氏道场 更是兵驰道场的坚定盟友 是站在兵驰道场这边的 可如果到了那种彻底后继无人的境地 恐怕这种知识也会消失 苏桓缓缓朝兵驰道场外 自己的临时住所走去 路上 不断在考虑 自己能否借这次的事件 达到自己的目的 兵驰道场是否没落 跟他并无关系 不过兵驰道场掌握着冰霜龙女 却是不争的事实 无论是最后情况如何 但苏桓想要得到 甚至借助冰霜龙女 完成祝福画龙仪式 就绝对绕不开兵驰道场这一关 直到走到家门口 推开院门 苏桓也没有想到什么办法 苏桓毫不气馁地开始翻阅 查找大量和兵驰道场 道场联盟相关的资料 试图在其中找到灵感 当苏桓看到一则消息后 就是龙点的珍惜知识 打动冰驰道场 这下省事了 苏桓笑道 原本他是打算兑换秘药 奇物 甚至一些低级的蜕变途径 来打动冰驰道场 但他后来一想 想要通过这种交易 得到低级噩梦中 特别是冰霜龙女 这种极为罕见珍惜的 低级噩梦中 恐怕并不简单 特别是在冰驰道场 并不缺乏资源 能够稳定从 落日冰川获取资源的情况下 恐怕要大量的知识 才能填饱对方的胃口 对于拥有海量知识的苏桓而言 这些代价也不过沧海一粟 但大量暴露 就是龙点的知识 可能产生的后续影响 却是苏桓不得不考虑的 如果能有别的方式达成目的 苏桓当然会选择别的方式 这次无疑就是一个机会 前提是苏桓的 办法能够成功奏效 另一边 冰驰道场的高层 正满脸凑色地聚在一起 总共十多位大师及御师聚在一起 冰驰道场目前的全部高层战力 几乎都被召集 坐在圆桌上守的 是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 当代的冰驰道场主 继承了冰驰大师称号的七冠大师 秦复明 此时秦复明也是一脸蓝色 秦复明苦涩道 实在不行 就放弃联盟李氏席位这个虚名吧 在冰驰道场地位实力 都仅次于秦复明两位六冠大师 却面露极色 先后开口 怎么能放弃 道场主 道场联盟李氏道场所共享的 极寒密地 可是您突破超贯最后的希望 再等五年 就是极寒密地开启的日子 我们称也要把这五年称过去啊 这个道理 秦复明何尝不知道 他悠悠叹了口气道 只怕称不过五年了 果不其然 还没等众人商讨个章程和应对方案 外面传来嘈杂的喧闹声 一名道场的职士 焦急地敲响了会议室的门 道场主 各位大师 长篮道场的人上门挑战来了 带队的是 长篮道场的长河大师 会议室 众人面色一沉 纷纷将目光看向道场主 李普 你去看着 别再出意外了 秦复明陈生道 长河大师不同于之前的 血液道场马伯涛 是长篮道场四位最强大师之一 一位货真价实的七贯大师 为了避免出现之前的意外 秦复明直接派出了 最强的两位六贯大师之一的李普 李普微微点头 起身走出会议室 我们继续会议 秦复明陈生道 众人又恢复了商讨 有人建议寻求道场联盟 别的李氏道场的支持 有的人则建议借助外力 大拢本土霸主及势力 撑腰对抗三大道场的步步紧逼 比如落日要塞 真正的掌权统治者 执政会 也有的人建议 让道场联盟从中调停 让出一部分属于李氏道场的利益 换取保留这个虚名 以及五年后 进入极寒密地的机会 甚至有人提议 以落日冰川的一部分秘密 寻求在落日要塞本地掌握极大 话语权的兵语集会高层的支持 当然这个提议刚提出 就被否决了 众人很清楚 落日冰川的秘密 是他们冰吃道场最大的底牌 不到真正生死存亡之时 绝不能透露分毫 可是讨论来讨论去 依然一筹莫展 首先寻求道场联盟的李氏道场 这个建议 根本行不通 李氏道场也无法阻止对方 派人挑战冰吃道场 至于寻求执政会的支持 更是难以做到 执政会高高在上 而且象征着秩序和规则 不可能为了支持兵吃道场 做出违背规则的事情 至于让出一部分利益 这个建议 又让众位大师十分不甘心 被人欺负 上门还是伏低作小 等成为大师的 都是实力强悍 心高气傲的 不到万不得已 没人愿意这么做 而现在显然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就在众人一直没有 商讨出什么结果时 苏桓却正式登门求见 第612章 情报尽管苏桓 已经在兵吃道场混了好几天 但正式登门拜访 兵吃道场的高层决策者 这还是第一次 苏桓很清楚 想要接触到冰霜龙女 这是必不可少的过程 作为噩梦种层次的狱虫 也只有兵吃道场 大师级的高层 才有权限接触 而这只代表着 他们本身有权限接触 自己一个外人 想要接触到冰霜龙女 恐怕需要话语权最高的 甚至道场主 那个级别的高层发话 才能做数 在苏桓展露了 大师级的实力 表达来意后 就被兵吃道场的一名执士 引进了这座 会客厅等待 而另一名执士 则进去代为通报 尽管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 但苏桓却丝毫没有不耐 几天都过来了 还差这几个小时吗 苏桓一边吃着会客厅内 路日药塞地区特产的 水果点心 一边耐心等待着 时间接近两个小时后 一个白发苍苍 但面容却如中年人一样 不见多少老象的 男人走进了会客厅内 男人浑身 没有散发出一丝气息 看起来就像一个 普普通通的老人 但对兵吃道场各方面情报 都进行了详细调查的舒缓 一眼就认出了面前 在执事带领下 走进会议室的老人 正是兵吃道场的一号人物 道场主 秦复明 秦复明打量着面前 看起来还十分年轻的陌生大师 露出审视的 神情 当有人来同伴 一个陌生的大师 上门求见 说 有办法解决兵吃道场的危机时 秦复明正在和一众高层商议 解决这次危机的方案 并没有选择直接 接见这个陌生的大师 甚至有些怀疑 这人是那三家道场 派来搞事情的阴谋者 可在经过了 长达几个小时的商讨 依然没有任何结果后 秦复明终于抱着 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 选择了见上一面 说说你的来意 秦复明审视了苏桓一番后 开口道 苏桓一笑 我的来意 道场主你应该很清楚 正是为了驻兵吃道场 一臂之力 度过这次难关的 呵呵 秦复明不以为然的一笑 据我所知 路日要塞 似乎没有你这一号人物 你一个陌生的大师 如何让我取信 言外之意 毫不掩饰对苏桓身份的怀疑 我的身份 其实并不重要 但我确实有驻兵吃道场 一臂之力的方法 不知道道场主愿意听听吗 苏桓不以为意 一脸诚恳道 你既然这么笃定 有解决我们道场危机的办法 那我听听 也无妨 秦复明微微点头 苏桓开始缓缓道来 据我所知 兵吃道场如今的处境 虽然算不上四面楚歌的绝境 但也是岌岌可危了 苏桓开头的一句话 就让秦复明眉头一皱 尽管这话听起来不好听 而且有些言过其实 但秦复明清楚 事实如此 他也无法否认 虽然兵吃道场 现在看起来 还有十几位大师 数十净百位职业级作证 但其实都只是表象 这些职业级中 年龄小于三十岁的 不超过五人 其中多是上了年纪 潜力耗尽的御师 而御图的数量 如今也已经不过八九百位 其中主场馆五六百 分场馆三四百 要知道 兵吃道场 作为落日道场联盟的 理事道场 地区性的超级道场 昔日最鼎盛的时候 下设分场馆十三家 门徒数量超过万人 可如今 分场馆已经一家家关停 如今更是只剩下 落日要塞中 尚存三家 分别由三位大师坐镇 门徒数量更是少得可怜 连最鼎盛时 一家分场馆的门徒数量都不如 偌大的主场馆 平日里看起来 更是空空荡荡的 这就是那些 窥去道场联盟 理事席位的道场 这些年接连打压的结果 而 职业级买至大师级的诞生 离不开新鲜的血液 离不开大量的御图的基石 这样下去 等到道场这些 上了年纪的职业级 大师级御师 垂垂老矣 甚至死去 兵吃道场 甚至可能面临被 道场联盟 其他七家理事道场 剥夺理事席位的可能 尽管兵吃道场的一票否决权 在大多数情况 都是绝佳的护身符 但为了防止理事席位的理事 已经无法胜任这个重要职务 却不更替的情况发生 联盟还产生了一项弹劾机制 只要七家理事道场 共同弹劾一家理事道场 就能进入弹劾流程 只要取得 道场联盟成员 道场半数以上的选票 就可以直接将 这家理事道场的席位剥夺 尽管这种情况 在道场联盟建立的数百年来 只出现过区区一次 但也确实真正出现过 秦复明实在不愿意 真的闹到这一步 因此 哪怕面对苏桓有些夸大的言辞 他还是耐着性子听下去 我知道道场主觉得我言过其实 我这么说 自然不是信口开河 道场主 不如看看这份 我偶然得到的情报 苏桓将手上的通讯器 递给秦复明 秦复明接过来一看 神情瞬间一变 而且变得越来越凝重 苏桓对这一幕早有预料 继续开口道 血液道场 常兰道场已经暗中和雪无道场 结成战略联盟 共同探索前二者发现的超大型秘谛 这件事尽管还未官宣 相信道场主很容易辨别真假 另外 寒地道场也计划和冰年道场 共同牵头组建雪矿工业联合会 一起共同制定雪矿式的挖掘 写链乃至销售市场规则 相信道场主能够从中看出些什么 秦复明退还了苏桓的通讯器 自己拿出通讯器 拨打了一个电话 一番询问后发现事实果然如此 面色更加沉郁 下面的人是怎么做事的 这种消息都不知道 不光是这些乌漏偏逢连夜雨的消息 更是对这种消息还是通过外人获知的 让他很恼火 其实这也怪不得冰驰道场的人 这两则消息都是苏桓高价 从冰与集会的情报市场买来的 苏桓这些天对冰驰道场异常关心 自然不会遗漏任何相关情报 而且这两件事恰巧都是今天早上一起发生的 要说相互之前没有串联 根本不可能 冰岩道场和雪无道场 正是道场联盟中 维尔德两家还在支持冰驰道场的李氏道场 可就在今天 这种支持也已经名存实亡 这也是血液道场赶上门伤人的原因 联合冰驰道场处境相仿 同样没有超贯大师坐镇 因此一直力挺冰驰道场的雪无道场都离他而去 这是秦复明万万没想到的 一种被背叛的苦楚感顿时营绕心头 所谓财帛动人心 一个超大型密地共同探索的利益转让 就让雪无彻底放弃冰驰了 秦复明悠悠叹了口气 将目光转向苏桓 示意他继续说 第613章 解决危机的方式 看来道场主是初步相信这件事了 我就说说我的看法吧 以冰驰道场目前的实力和处境 想要保住李氏席位 看起来困难无比 实际上却并不难 苏桓笑着道 哦 秦复明文言有些诧异 不过心里更多的 却是不以为然 觉得苏桓是在大放厥词 冰驰道场 尽管实力已经大不如从前 甚至连血液 三家并非李氏道场的道场 都大有不如 但依然有七冠大师作证 有十多位大师 并没有彻底没落不堪 担当一个李氏席位 还是足够的 秦复明静静听着 对苏桓这些话倒是颇为认同 历史上并不是 没有出现过李氏道场没落的事情 但那些道场 大都没有被剥夺这个席位 可以想到 冰驰道场现在的惨状 不时心中栖栖然 现在之所以面对如此处境 最主要的就是没有强有力的支持者 或者说盟友 苏桓继续道 这些我自然知道 难不成你能给我变出盟友来 秦复明皱眉问道 冰驰道场落的今天的处境 也是有缘由的 作为资深的李氏道场 原本的冰驰道场 与其余七家李氏道场中 超过一半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而那些道场 如今却加入了血液 常览 寒地道场制裁 打压冰驰道场的行列 实在让人心寒 归根结底 原因就出在利益上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事情还是从十多年前开始的 那时 冰驰道场尽管已经没落 但最后一只灾祸种层次的守护育虫 尚没有离世 尽管垂垂老矣 但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威慑力 哪怕已经老去垂死的灾祸种 也不是噩梦种能够匹敌的 那时 血液道场这种角色 根本不敢打冰驰的主意 但冰驰道场所掌握的 有关落日冰川的秘密 却引来了同为道场联盟 冰驰道场的那几个天然盟友的亏去 常年累月的交易 各种来自落日冰川的 特产资源的稳定输出 已经让那些天然的合作伙伴断定 冰驰道场掌握者猜出了 冰驰道场所掌握的秘密 对于落日冰川的开发 一直都是落日要塞 各大势力最上心最重视的事情 不过落日冰川中 栖息的数量庞大的高层次危险生物 让落日要塞的各大势力的屡次探索 往往得不偿失 这样一比起来 已经彻底落寞的冰驰道场的表现 就看起来尤为显眼了 几大李氏道场联合起来 在李氏会议上 向冰驰道场提议 共同开发落日冰川的合作方案 言外之意 就是让冰驰道场共享秘密 冰驰道场对于这种 夺取自己安身立命之本的事情 自然不会应允 直截了当地拒绝 甚至放缓了 从落日冰川 获取资源的频率的数量 而后 李氏道场又数次提及这件事 依然遭到了拒绝 自此 双方的盟友关系开始出现裂痕 直到数年前 灾祸种守护育宠慈室 那些盟友瞬间变了嘴脸 明里暗里打压冰驰 甚至暗中支持血液三个 早就对李氏席为心怀亏懼的家伙 从各种方面挑战冰驰道场的地位 如此 一直将持到今天 除开冰岩 雪屋 两个与冰驰道场渊源极深的道场 另外五大道场和冰驰道场的关系 都已经降至冰点 如今就连最后的两大盟友 都选择了背叛 无亲的地步 别说盟友 恐怕日后在道场联盟的打压下 就连敢跟他们合作交易的势力 都会变得屈直可数 毕竟在整个落日妖赛地区 道场联盟的势力和影响力极大 几乎不下于远近闻名的兵与集会 属于仅次于执政会的霸主级势力 只不过道场联盟的结构较为松散 各自为政 没有直接的同属关系 实力难以整合 如果整合起来 绝对是整个落日妖赛地区 势力庞大程度 仅次于执政会的霸主势力 我当然没办法变出盟友来 不过 我有办法 让兵萨会全力支持兵驰道场 有了兵萨会的支持 别的势力 也不敢明目张胆地 打压兵驰道场 兵驰道场也能缓口气 只要缓过这几年 一旦道场主你 晋级抄冠 一切问题 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苏桓笑秘秘道 描述了一番美好的前景 秦赋明文言表情十分精彩 夹杂着诧异 将信将疑 和一丝丝期待 你能说服 兵萨会支持兵驰道场 你难道是兵萨会的人 不对 兵萨会也在落日要塞 兵萨会的大师我并不陌生 没道理我不知道你 秦赋明一脸的疑惑 看着苏桓的眼神 已经充满了怀疑 对于能够得到兵萨会的支持 秦赋明自然是乐意之志的 兵萨会是以一种 名为兵萨鲁斯的 噩梦种为主力育宠的 大师组成的势力 也因此而得名 作为掌握从危险种 一直进化到超级 噩梦种兵萨鲁斯的 完整蜕变途径的势力 兵萨会并不缺乏 噩梦种御宠 因此势力极为强悍 是落日要塞 当之无愧的顶尖霸主 尽管不及道场联盟和兵语 集会势力庞大 但在顶尖战力上 还要超出不少 兵萨会的七冠大师 就足有十多位 超冠大师不下五位 这无疑是个惊人的数字 有这样一股强有力的援军 兵萨会面临的困境 暂时将迎刃而解 不过秦复明 不认为面前的陌生大师 有这个能力 能够让兵萨会选择 支持兵萨道场 兵萨会向来保持中立 意味隐隐 超然 我并非兵萨的人 不过 我有他们无法拒绝的诱惑 什么诱惑能让兵萨 会改变一贯中立的立场 秦复明嘴上发问 但脸上的质疑十分明显 苏桓笑道 解决卡鲁斯蜕变 进化成兵鲁斯不稳定的方法 我相信这个东西 兵萨会根本无法拒绝 缩还信心满满 这就是他昨天偶然看到的消息 兵萨会常年 天价悬赏解决卡鲁斯蜕变 进化为兵鲁斯不稳定的办法 什么 怎么可能 这个问题已经困扰兵萨会数百年了 要是能解决 也不会等到今天 兵萨会掌握终极恐怖种卡鲁斯 蜕变进化为 顶级恐怖种兵鲁斯的蜕变途径 几乎人尽皆知 不过这种蜕变 却是不完美的 有着很严重的缺憾 会导致蜕变过程成功率降低 而且通过这种方式 蜕变成功的兵鲁斯 也很难继续蜕变为 噩梦种层次的兵萨鲁斯 似乎会有损进化潜力 这也很大程度上 限制了兵萨会高层战力的出现 否则兵萨会的高层战力数量上 还能膨胀一倍以上 而兵萨会却掌握着 兵鲁斯稳定蜕变为 终极噩梦种兵鲁斯王 来至超级噩梦种 兵萨鲁斯的完整途径 因此 对于无法拥有卡鲁斯稳定 蜕变为兵鲁斯的途径 一直都很耿耿于怀 甚至颁布了 解决这个缺陷的天价悬赏 一直悬赏了上百年 甚至直接言明 能够帮助兵萨会解决这个问题的人 将获得兵萨会永远的 有益 是真是假 事实不就知道了 苏桓看着秦复明的双眼道 眼中没有一丝虚心 满是自信 旧日龙点出品的蜕变途径 还能有假 秦复和苏桓对视了两久 最终名臣声道 如果是真的 你就是我们兵驰道场的恩人 有什么要求 尽管提 如果我要落日冰川的秘密 你也给吗 这 秦复明一时语色 说笑的 我的要求很简单 我要你们兵驰道场捕获的那只冰霜龙女 秦复明文言大惊失色道 你怎么知道 我们捕获了冰霜龙女 猜的 苏桓一看对方这表情 就知道自己的判断是对的 对方果然捕获了 那只寻宝地龙 感知到的冰霜龙女 第614章 卡鲁斯蜕变 以卡鲁斯蜕变 进化成冰鲁斯的蜕变途径 交易 是苏桓在看到冰萨辉的悬赏后 做出的决定 比起他原先设想用来交易的东西 这是成本最低的一个 和灰野荒原蜕变途径 几乎绝技的情况 相比 外界 特别是七大要塞程系 蜕变途径同样稀少 也并非不存在 大多数出过超贯大师的势力 或多或少 都掌握着噩梦种层次的蜕变途径 就连顶尖的大师级势力 不少也掌握着恐怖种 危险种的蜕变途径 当然 蜕变途径依然罕见 普通人是根本无法接触到的 甚至一些没有势力 组织 独行课的大师 也无法接触到 通常只有各大掌握 蜕变途径势力的 嫡系核心 才有资格 接触到蜕变途径 兵吃道场就掌握着 超级恐怖种 寒帝赤龙 进化为高级噩梦种 寒冰赤龙的蜕变途径 不过更高层次的进化为 兵吃的蜕变途径 就为掌握了 兵吃可是灾祸种层次的育宠 如果 兵吃道场能掌握这种层次途径 也不会沦落到 连一条兵吃 一位超贯大师都没有的劲敌 不过 兵吃道场掌握 寒冰吃龙的蜕变途径 是很隐蔽的 并未像冰萨会一样 大张旗鼓地宣扬 苏桓 还是通过高价买到的情报得知 冰萨会之所以将他们所掌握的 蜕变途径宣扬出现 也是处于想要解决 卡鲁斯蜕变隐患的问题 若非如此 同样会三肩齐口 保守秘密 毕竟一条完整的蜕变途径 相当于是一个 势力长生不衰的基石 若非迫不得已 根本不愿透露 大多数都是像刘金城一样 严守秘密 生怕被旁人亏去 原本苏桓了解到这个情报后 甚至还考虑过 是否以寒冰吃龙的 再次蜕变途径为价码 已从冰吃道场中 得到冰霜龙女 不过后来这个方案被他否决了 尽管就日龙点中 有着高级噩梦种寒冰 吃龙蜕变进化为 超级噩梦种雪吃的 蜕变化龙途径 但苏桓考虑到 这条蜕变途径的价值太高 很容易引起严重的后果 于是否决了 要知道 就连冰萨会 也只掌握着 终极噩梦种冰鲁斯王 蜕变成超级噩梦种 冰萨鲁斯的蜕变途径 拥有着源源不断的 超级噩梦种冰萨鲁斯 以及借此成为 七冠大师的强者出现 从而由此成为 落日要塞系 首屈一指的大势力 可见 这种层次的 蜕变途径的价值 至于低级恐怖种卡鲁斯 蜕变为 顶级恐怖种冰鲁斯的 蜕变途径 相应价值上 就小得多了 至少自己一个实力 近乎接近五贯 大师的御师拿出来 并不会显得太过突兀 甚至引来不必要的亏趣 尽管尚未验证苏桓口中的 解决卡鲁斯 进化缺陷的方法的真实性 但秦复明还是同意了 苏桓先看到 冰霜龙女在交易的条件 尽管打算 以蜕变途径作为交易 但苏桓自然不见兔子不撒鹰 以免最后做了 亏本生意没出说理 这里毕竟是雪国要塞程系 红魔道场 尽管有办事处 但却鞭长莫及 雪国要塞程系是 很排外的 如果外敌入侵 绝对会移之对外 红魔道场 哪怕是地狱性的顶级霸主 但还没有对一个 要塞程系施压的实力 所以 此行 苏桓的宗旨 就是能狗就狗 顺利让兵士龙女完成 蜕变就行 很快 苏桓跟着秦复明 来到了位于 兵吃道场地下 深处的密室中 看到一只 被关在兵牢里的美丽生物 它蜷缩在兵牢的 一角 哪怕身体蜷缩 也不比正常人矮 站起来 恐怕能有四五米高 它身体类似人类 但浑身 却被冰蓝色的金体覆盖 像是披上一副 轻巧 冰晶甲皱的女战神 从脖子以下部位 开始包裹到腿部 和人类外观 有所差异的是 她的额头上 长着几根不算锋利 但充满威严 还绕在一起 像是一个王冠一样的 冰蓝色龙角 她的眸子 也是冰蓝色 皮肤 都带着淡淡冰蓝的光泽 看着有人接近 脖子里 闪烁着一丝忧郁的神情 苏桓一眼就认出了 面前的生物 赫然就是一只成年的 冰霜龙女 她内心颇为激动 表面上却不动声色 只听秦复明开口道 这就是冰霜龙女 从落日冰川里 被抓到这儿 也有半年了 不过一直不肯被收服 十分倔强 我们打算继续关着 摸摸她的性子 一年后再做收服 只要你的办法有效 让我们成功和冰萨 会搭上关系 她就是你的了 任你处置 除此之外 你还将是我们 冰蚩道场永远的朋友 贵客 秦复明一脸郑重地 看着苏桓道 你们冰蚩道场 有没有完全期的卡鲁斯 我都问了一句 有 当然有 卡鲁斯作为雪国要塞 城系北方的常见狱宠 可不是冰萨会的专利 我们冰蚩道场 也有收服卡鲁斯 作为主力狱宠的御师 那就好 去找一只来 另外 去买一些材料 苏桓开口道 具体是冰蓝绝一株 黑冰章鱼的体表年夜 1600毫升 秦复明听着听着 眯起了眼 这些事 作为同样掌握着一条 蜕变途径的道场 秦复明对着这些 类似蜕变材料的东西 并不陌生 他已经对苏桓的办法 隐隐有了猜测 不过并没有多问 而是记下了苏桓所说的材料 让自己的女儿 冰蚩道场的另一位大师 苏桓 曾经见过的秦兰 亲自去准备这些虽然手件 但还不算罕见的材料 没多久 秦兰就已经凑齐了材料 一只卡鲁斯 也被召集到冰蚩道场的 内部实验室 待命 苏桓 秦复明和秦兰三人 站在玻璃窗外 静静看着实验室内的卡鲁斯 就在几分钟前 这只卡鲁斯 已经服下了 蜕变秘药的前药 此时正在进行初步的蜕变 主要的材料 也已经准备完毕 而卡鲁斯的蜕变仪式 也很简单 需要在极热环境进行蜕变 因为卡鲁斯在蜕变过程中 会引发自身血脉 机体乃至细胞的冻结 必须要以烈热的环境进行中和 延缓这种情况 以成功化龙 而冰驰道场 尽管以冰系御宠为主 但却掌握着一个小型的火系 尼地 提供给卡鲁斯蜕变进化的环境 绰绰有余 第615章 冰霜龙女的祝福 两天后 苏桓离开了落日要塞 再次朝着落日冰川中进发 一天前 冰驰道场的卡鲁斯蜕变实验 便完美结束 经过冰驰道场特聘来的培育师的认定 这只由卡鲁斯蜕变来的冰鲁斯 并没有任何先天缺陷 甚至种族潜力 在自然中的冰鲁斯 也属于优秀行列 折让冰驰道场大喜过望 直接拿着蜕变途径 就找上了冰萨会 又经过了一天 尽管苏桓不知道 其中具体发生了什么 但几个小时前 冰萨会已经正式宣布 和冰驰道场结盟 任何对冰驰道场的打压和针对 制裁行为 乌士同对冰萨会的挑衅 有着冰萨会支持 谢爷等三大道场 和同为道场联盟 冰驰道场长松了一口气 而苏桓也成功得到了冰霜龙女 冰霜龙女 此时就被装在当初强威 老师赠予自己的 那枚活性空间奇物当中 原本 冰驰道场 还怕苏桓表现出的 不过二贯大师的精神修为 控制不住战斗力 在低级噩梦中中 绝对堪称顶尖的冰霜龙女 但当苏桓召唤出 风雷将士龙一爪子 就压得冰霜龙女 无法动弹 只能老老实实走进 活性空间后 都一阵目瞪口呆 纷纷猜测苏桓的实力 恐怕远不止如此 能遇使风雷将士龙 这种传闻中的 噩梦种遇宠 她的实力 至少能当一位 武官大师来看待 而苏桓此时 正打算带着冰霜龙女 返回落日冰川 当然 冰式龙女的蜕变 其实根本不需要 进入落日冰川 这是冰霜龙女的要求 由于需要对方的祝福 来完成一事 苏桓不得不答应 冰霜龙女的祝福 和人类的口头祝福 完全不是一回事 必须冰霜龙女 自己心甘情愿才行 冰霜龙女的祝福 是冰霜龙女一族 古老的能力 或者说 仪式 需要成年的冰霜龙女 消耗自身的本源力量 为幼年的冰霜龙女 施加这种祝福 通常只出现在冰霜龙女 和自己的后代中 而且冰霜龙女一生中 进行祝福的次数是有限的 最多只能三次 而且每次的效果都会递减 因此 基本上不可能有外族 能够得到这种祝福 获得冰霜龙女祝福的后代 将拥有比他人 更快的成长速度 和更大的潜力 如果冰霜龙女本身不愿意 苏环哪怕打死他 也无法得到他的祝福 目前 冰霜龙女祝福这种特殊的能力 似乎并没有被御师界所发现 加上这只冰霜龙女 还没有过后代 因此 冰式龙女能获得 效果最强的初次祝福 这也让苏环耐着性子 满足了冰霜龙女 不过分的要求 其中就包括 带他返回位于 落日冰川的栖息地 中年被暴风雪 所笼罩的落日冰川上 苏环承其在变形 蛇怪龙所变的 冰原魔狼的背上 跋涉着 寒冷亲人心脾 深入骨髓 若非阴影带雄化身阴影后 移动速度太慢 苏环很想带着寻宝 地龙躲进阴影带雄的 阴影口袋里 作为特殊空间 那里面的温度 长期保持 和阴影带雄的体温一样 在这种暴雪天气中 躲在里面 绝对撑得上舒服 不过 为了尽快赶回寒烈山谷 苏环只能承其 对暴风雪天气 更有抵抗力的冰原魔狼 又经历了近两天的时间 苏环才重新回到寒烈山谷 回到冰霜龙女 栖息地 那处冰冻中 回到冰冻中 将冰霜龙女 从活性空间中放出来 冰霜龙女 显得颇为兴奋 在强大的精神立场的支撑下 在山洞中 飞了好几圈 苏环 尽管完全了 约定 但却没有去催她完成沉默 为冰士龙女 进行祝福 忽然 冰霜龙女 错愕地发现 自己放在冰冻深处的床榻 那一大块 寒玉冰精 竟然不翼而废 发出了十分气愤的吟叫声 苏环和寻宝 地龙眼睛 四处打亮着冰冻 装出一副第一次来 很好奇的模样 以免暴露寒玉冰精 已经被自己收入囊中的假象 这块寒玉冰精 苏环是准备用来打造奇物的 自然不可能 好心还给冰霜龙女 气愤了好一阵 冰霜龙女 这才想起正事来 让苏环召唤出 需要施加祝福的御宠 冰士龙女 出来吧 快见见你的前辈 苏环 连忙将冰士龙女召唤了出来 冰霜龙女 看着外表和自己 有着几分相似 而且血脉力量 也与自己相近的冰士龙女 眼中柔和了几分 当即飞到冰士龙女面前 就准备开始祝福 等一下 苏环连忙阻止了她 现场配置起 蜕变秘药的主要来 很快 主要配置完毕 苏环一把 递给冰士龙女 让其服下 现在可以开始了 苏环见冰士龙女 一滴不胜地喝掉后 对着面露 好奇等候在一旁的冰霜龙女道 此时的冰士龙女 在外形上 已经和冰霜龙女 极为相似 也有两米多高 以苏环几乎高了半个身子 冰士龙女 在服下 蜕变秘药主要后 主要的药性 瞬间引爆了 冰士龙女的血脉因子 原本就达到了 种族极限的血脉 顿时在药性的引导下 开始飞快 朝着更高层次 蜕变进化 不过这个改变的过程 是缓慢的 而秘药的药性 又是磅礴的 如果没有外力介入 冰士龙女 很可能无法 短时间内消化完药性 导致蜕变改造失败 冰士龙女的神情 颇为痛苦 显然密药的磅礴药性 已经开始产生作用 让缺乏一世的它 难以承受 就在此时 冰霜龙女 飞进冰士龙女 张开了双手 像是拥抱一样 要抱住冰士龙女 但并没有抱食 而是虚抱 让人惊诧的一幕出现 在冰霜龙女身上 竟然出现一道 像是灵体一样的 虚幻的冰霜龙女虚影 这道能量体形成的虚影 一离开冰霜龙女身体 就缓缓朝着冰士龙女飘去 仅仅将冰士龙女抱在怀里 随后缓缓融入 冰士龙女体内 整个过程极为缓慢 但冰士龙女脸庞上的痛楚 却像雪花笑容一样消失 整个蜕变过程 变得十分稳定 无数冰雪凝聚 纷纷将冰士龙女包裹其中 几乎无法失误的冰雪中 依稀可见 冰士龙女的身体 肉眼可见的缓慢拉伸 舒展 体表的冰精 开始朝着类似冰霜龙女的冰蓝色转变 苏桓知道 最主要的仪式过程 已经完美结束 接下来的蜕变 应该会顺利完成 她耐心等待着 一天以后 一只足有三米多高 除了个头矮了一些外 外形和这只野生冰霜龙女 几乎有九成相似的身影 从消散的冰雪中走出来 她的脸上 有着雪花般的花纹 眉心 是一朵点缀的冰花印记 印记 闪烁着冰蓝色光芒 和体表的冰精甲皱般的保护层 焦香灰印 配合神秘的冰蓝色眸子 和头顶的龙角冰棺 看起来十分神秘美丽 苏桓感受了一下冰霜龙女的气息 语气颇为激动 好 很好 冰霜龙女的成长阶段 竟然保持在了成长默契 蜕变结果比延续龙和风雷降噬龙 百只寻宝地龙蜕变时还要成功 不枉费她一番 辛苦 第616章 西能树龙的蜕变契机 你自由了 苏桓对着一旁目瞪口呆的冰霜龙女道 对于冰是龙女 蜕变成冰霜龙女这种事情 显然超出了冰霜龙女的理解范围 直到苏桓开口 这才反应过来 莹莹 冰霜龙女表达了谢意后 询问苏桓是否要离开了 是的 我现在就要带着冰霜龙女离开了 我会按照约定 还你自由 不过 我希望你能够搬走 不再留在这里居住 毕竟你是在附近被冰吃道场抓住的 不能排除他们 下次再来这里捕捉你 而我可不大可能第二次救你 苏桓淡淡道 其实苏桓也想过 要不要违背约定 把冰霜龙女带回响雷要赛城 无论是送上拍卖会 还是交给道场 都是一笔不错的买卖 不过最后 她还是打算信守沉默 毕竟冰霜龙女 也顺利地帮助冰是龙女 完成了蜕变 自己这一次的目的 也算顺利达成了 盈盈 冰霜龙女点了点头 事宜自己会返回 位于寒烈山谷深处的 龙族栖息地 苏桓点了点头 带着属于自己的冰霜龙女 和寻宝地龙 离开了这处冰洞 可她还没有走远 冰霜龙女却追了上来 飞到近前 对着刚刚进化完成的 冰霜龙女 一阵低语 冰霜龙女 对一脸疑惑的苏桓解释了一番 你是说 她希望我能够和她 前往寒烈山谷深处 有礼物送给我们 苏桓文言 表情有些古怪的问道 盈盈冰霜龙女表示没错 就是这个意思 苏桓思索了一下 点头同意下来 考虑这只冰霜龙女 一路上并没有表现出 多少攻击性 哪怕被冰吃到场 囚禁了半年 也没有表示出 对人类特别的憎恶 加上直接是解救她的人类 她应该犯不着暴露自己 所以 这趟的危险程度 应该不高 加上她也对冰霜龙女的礼物 有些好奇 于是同意 跟着轻车熟路的冰霜龙女 苏桓 足足花费了大半天时间 一路上有惊无险地 来到了寒烈山谷深处 这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不由 让苏桓心惊胆战 也暗暗庆幸 第一次探索寒烈山谷 寻找冰霜龙女的踪迹时 没有选择直接深入 越深入寒烈山谷 出现的危险生物层次 也变得越高 甚至 到了后来 噩梦种几乎随处可见 反而是恐怖种不太常见 而且几乎彻底沦为了食物链的底层 最终 冰霜龙女带着苏桓 来到了一处在冰天雪地里 尚未冻结的冰壶 这处冰壶出现的有些突兀 落日冰川里的河流湖泊 几乎都被冻成冰层 窒息在其中的动物 几乎只能靠融化冰雪来获取水分 这处冰壶的出现 确实有些诡异 待寒烈山谷这种气温状态下 别说冰壶 就是冰海 恐怕也会被彻底冻成冰层 可随着苏桓跟着冰霜龙女 走进冰壶 却震惊地发现 这根本不是冰壶 而是流淌的冰系能量 湖泊 一眼看不到边际的冰壶中 流淌的湖水 全都由高纯度冰系能量 组成能量纯度之高 甚至远超当初 让苏桓大赚一笔的 高纯度能量晶体 几乎接近更高层的能量业级数 所谓能量业 就是介于能量晶体 和能量原业之间的能量形态 噩梦种层次的瑰宝 苏桓放眼望去 不由神情呆滞 也丝毫不为过 如果消息放出去 恐怕无数大师 超贯大师 甚至大师之上的强者 也会纷纷出手争夺 当然 苏桓此时 心里想得 却并非是这一大片能量业湖泊 能有多大的价值 而是在想 西能树龙化龙蜕变的事情 如今由于西能树龙的能力 无法满足 噩梦种同伴的食物 所需 风雷 降世龙 冰神狼的配方食物 已经全靠苏桓自己准备 原材料搭配配置 西能树龙的蜕变化龙 已经刻不容缓 但苏桓之所以选择 让冰霜龙女 鲜化龙蜕变 而非更急迫的西能树龙 纯粹是因为 西能树龙的最后一样 蜕变条件无法满足 那就是在海量能量业 堆砌成的环境里 完成蜕变仪式 能量业 哪怕在响雷要塞城 也属于珍稀资源 想要凑齐西能树龙 蜕变化龙所需的 海量能量业 以苏桓目前的财力物理 以及身份地位 也难以实现 因此 只能选择暂时将 西能树龙的蜕变搁置 只是在离开响雷要塞城时 吩咐天运公司 全力收购各类能量业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难以凑齐的能量业 竟然以这种方式 出现在面前 真是得来全部费功夫 如果说救下冰霜龙女 并给予她自由 让冰市龙女 顺利蜕变化龙氏 稳赚不赔的买卖 那再加上眼前 完全能够提供 西能树龙化龙蜕变的能量湖泊 那就是血转了 毕竟西能树龙蜕变 一世所需的能量业 可没有限定种系属性 冰系的能量业 也能够满足条件 可就在苏桓准备跟着 冰霜龙女 踏入冰湖湖畔时 一阵铺天盖地的威压 突然降临 让苏桓大惊失色 这阵威压的强悍程度 绝对不下于自己曾见过的 强威老师的牵眼狩猎者 这也表明 来者是灾祸种 以上层次的危险生物 还真是乐极生悲啊 苏桓不由一阵心头发苦 心理开始盘算 等到千军一发之际 就利用西能树龙的虚空穿梭逃命 尽管在落日冰川中 使用虚空穿梭 几乎可以肯定会面临 迷失方向 但面对远超 自己应对范围的灾祸种 苏桓也只能选择 这最后的逃命方式 大阵铺天盖地的威压 这阵威压的威压 同时飞速接近 苏桓神情有些苦涩 一头灾祸种 就只能让自己拼死逃命了 还一下来了几头 苏桓不再迟疑 当即召唤出西能树龙 准备先溜未尽 逃跑速度 哪怕是风雷降噬龙 肯定也不及灾祸种 只能用虚空穿梭 来逃命 也有一线生机 这处能量湖泊的位置 他已经记下来了 只能等下次 再偷偷前来取一些能量元叶 可还没等西能树龙 带着苏桓钻进无音虚空 冰霜龙女 却轻轻拉住了苏桓的衣袖 迎迎迎迎迎 致两只冰霜龙女 一阵交流 你说他让我等等 对方没有恶意 苏桓有些诧异问道 因冰霜龙女似乎很肯定 苏桓还在迟疑 纠结着 是走是流 一阵狂野的冰雪 已至 不用纠结了 这一下想走也没戏了 苏桓看着已经遮天蔽日 出现在自己头顶的巨舞 苦中作乐道 第617章 冰霜龙女的长辈 冰雪 飞快笼罩了苏桓周围的空间 若非两只冰霜龙女 一起撑起了冰墙屏障 恐怕苏桓已经被冻成冰陀了 随着冰雪的出现 几只带来 这可怕冰雪的身影 也已经有远极近 出现在苏桓头顶的高空上 苏桓没有顾及此时的险境 抬头眺望 一时愣住了 只见那几个身影 体型并不庞大 但却充满了 惊心动魄的神秘魅力 这是冰霜龙女的净化种族 灾祸种 急冰龙女 苏桓神情震惊 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急冰龙女 而且一 二 三 苏桓一数 更加震惊 竟然足足五只 在她步入大师级领域后 解锁的海量高级知识里 恰好就有冰霜龙女的 再次蜕变途径 而其中最让苏桓印象深刻的 就是急冰龙女 急冰龙女 是十分罕见的急变灾祸种 所谓急变种 指的是灾祸种中 蜕变难度最高 蜕变次数最少 但先天实力最强的种族 这些种族生来便 屹立在灾祸种之巅 先天就比经过两次蜕变的突变种 或者经过一次蜕变的急变种更强 堪称灾祸种中得天独厚 受到上天眷顾的种族 而急变种 大多数时候也是超贯大师 最顶尖的那一群人 王冠大师们的象征 就连他的老师 燃烧蔷薄维威妮 也没能真正收服 一只急变种育宠 这种种族的珍稀罕见之处 可见一斑 当然 并非说急变种 就一定强于 优越于突变种 哪怕突变种中 有并非没有能和急变种抗衡的种族 就如老师的赤红龙 就是完全能跟急变种抗衡的突变种 突变种成长阶段 蜕变三次 大致相当于 急变种成长阶段 蜕变一次后的实力 而赤红龙是少见的 拥有四次蜕变形态的种族 经过数次蜕变 变成胶岩赤红龙形态后 甚至比经过一次蜕变的急变种 还要强 近乎接近一些罕见的 拥有两次成长蜕变阶段 一共三个成长阶段的急变种 当然 大多数突变种 都只有一次成长蜕变形态 除了 先天形态后 经过一次成长蜕变 就是完全形态了 拥有两次成长蜕变阶段的急变种 无比罕见 苏环看到面前的疾病龙女 之所以如此吃惊 便是因为 急变龙女恰好就是 拥有两种成长蜕变阶段的急变种 经过一次成长蜕变后的形态 为掌握急含冰叶的急叶龙女 而急叶龙女 还能够再一次蜕变为 掌握领冬的领冬龙女 领冬龙女 是领寒和冰雪的化身 能将大地冰封 阳春三月变成冰天雪地 彻底冰封一座城市 将之化为冰雕 也不费吹灰之力 这也是苏环 想让冰霜龙女 继续蜕变的目标 而今天 苏环却看到了自己的目标 或者说 梦想 竟然照进现实了 被数位急叶龙女包围 是怎样的感受 苏环有些无法用言语描述 不过他能够肯定的是 如果有的选择 苏环宁愿选择不遇见自己的梦想欲宠 如果他没看错的话 这几位急叶龙女领头的 那只带着黑兵王冠 身披黑夜帷幕般的能量杀群的龙女 应该就是急叶龙女的一次蜕变形态 急叶龙女 之所以苏环能够看出来 实在是这只急叶龙女 一身黑色的造型 实在和旁边如同白雪一样的急兵龙女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那只急叶龙女 只是轻描淡写地扫了苏环一眼 就快要让苏环的心脏骤停 那是来自高等生物的威亚 苏环一介小小的二贯大师 根本无力承受 打怕他的真实实力 足以媲美五贯大师 但面对灾祸种 而且是灾祸种中的贵族级变种 还是经过一次成长蜕变的急叶龙女 实在没有任何招架之力 这可是急叶龙女 就连老师经过三次形态蜕变 已经蜕变成第四成长形态 烈焰赤红龙的第一主力育宠 面对这只急叶龙女 也大概率不是对手 三次蜕变的突变种 也只是具备接近一次蜕变即变种的实力 而非完全等同 经过一次蜕变的即变种 通常被称之为王冠大师的主力 这是衡量王冠大师实力的标准 老师虽强 但尚未具备王冠大师的实力 这是公认的 整个红魔道场 王冠大师也只有一位 也就是赤魔评议会的首席 他同样也是红魔道场地位 仅次于道场主的大人物 那只野生的冰霜龙女 看见极叶龙女 似乎有动粗的迹象 连忙在精神立场的作用下 漂浮向高空中的极叶龙女 嘴上银银银的叫着 似乎在解释什么 过了一会儿 天空中的四位极兵龙女 和那位极叶龙女 同时收敛了气势和威压 带着野生冰霜龙女 降落地面 站在苏桓面前 苏桓此时才知道 极冰龙女和极叶龙女的体型 似乎和冰霜龙女相差不大 不过对于极冰龙女 这种特殊的灾祸种而言 体型并不是衡量实力的绝对因素 以他们对冰雪力量的自我 等轻易击败大多数体型 巨大若山脉般的灾祸种 苏桓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 他静静地看着面前的极叶龙女 沃默等待着审判的到来 他现在只能寄希望于 被自己解救的冰霜龙女 不要太坑 哪怕不给自己礼物 也就算了 让自己安全离开就行 如果这也做不到的话 就只能在生死关头 尝试让极能树龙带着自己 钻虚空跑路了 所幸 极叶龙女和极冰龙女们 默默注视了苏桓一番后 微微点了点头 一个清脆悦耳的声音 出现在苏桓心底 我已经听这孩子 说起了经过 要谢谢你救了这孩子 你 你是极叶龙女 苏桓神情猛的一阵 顺着那个出现在 自己心底的声音问道 没错是我 冰霜龙女是你的 是我的孩子啊 你怎么问这么奇怪的问题 整个寒烈山谷的冰霜龙女 都是我的孩子 苏桓文言 这才想起来 旧日龙点中对 极冰龙女一族的描述 繁殖能力极为低下 绝大多数极冰龙女 都是由冰霜龙女 经过漫长的岁月 以及优胜裂胎进化而成的 很少有自然出生的 极冰龙女出现 这是灾祸重 灾难种 及其以上层次的危险生物的通病 通常一生也 无法繁殖几次后代 甚至一次都没有 也有可能 这也是灾祸种 极其罕见的原因 也是苏桓一下看到 四只极冰龙女 和一只极叶龙女 如此震惊的原因 第618章 冰湖中的蜕变 经过冰霜龙女的解释 苏桓的身份 立马从闯入者 变成了极冰龙女们的客人 而且被允许 从这处冰系能量叶 组成的湖泊中 采集能量叶 得到允许后 苏桓也不客气 当即抓住机会 开始了西能树龙的 蜕变化龙 西能树龙的蜕变 已经是当前最为迫切的 作为整个育宠阵容的 后勤部长 西能树龙 能否成功蜕变化龙 关系着大家伙的口粮 是否还能够高品质地保持 尤其是风雷将士龙 丁神狼 西能树龙的能力 以及无法支撑他 接触恶梦种层次的 食物 能量果实 因此 这些天理 风雷将士龙 和丁神狼的培育食物 是要大打折扣的 全都由苏缓手动配置 自然远不如 西能树龙的天赋能力 西能树龙的 蜕变材料 早就已经凑齐 尽管材料都极为罕见 但背靠 红魔道场这座大山 至少在恶梦种层次的 蜕变化龙材料 是不难凑齐的 如果更进一步 灾祸种层次的材料 恐怕就有些难度了 毕竟整个红魔道场 也才只有寥寥几位超贯大师 而恶梦种 蜕变为灾祸种的 蜕变化龙材料 五花八门 种类繁多 而且大都很罕见 单靠红魔道场 恐怕是很难行的通了 不过 灾祸种现在距离苏缓 还很遥远 如今唯一有潜力 蜕变为灾祸种的 就只有风雷将士龙 毕竟风雷将士龙 已经成长末期了 更进一步的蜕变化龙途径 已经不出意外的解封 不过其中的材料 很多苏桓都是 闻所未闻的 就算能够遇到 价值也不是苏桓 现在能够承受的 灾祸种的相关材料 已经一定意义上 超出世俗的界限 属于另一个特定层次的圈子里 流通的物品 哪怕普通大师及御师 也很难接触到 恐怕也只有 到了七贯大师层次 距离超贯 只差最后一步的御师们 才能够接触到的多些 苏桓当前的紧要事情 就是将麾下的御宠 全都成功蜕变 他已经为所有 还处在恐怖种层次的御宠 选定好蜕变途径 并凑齐了所有材料 打算一一举行仪式 完成蜕变 而西能树龙的蜕变仪式 就需要在面前的 冰系能量叶 湖泊中完成 这简直就是一块 天然的西能树龙 画龙仪式之地 甚至省去了苏桓布置的麻烦 为了让西能树龙 顺利蜕变化龙为 低级噩梦中西能宝树龙 苏桓打算这几天 就直接在这里住下了 西能树龙服用 蜕变蜜药前药后 就陷入了沉睡中 而在沉睡过程中 西能树龙的气息 一天强过 一天 连体表古树年轮般的 鳞片颜色 也变得深了很多 年轮的花纹 也变得细密了很多 而苏桓几天下来 也会气息在这片 能量湖泊附近的 冰霜龙女一族 混熟了 至于那几只 急冰龙女 和急夜龙女 除开第一天 见过一面外 其他时候 苏桓根本没有见过 经过 从冰霜龙女一族 探听到的消息 苏桓对这片 冰系能量湖泊 有了更深的认识 这片完全由 冰系能量构成的湖泊 竟然就是整个 寒烈山谷 冰霜龙女一族的栖息地 几乎整个 寒烈山谷的 冰霜龙女一族 都栖息在这里 除开被苏桓解救的那只 他是在成年后 偷跑出去的 原本也是 七夕在这片冰湖的 冰霜龙女一员 进入这里的安全路线 也只被冰霜龙女 一族掌握 如果不掌握安全路线 就会沿途路过 好几处灾祸种龙族 和一处灾难种龙族的 七夕地 这也是苏桓能够 跟着冰霜龙女 顺利进入到这里的原因 若非他救下的 那只冰霜龙女 掌握着进入这里的路线 他恐怕要闯过 好几处灾祸种龙族 七夕的地带 才能抵达这里 三天后 西能树龙从沉睡中醒来 在睡梦中 原本不过十米长 算上背上的大树 恐怕也有八九米高的 西能树龙 体型又打了两圈 已经超过十五米长 背上的大树 足足十二三米高 感觉怎么样 准备好了吗 苏桓关切地 问道 吼吼吼 西能树龙亢奋地吼叫着 表示 他现在状态好的出奇 随时能够进行 接下来的蜕变化龙仪式 那就开始吧 苏桓关将手上 早已经准备好的 蜕变密钥主要递了过去 西能树龙仰起头 直接将整根玻璃管 全都咬碎吞下去 对于西能树龙这种恐怖种而言 别说玻璃管 就是钢管 也能轻易嚼碎吞入 腹中并彻底消化成金属元素 吞掉主要后 西能树龙浑身猛地 细卷起一阵狂暴的能量 能量形成了一个小型的漩涡 疯狂吸收着周围的能量 就连苏桓 释放的些微心灵力 都被吸收进去 苏桓连忙指着 不远处的冰系能量湖泊 吩咐西能树龙赶紧跳下去 西能树龙立马一跃 扑通一声 跳进了冰壶之中 冰壶的表面 瞬间像开锅了一段 冒出一个个冰蓝色的能量气泡 而西能树龙 已经沉入了湖底 开始肆无忌惮地 吸收着大量的冰系能量液 完成它的蜕变 之前 疯狂吸收能量的漩涡 就是因为西能树龙 在蜕变过程中 需要吸收海量的能量 而形成的自然现象 苏桓带着自己的冰霜龙女 和寻宝地龙 站在岸边静静等待着 冰壶平静的湖面 在西能树龙掉进湖中后 就不再平静 不断泛起涟漪 冒出气泡 而且能量气泡出现的频率 还有越来越快的趋势 苏桓很清楚 这是因为 西能树龙在湖底逐渐加大 对冰系能量液的吸收 很快 西能树龙的能量容纳量 就会彻底饱和 开始完成最后的蜕变过程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 西能树龙的蜕变较为漫长 在旧日龙点中 是由明确记载的 苏桓早就有所准备 足足等了五天时间 在第五天的下午 黄昏时分 当橙红色的夕阳 映照在冰壶之上 映照出一片波光凌凌时 冰壶的壶面 忽然掀起了巨大的浪花 一个庞然大雾 似乎在湖水中破水而出 第619章 西能宝树龙 蜕变成功后的西能宝树龙 较之西能树龙 模样又有了不小的变化 首先是体型 较之之前又粗大了一圈 如今的西能宝树龙 足足有16-7米长 钻上背上的大树 足足有15-6米高 充分符合当前 玉尸界体型及实力的硬道理 西能宝树龙的体型 同样极为粗壮魁梧 四肢皆是有力 而且爪子极为锋利 西能宝树龙背上的大树 此时光秃秃一片 只有稀稀拉拉的暗金色叶子 和一根根尖锐的树枝 叶片和树枝同样十分锋利 每一片树叶 都有成人巴掌大小 叶边十分锋利 看起来像是利刃一样 而西能宝树龙浑身的鳞片 也从原本的黑灰色 变成了暗金色 年轮一样的花纹 此时变得像是更加细腻 就像无数圆圈密集 嵌套在一起一样 如果不仔细看 还以为就是浑然一片暗金色 没有年轮花纹 看起来十分坚韧 看体型 似乎和冰霜龙女一样 都是成长默契 看起来海量的能量业供应 还是有些不小作用的 看着面前的西能树龙 苏桓神情颇为愉悦 不仅仅是因为西能宝树龙 蜕变为西能宝树龙后 仅仅退化了两次层次 保持了成长默契的成长阶段 更是因为西能宝树龙的出现 也让苏桓的后勤压力顿时消失 历时大半个月 不仅冰式龙女 顺利蜕变为冰霜龙女 就连西能树龙 也在机缘巧合下 蜕变成了低级噩梦种 西能宝树龙 低级噩梦种的战斗力 其实对苏桓目前的整体实力而言 提升并不算大 不过西能宝树龙的价值 从西能树时期 就从未体现在战力上 西能宝树龙最大的价值 是后勤补给上 其次才是 能够在虚空中进行移动 最后才是西能宝树龙的战力 苏桓看着西能宝树龙 迫不及待地 就逃出了两份 早就配置好的育宠食物 分别是目前除开西能宝 树龙外 仅有的两只噩梦种育宠 风雷降噬龙 和丁神狼的专属培育配方食物 试试解析一些其中的成分 苏桓对着西能宝树龙吩咐道 西能宝树龙 直接伸出漆黑的能量根须 呼吸间将两份食物抽取一空 开始进行解析 按照旧日龙点的描述 西能树龙在蜕变为西能宝树龙后 原本的原质解析 原质抽离和原质复制 都纷纷进化为噩梦剂层次的能剂 其中原质解析进化 为罕见的能剂奥秘解析 能够直接解析万事万物 蕴藏的奥秘 掌握其完整的构成成分 原质抽离则进化为核心抽离 核心抽离的能力 较至原质抽离更进一步 能够直接抽离目标的核心构成 最大的变化就是 西能宝树龙目前能够通过 抽离刺激烈等能量晶体的核心 凝聚纯化出能量液 较之之前 西能数量只能纯化出高能晶体 要更上一层楼 今后苏环哪怕什么都不干 直接靠西能宝树龙纯化得到能量液 就足够富甲一方 多年积累下去 甚至能够积攒出惊人的财富 这就是西能宝树龙的价值 哪怕战斗力不足 风雷将士龙恐怕一巴掌就能撂倒 但其神奇的能力 却足以让无数大石眼红 另外 西能树龙的原汁复制 也进化为了高能宝树 高能宝树是西能宝树龙真正的核心能力 也是西能宝树龙名字的由来 高能宝树让西能宝树龙 摆脱了只能够凝聚能量果实的弊端 让西能树龙能够通过奥秘解析 洞性目标食物的所有成分构成后 能够直接在高能宝树上生长出这种物品 简单来说 就是西能宝树龙 现在具备真正复制能力范围内 所有目标的能力 比如 西能宝树龙能够通过解析龙穴 复制真正的龙穴 而不只是蕴含龙穴成分的能量果实 而是制造出真正的龙穴 奥秘解析的掌握 让西能宝树龙解析配方食物的速度大增 短短几十分钟后 两份核原物几乎一模一样 而且能量富含程度 还要超出原物的食物 就出现在西能宝树龙的树冠上 苏桓将两份被能量薄膜包裹的食物摘下来 分别喂给了风雷降噬龙和丁神狼 看着风雷降噬龙和丁神狼狼吞虎咽的 吃完各自的食物 还露出意犹未尽的神情 苏桓知道 西能宝树龙的高能宝树能力 绝对远超之前 除开三大作为后勤部长的核心能计外 苏桓还测试了一番西能树龙的其他能计 首先便是苏桓向来都颇为关心的 有关虚空移动的能力 进化后 西能宝树龙原本掌握的虚空穿梭 还掌握着 与此同时 还掌握了另一种进阶能计 虚空远足 虚空远足是一种适用于在虚空中长途跋涉的能力 苏桓略一测试 便惊喜地发现 虚空远途 已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克服落日冰川的能量环境干扰 进行长距离虚空穿梭了 这个发现 让苏桓颇为惊喜 既然能够克服落日冰川这种程度的能量环境干扰 也代表着虚空远足 已经让西能宝树龙在大多数能量环境下 都能够进行虚空穿梭 另外 西能树龙原本所掌握的攻击 束缚类能力 多能根虚 进化成了密能根虚 密能根虚所凝聚出的根虚 由高密度能量构成 具有极强的力量和破坏力 算是让西能树龙掌握了噩梦种层次的战斗能力 除开密能根虚外 西能宝树龙还掌握着急速汲取能量的能计 高速西能根虚 西能宝树龙是通过根虚进食的 而高速西能根虚可以看作是西能宝树龙的高速进食工具 可以让西能宝树龙吸收能量的速度 十倍乃至百倍的提升 除此之外 西能树龙还掌握着一招由虚空系 延尸而来的防御类能力 虚空帷幕 虚空帷幕能够让西能宝树龙将受到的攻击 扭曲向虚空中 以此防御伤害 算是很强的一种能力 不过成长末期的西能宝树龙运用虚空帷幕 就能够让风雷将士龙的普通攻击 由一大半扭曲向虚空中 这种效果简直害人 要知道 西能宝树龙不过是低级噩梦种 不光虚空 帷幕这个防御能剂 密能根虚 这个束缚类的攻击能剂 西能宝树龙 还掌握了一招更纯粹的攻击能剂 密能割裂 释放高密度能量叶片 产生极致的割裂 破坏效果 西能宝树龙背上的叶片 可不仅仅只是看起来锋利 实际上更锋利 这些密能叶片 和大树蔓延的密能根虚 就是西能宝树龙 保护自身的两大能力 除此之外 西能宝树龙原本所掌握的吞虚 再一次进阶 成为噩梦记高级吞虚 高级吞虚对能量的容纳量 再次大幅度提升 在离开冰壶前 苏桓让西能宝树龙火力全开 敞开了吸收冰壶 看似无穷无尽的冰系能量叶 足足吸收了一天一夜时间 才将高级吞虚空间装满 看着西能宝树龙满意的神情 苏桓知道自己恐怕很长时间 都不需要为西能宝树龙 补充能量而发愁了 第620章 石城落日冰川外的一处冰澳里 一道足有十多米宽 近二十米长的虚空裂缝 毫无征兆的出现 紧接着 一头浑身暗金色细密鳞片的庞然大雾 从裂缝中挤了出来 在庞然大雾背上 还有着一道看起来很渺小的人影 人影肩膀上 趴着一只无精打采的小兽 正是苏桓 西能宝树龙和寻宝地龙 在完成蜕变后 苏桓便辞别了冰霜龙女 和急冰龙女们 以西能宝树龙的虚空远足能力 迅速离开了落日冰川 不得不说 以他目前的实力 尚不具备真正探索落日冰川的实力 从冰霜龙女一族口中 苏桓了解到 就连急冰龙女和急夜龙女 在寒烈山谷 也不算最强大的危险生物 还有实力远超他们的存在 而寒烈山谷 仅仅只是 落日冰川较为危险的地带之一 落日冰川中 危险程度和寒烈山谷相仿的 甚至更强危险的地方 数不胜数 这是一片极为广袤的绝地 人类涉足的区域 连1%恐怕都不到 离开寒烈 山谷 出了落日冰川后 苏桓坐在西能宝树龙背上的宝树下 从固定空间里 翻找出来一份地图 开始查看下一个地点的路线 苏桓对于育宠们的蜕变化龙的顺序 早就有了详细的安排 西能宝树龙算是一个插曲 如果不是意外收获了海量能量液 西能宝树龙的蜕变化龙 恐怕会被安排在最后 毕竟要收购足够的能量液 也需要时间 能量液算是用途最为广泛的 噩梦种资源之一 比如噩梦奇物的制造 育宠快速补充能量消耗 密钥的制造 各种育宠培育食物的配置等等 再加上能量液的产出途径 远远不如高能晶体一样广泛 甚至不少高层次危险生物栖息地 都能够半生出现 导致能量液一度成为紧缺的战略物资 能量液这种战略及物资 哪怕借助红魔道场 苏桓也不可能肆无忌惮地大量囤积 所以说 这次能够通过这片冰湖的海量冰系能量液 完成西能宝树龙的蜕变 最后还让西能宝树龙 在吞须空间中储备了大量能量液 苏桓完全是血赚了 不说别的 就是西能宝树龙储备的那些能量液 总价值都已经远超如今家底 还算丰厚的苏桓 不过可惜的是 那些能量液在被西能宝树龙 吸纳进吞须空间后 已经转变成了原始能量的形态 无法再通过能量液的形态浮现出来 只能以西能宝树龙能量储备的形式存在了 苏桓此时将目光和精神 全都放在了手中的地图上 这是一幅展开足有三四米长 两三米宽的地图 尽管如此巨大 但其实也只是囊括了整个 亚山半岛区域的地图 整个亚山半岛七大要塞城系 以及海量聚集地文明 遗迹 密地的信息全都囊括其中 当然 只有比较重要的 像黑灯堡这种聚集地 自然不可能出现在上面 整个灰野荒原 在地图上都只用了一个 米粒大小的小点标注 只有像刘金城这种最顶尖的 超大型聚集地 才能在地图上有标识 并且著名名称 苏桓早在出发前 就已经规划好路线 一条直线 从响雷要塞城出发 直插雪国要塞城系 紧接着经过弯曲的折线 来到了雪国要塞城系一旁的一处 颇为著名的聚集地文明汇聚区域 这片区域有个统称 石城地区 由十个极为强大的 聚集地文明统治的区域 这十个聚集地文明 都是当之无愧的 顶尖超大型聚集地 每一个实力都不下于刘金城 甚至总体实力 还要超出刘金城不少 最主要的是 每一个都有超贯大师坐镇 对于要塞城系而言 超贯大师并不算最顶尖的战力 只能算高层战力 超贯三大层次 恐怕只有到了王冠大师层次 还能勉强算是要塞城系的顶尖战力 而且在此之上 还有更高的层次 但在聚集地文明中 一位超贯大师绝对是顶尖的霸主 而拥有超贯十位超贯大师 坐镇的石城地区 绝对可以看作是一个 介于要塞文明和聚集地文明之间的中间文明 完全脱离了聚集地文明的范畴 苏桓的目标 就是位于石城地区的一处密地 这处密地 也是苏桓为变形蛇怪龙 所挑选的蜕变化龙之地 蕴含着变形蛇怪龙蜕变化龙 为幻影蛇怪龙的机会 在金言作龙蜕变为延续龙之前 变形蛇怪龙 是苏桓当之无愧的最强主力 先天不过终极恐怖种层次的变形蛇怪龙 却能凭借变形和模拟能力 爆发出堪比特级恐怖种的战力 实数恐怖 哪怕如今变形蛇怪龙的实力 早已经跟不上苏桓的提升速度 但苏桓对变形蛇怪龙的蜕变 依然十分关注 如果变形蛇怪龙 在蜕变为低级噩梦种幻影蛇怪龙后 依然保持着和恐怖种阶段相仿的变形 模拟能力 至少也能发挥出高级噩梦种层次的战力 而高级噩梦种层次的战力 已经足以让蜕变后的变形蛇怪龙 赶上苏桓的提升实力 重新恢复主力育宠的身份 当然 高级噩梦种层次的战力 只是其次的 苏桓最看重的是 变形蛇怪龙 蜕变为幻影蛇怪龙后 更加强大的变形能力 所带来的适应性 恐怖种层次的变形类育宠 并不算极为罕见 但噩梦种层次的变形类育宠 就罕见得多了 幻影蛇怪龙 完全可以凭借强大的变形能力 发挥出苏桓目前的育宠阵容 尚不具备的能力 弥补整个育宠阵容的缺陷 走吧 西能保树龙 目标 石城地区 没多久 苏桓收起了地图 为西能保树龙指了一个方向后道 拼奥中 再次出现一个巨大的虚空裂缝 西能保树龙带着苏桓直接钻了进去 不过短短几十分钟后 西能保树龙就带着 苏桓几乎横穿了大半个雪国要塞程系 一处僻静的幽谷中 西能保树龙带着苏桓钻出了虚空裂缝 苏桓考虑到成其噩梦种进程 还是太过张扬了 而且还会遭遇很严苛的盘查 毕竟噩梦种的破坏力太强 特别是像自己这种驾驭 噩梦种的陌生御师 于是将西能保树龙收进御印空间中 换成变形蛇怪龙变成的飞星王 朝白石城走去 同时 让寻宝地龙遮掩住自己大师级的心灵波纹 和能量波动 以免暴露自己大师级的身份 引来盘查 在石城地区 红罗道场和响雷要塞程系开具的证明 可不顶用 大师身份暴露 势必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完全没有必要 靠非新郎特辑噩梦种的气息 就足以震慑萧小 第621章 诗影剑幻影变形龙的五种蜕变材料 苏桓早已经凑齐 但幻影变形龙蜕变化龙所需的幻影化龙仪式 所需要的仪式环境却过于特殊 苏桓经过多番调查 最终才锁定了石城地区 这处能够完美满足 幻影变形龙蜕变化龙翼式的地方 诗影剑 一处由白石城掌控 石城地区十大主城所共有的密地 相传是一头幻系的灾难种曾经的栖息地 一处原本普普通通的山剑 由于承载了灾难种的庞大的幻系能量 最终一步步被能量改造成了现在的诗影剑 讲了要塞城幻系的灾难种尽管罕见 但也并非没有 因此幻能量丰富的密地并非不存在 但幻影化龙翼式的仪式环境 除开丰富的幻系能量外 还需要与幻系能量交织的怪系 素能系能量环境 三种能量完美交织在一起 形成极为特殊的幻影能量 才能为幻影变形龙的蜕变 提供合适的画龙翼式环境 而那只曾经栖息在狮影剑 并形成了这片密地的神秘灾难种 恰好就是集这三种种系为一体的种族 幻影九头狮 不过想要进入这片密地 并且在其中三系能量最充沛的核心区域 完成变形蛇怪龙的蜕变化龙翼式 也不是简单的事情 作为石城地区的统治者之一 石影剑的掌控者 白石城可不是好说话的 苏环成其飞行狼悠哉游哉地 来到了白石前数公里远的关卡处 便被拦了下来 再经过盘问 通过心灵波纹鉴定仪 鉴定出权威职业级的实力 并缴纳了数万雪国币 办理了一张石城地区临时通行证后 苏环得以顺利进城 作为距离石城地区最近的雪国药塞城系 雪国的影响力自然也辐射到了石城地区 雪国药塞城系的官方货币 也成了石城地区的通行货币 就跟响雷药塞城系在周围 聚集地文明的影响力一样 哪怕刘金城大肆推广它的金克体系 但依然没有响雷药塞城的响雷币深入人心 甚至在除开刘金城灰下的聚集地外 金克体系寸步难行 也就在穷乡僻壤的灰野荒原大行其道 进了白石城后 苏环又领略了一番不同的建筑风格和风光 这是一处以狮类为尊的城市 到处都是各种狮子的雕塑 建筑也随处可见的狮子的痕迹 大街小巷 成其狮类 狱宠的狱狮更是随处可见 由此可见 白石城确实名副其实 苏环为了更快融入这里 甚至找机会让变形蛇怪龙 变成了一只特辑恐怖种 仲甲黑魔狮面目猙獰 走在白石城的大街上 引来路人一阵阵敬畏的目光 在变形蛇怪龙步入完全气候 尽管实力提升开始放缓 但却又掌握了多种变形能力 重甲黑魔狮就是其中之一 厚重的甲系防御力 野性的兽系力量和黑暗系的腐蚀力量结合 让其具备极强的战力 在特辑恐怖种中堪称顶尖 苏环对周围路人的目光视而不见 只是沿途打亮着白石城 这座城市的规模超出苏环的预料 甚至连流金城都赶不上 苏环一圈走下来 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 发现这座城市的繁华程度 几乎能够和苏环熟悉的月歌市相当 人口规模绝对超过了一百万 这座城市的规模 哪怕是超大型聚集地文明 都很难达到的 由此可见白石城藏在深处的实力之强 而根据苏环了解到的情报 石城地区的其他十座主城 每一座的规模都和白石城相当 苏环本身就出自聚集地文明 对于聚集地文明各类组织结构颇为了解 很快 便轻车熟路 找到了在白石城也存在的赏金猎人工会 如果说打探情报 哪里最快最迅捷 除开找专门的情报机构外 诶 赏金猎人工会绝对没有错 苏环不过只是 颁布了一个有关施影舰的悬赏任务 还没等到第二天 晚上便得到了施影舰完整的情报信息 苏环租住的距离 赏金猎人工会不远的旅店里 苏环正拿着情报细细翻看 苏环参照自己所了解到的一些情报 大致能判断这份情报是准确的 不过就是因为准确 这让苏环皱起了眉头 看起来 想要混进施影舰的难度 还在自己预料之上 苏环有些无奈 若非整个亚山半岛地区 同时具备怪系 幻系和素能系三系能量 交织的高能密地只有施影舰这一处 其他要么无法满足三种系能量交错的条件 要么就是能量浓度不够高 无法达到变形蛇怪龙的画龙 蜕变环境所需 苏环只能耐着性子开始思索 如何才能顺利进入施影舰 完成变形蛇怪龙的蜕变 当前 进入施影舰的难度 主要有两点 其一 施影舰通常情况 只对隶属于石城执政会的大师 及御师开放 不对外开放 就连石城执政会的盟友 想要进入 也需要提交特别申请 其二 施影舰由于本身环境的特殊性 很多资源都是不可再生的 因此 开放的时间也受到限制 封长一年两次 而下一次恰好就在两天以后 其三 每次开放 除开石城的迪西大师外 能够申请进入施影舰的人员 少得可怜 而且 已经确定了名单 显然这份名单 不会出现苏环的名字 综上三点 苏环想要进入施影舰 就只能把握住这次机会 不然可能就要等到半年后了 而想要在 两天时间里 将自己的名字 加入到施影舰的名单上去 无疑十分困难 当然 进入施影舰 并非只有通过白石城所掌握的通道 以西能保树龙目前对虚空穿梭的掌握 只要能掌握施影舰的空间坐标 也有几乎透过虚空当作跳板进入其中 但这样一来 风险很大 作为掌控施影舰上百年的势力 白石城对施影舰肯定有相当强的掌控力 苏环无法保证 白石城会不会发现 西能保树龙的偷渡 一旦偷渡被抓住 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 苏环不想出此下策 E622章 进入一处流水缠缠的潮溪山舰中 一群气势强大异常的御师 正站在一个不断旋转的能量通道前 这位是二贯大师苏衡 我们的替补 引替罗宾的名额 我们一道进入尸影舰 一名外表看起来 不过二三十岁的绿发青年御师 对着白石城 驻守在尸影间入口外的御师团 首席御师 一位身旁跟着顶级噩梦中 身红巨狼的六贯大师解释道 那名上了年纪的六贯大师 打亮了苏环几眼后 微微点头 进去吧 罗宾那小子倒是可惜了 竟然敢在这个时候受伤 文言 人群中的大多数人 都露出幸灾乐祸的神情 不过也有少数人 面露气气然的表情 显然同样对罗宾错失这个机会 感到遗憾 人群中只有一个 看起来年纪最小的御师 神情不变 似乎对此事漠不关心 那位和六贯大师沟通的青年御师文言 连忙挥手带着一行人 乘其御宠 踏进通往失影舰的通道中 人群中 赫然便有苏环的身影 他再次化名苏衡 混进了进入失影舰的名单中 事情还要从两天前说起 不断冥思苦想思索 怎么才能混进失影舰的苏环 冥思苦想一夜 依然没有什么收获 似乎正经方式 根本无法让他在短短两天里 得到半年一次 进入失影舰的名额 哪怕苏环想要通过交易的方式 买到名额 一思考也发现难以实现 并不现实 对于白诗城这座 拥有超贯大师坐镇的势力 而且背靠石城联盟 各种奇珍一宝都不缺 苏环有信心 就日龙点中各类培育 蜕变 必要相关的知识 能够打动白诗城 但风险绝对不小 白诗城并非冰吃道场那种 依托于雪国要塞城系建立的势力 而是完全没有任何秩序的 荒野上的聚集地文明 苏环有胆量和冰吃道场交易 却没有足够的胆量和白诗城交易 万一偷积不成十把米 就不是他想要的结果了 这就是面对秩序阵营 和混乱阵营的区别 既然逐一打不到白诗城 和另外有权利 进入诗影剑的其他九城身上 苏环只能将逐一 打到诗城联盟的盟友身上了 也就是那些 可以通过提交申请 进入诗影剑的势力 这些诗城联盟的盟友 大都也是聚集地文明 不过都是拥有 大师及御师的聚集地文明 毕竟 除开诗城联盟的嫡系成员 外人 哪怕是盟友想要进入诗影剑 也至少需要大师及 根据苏环了解到的 有关诗影剑的情报 诗影剑有一处 特殊资源的出产地 几乎是每一次诗影剑开启后 各大势力争相进入的地方 不过那处险地的危险程度 却不低 至少要数位实力普通的 一二官大师及御师合力 还有希望 应对险地入口的看守者 一头完全漆的 高级噩梦种癫狂魔影 顺利进入其中 苏环当即将主意 达到了一支前几次诗影剑 开启有过合作经理的大师队伍上 他的初步想法是 既然名单已经确定 那就让名单上的某个人 因故退出诗影剑的探索 自己在想办法补替这个名额 经过苏环几番挑选 很快选择了这名叫 罗宾的二官大师 罗宾是一位 依附于石城联盟的 特大型聚集地的统治者 主要依附对象 就是白石城 算是白石城的盟友 几乎每一次诗影剑开启 这位罗宾都能获得一个 进入其中探索的名额 苏环挑选这个叫 罗宾的家伙的主要原因 倒不是因为 这家伙的实力不强 最主要是因为 这家伙的口碑最差 人员也最差 就连统治下的银桑城成名 都对其怨声在道 对付他苏环 没有任何心理压力 而且还不容易引来 别人的敌意和调查 苏环选择在一夜深夜 趁着夜色 承其风雷降世龙 直接降临罗宾所统治的 特大型聚集地 隐藏在银桑城的 中央城主府 监视着目标罗宾 以风雷降世龙堪比 特辑噩梦中的战力 出其不意之下 一个照面就能击杀罗宾 以及他的所有狱宠 但苏环如果这样做 无疑会引来不必要的怀疑 因此 在苏环的指挥下 风雷降世龙刻意放水 让罗宾有了还手之力 直到距离银桑城不远的 几座聚集地的大师 赶来池原后 这才气急败坏地收手离开 不过在这段时间里 风雷降世龙 还是重创了罗宾的大半御宠 至少能让其一两天时间内 难以恢复 这样一来 罗宾的名额就空缺了 而缺少一人的探索队 和苏环预想的一样 发布消息 征集队友 不少对诗影剑 充满好奇的一二贯大师 纷纷相应征集 争夺这个名额 苏环抓住机会 通过雪国臂 贿赂了探索队的领队 也就是那名律法青年御师 便杀出重围 得到了这个名额 顺利进入到诗影剑中 这个计划看起来过程很顺利 但也蕴含着不小的危险 如果那位领队不收受贿赂 苏环的计划 很可能就会破产 不过索性 过程顺利 按照苏环和领队框本 提前商量的 在帮助他们探索队 顺利进入那处险地后 苏环就能够离队 自行探索诗影剑 苏环打算先完成沉默 以免在离开诗影剑时 横生波折 毕竟苏环贿赂的仅仅是框本 别的队员对苏环的加入 还保持着怀疑和不解 框本等人的目标是 位于一处山谷中的绿摩铁 绿摩铁是一种打造防护类 噩梦种奇物的上加材料 单体价值并不算高 但一量取胜 那处山谷中的绿摩铁 便是一种可再生的资源 白石城对这处绿摩铁 看不上眼 并没有专门开发 但他们几人组成的探索小队 却势如珍宝 想要进入其中 必须挡住骨口的癫狂摩铁 这支由框本领头组建的探索队 加上苏环一共五人 实力最强的框本本人 也不过三贯大师 其余四人都是二贯大师 而且框本这个三贯大师 实力还有些水 不过只有一只终极噩梦种育虫 其余斗不过低级噩梦种 几人合力 才有抗衡那只完全欺 癫狂摩铁的可能 第623章 离队产出绿摩铁 癫狂摩影栖息的山谷谷口处 苏环正召唤冰霜龙女 新能保树龙 协助框本等人对抗癫狂摩影 苏环面对框本 仅仅展露了一只恶梦种的实力 也就是成长末期的冰霜龙女 并没有暴露其他狱虫 主要是她别的恶梦种狱虫 亦或延续龙 寻宝地龙这种 有着恶梦种实力的恐怖种狱虫 都太过罕见 很容易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已经自己前不久 才出现在雪国要塞程系中 至于恐怖种 除开延续龙和寻宝地龙 实力都不足以加入噩梦种的战斗 这种只有一只低级噩梦种 还没有培育到成熟期的二贯大师 又没有别的噩梦种育虫阵容搭配 算是比较弱的货色 不过当战斗开始 众人才意识到自己看走眼了 苏环的冰霜龙女表现之出色 几乎冠绝几位二贯大师 几乎何框本的成熟期 终极噩梦种冰玉魔狼 冰玉魔狼是变形蛇怪龙 所能变形的恐怖种 欲宠冰原魔狼的进化种族 实力在终极噩梦种中 尽管不算顶尖 但也有水准之上的实力 可在冰霜龙女展露的各种 眼花缭乱的能力之下 依然显得不是那样出色 冰霜龙女在从冰式龙女 蜕变成功后 各类冰系能力都获得了极大的提升 而冰霜龙女的先天种族 能即在低级噩梦种中 绝对堪称出色 甚至堪称极为出色 天狂魔影 凭借诡异的移动速度 和疯狂的攻击频率 在高级噩梦种中 也以难缠著称 但在冰霜龙女的 噩梦记极动冰霜下 无论是移动速度 还是攻击速度 都随之锐减 生生被缩减到了 普通终极噩梦种的程度 几乎拉到了 和冰玉魔狼几乎等同的程度 当然 尽管速度锐减 但巅狂魔影的攻击强度 依然没有随之降低 每一次冰玉魔狼 被巅狂魔影的攻击 挨着都惨叫连连 显然巅狂魔影的攻击 让其受伤不清 不过众人中 有着一只低级噩梦种层次的 治愈性欲虫 在其强效的治愈效果下 再加上另外几只 低级噩梦种的相助 冰玉魔狼 倒是和巅狂魔影 打了个旗鼓相当 冰玉魔狼的冰系能力 倒是和冰霜龙女有些重叠 鹰系攻击 对于巅狂魔影的效果 并不是太强 巅狂魔影作为鬼魂系 幻系 外系的噩梦种 先天便对冰系能力 有些不弱的抗性 而且鬼魂系的虚化效果 更是能够大幅度削减 冰玉魔狼的力掌 力尺等近战攻击的威力 再加上种族层次 和成长阶段的双重压制 冰玉魔狼的攻击 能对对方奏效 那就奇怪 在巅狂 魔影再次和冰玉魔狼短兵相接 冰玉魔狼被巅狂魔影疯狂的攻击 打飞得刹那 冰霜龙女的攻击 游远极近 一道 像是巨大护符一样的能量攻击 静止印在了 刚刚击飞冰玉魔狼 正洋洋得意 节节怪笑着的 巅狂魔影头上 直接将巅狂魔影 打了个踉枪 能量攻击不止一个 而是继二连三地 划过上千米 一次刺 硬汗在巅狂魔影的身上 生生将其从天空中打落 冰魔咒 冰霜龙女 蜕变后所掌握的种族能剂 一种威力强大的远超恶梦剂 能够释放冰系能量凝聚成的 魔咒伤敌 威力惊人 当然 威力惊人也是相对的 如果以延续龙的防御 硬抗这一招也不费劲 但巅狂魔影 并非以防御力渐长的 高级恶梦种 因此还是有些 吃不消 巅狂魔影从天空中跌落后 又吃了另外几人的 低级噩梦种欲宠的攻击 伤势顿时加重 不过这种程度的伤势 对巅狂魔影而言 显然不算太重 巅狂魔影硬顶着攻击站起来后 率先将责人 而视的目光看向了冰霜龙女 身形猛的诡异一动 消失在了原地 一道道微不可查的狂影咋现 便欺净了冰霜龙女 巅狂的魔咽 在巅狂魔影的手上凝聚 在魔咽的映照下 巅狂魔影的样子 显得极为疯狂 圣人 巅狂魔影猛地伸出魔咽 熊熊燃烧的魔咽 抓向了来不及反应的冰霜龙女 可她的魔咽 刚刚穿透冰霜龙女的胸膛 一阵更加猛烈的攻击 便迅速袭来 更是冰霜龙女 再次释放了冰魔咒 轰在了巅狂魔影身上 而被巅狂魔影燃烧魔咽的魔咽 动穿的冰霜龙女 则幻化成了一个冰镜 缓缓破碎 英镜 冰霜龙女的移动技能 能够释放冰之镜像 与自己转移位置 堪称移动和逃避神技 而且冰之镜像的 效果几乎能够以假乱真 巅狂魔影本来就不轻的伤势 再次遭受冰霜龙女 已炼成的冰魔咒打击 更加严重 中了险境的巅狂魔影 当即想要躲避冰霜龙女 连续的冰魔咒 和冰玉魔狼已经冲了上来 和巅狂魔影扑咬在一起 另外三只噩梦种 一拥而上 无数能量攻击 一分理智 知道自己是挡不住这些敌人了 伴随着一声疯狂的叫声 身形快如鬼魅 很快便消失在了战场 朝远处飞掠而去 速度之快 让冰玉魔狼都来不及追击 冰霜龙女 还想以冰镜上前追击 却被框本阻止 苏恒 目的已经达到了 我们快进山谷 收集绿魔铁 这只癫狂魔影 就让他走吧 以往都是这样 等我们离开了 他又会回来 苏恒当即叫停了 这次战斗表现 相当出色的冰霜龙女 半个多小时后 众人在山谷内一阵搜刮 收集了大量的绿魔铁后 赶紧离开了山谷 完成约定的苏恒 也在框本的配合下 找了个接口 离开了队伍 朝着变形蛇怪龙 蜕变所需的仪式环境而去 那里位置应该在 尸影剑的深处 距离这处山谷的 距离并不算远 值得一提的是 框本在苏恒离开前 基于冰霜龙女的卓越表现 还赠予了他一些绿魔铁 按照他以往对战 癫狂魔影的经验 若非冰霜龙女的实力经验 哪怕能赢也是惨胜 众人的遇宠 肯定都很受伤 而且是重伤 接下来的尸影剑探索 将大打折扣 尽管苏环对这种材料 并不是很需要 但也没有拒绝对方的好意 绿魔铁的最佳的特质 便是能够完美容纳引导能量 具有很强的能量延展性 可以轻量化防御类噩梦奇物 因为这种材料性质特殊 也算得上有势无价 完全可以冲作 自己未来制作噩梦奇物的辅助材料 第624章 跳动的幻影 湿影间深处 是一片阴冷潮湿的山溅 一个高达数百米的瀑布 从天而降 水浪在瀑布下 形成了一片冲击湖泊 湖泊的水流沿着一个缺口 不断朝地势低的地方流淌 形成了一片山溅 从字面上看 这似乎是一处 比较寻常的山溅 但诡异的是 这些流淌的水流 甚至溅落的水花 都是黑色的 漆黑如墨 富含着浓郁的混合能量气息 苏桓带着变形蛇怪龙 和寻宝地龙 小心翼翼地行走在 蜿蜒的山中水溅两旁 看着不断流淌的漆黑水流 表情微微一喜 看来 水流的源头 应该就是 那只灾难种怪影九头狮 曾经主要漆息的地方 也就是这处密地的中央 不知道会不会遇到 石城联盟的人 还是谨慎些好 苏桓念及此处 当即收回了变形蛇怪龙 召唤出了阴影带雄 带着寻宝地龙 躲藏在阴影口袋里 让阴影带雄化身阴影 带着一人 一宠朝着水流的源头 前进 阴影带雄 作为苏桓的御宠 苏桓能够通过 简单的心灵剂 共享阴影带雄的誓言 随着越来越深入 漆黑溪水的源头 周围的环境 显得越发阴森诡异 光线似乎已经很难 穿透山剑内 随处可见的阴影般的雾隘 让山剑内 显得十分阴森可步 虽然不到伸手 不见五指的程度 但能见度也低得可怜 而让这阴暗的环境里 显得更加阴森可步式 随处可见的 像是鬼影一样的幻影 色彩各异的 不断跳动的幻影 看到这些跳动的幻影 苏桓不仅 没有丝毫畏惧 反而神情一阵 颇为亢奋 终于快到了 甚至这里 就已经足够 变形蛇怪龙化龙所需了 不过为了稳妥起见 还是走到源头吧 苏桓心头暗道 变形蛇怪龙的 蜕变化龙仪式 名为幻影 变形龙化龙仪式 仪式环境所需要的 就是这种跳动的幻影 这些幻影 其实并非实质存在的实物 而是一种特殊的混合能量 能够让变形蛇怪龙的 蜕变化龙过程更为顺利 苏桓看到 跳动的幻影频繁出现后 当即让阴影带雄 找了一个隐蔽的位置 召唤出了变形蛇怪龙 拿出已经配置好的 蜕变蜜药前 要递了过去 变形蛇怪龙蜕变蜜药的 前要的材料 是变形猎龙的脑垂体 幻光魔术树星 以及500毫升 变形猎龙的龙血精华 将蜜药一口吞了进去后 变形蛇怪龙所变成的 飞星狼形态顺序消失 恢复了本体的形态 舒缓健壮 并不奇怪 这时蜕变蜜药 已经开始起作用了 变形蛇怪龙在蜕变过程中 是无法保持变形形态的 看着 处在前奏蜕变过程中 变形蛇怪龙 舒缓没有急着赶路 而是选择暂时停留在了 这处山剑中僻静的树林里 等待变形蛇怪龙消化掉 蜜药前要 根据旧日龙点记载 这个过程并不长 而且在一世环境的加持下 能够大幅度提升消化速度 这也是舒缓直到到了一世环境里 才让变形蛇怪龙吞服蜜药的原因 大半天后 形态已经大变的变形蛇怪龙 再次被苏桓收回了预影空间中 苏桓则钻进了阴影口袋里 让阴影带雄再次赶路 这处山剑中隐藏的危险生物 尽管没有落日冰川 寒烈山谷那样致命 但高层次的噩梦中也不算少见 苏桓还是本着谨慎行事的念头 山剑并不长 变形蛇怪龙消化完蜜药前要后 以阴影带雄化身阴影的移动速度 也只花了不到一个小时 就抵达了山剑流淌的漆黑水流的源头 大处高达数百米的大瀑布之下 瀑布下形成的如同湖泊一样 巨大的冲击水潭上 到处都是跳动的幻影 像无数鬼影在漆黑的湖面上起舞 情形要多诡异就有多诡异 但苏桓脸上却没有丝毫切色 反而一脸兴奋 这么多跳动幻影 这里绝对是变形蛇怪龙 蜕变化龙的宝地 而且看样子 这些跳动幻影的用处 白石城并没有开发出来 这样一块宝地 竟然没有人助手 甚至连探索尸影剑的大尸 也没有人探索这个地方 不过这也不奇怪 这种跳动的幻影 也只对幻影类危险生物有着奇效 而幻影类危险生物 却是很罕见的 可能整个石城地区 也找不出几个 来 加上这种跳动的幻影 除非像变形蛇怪龙一样 用于进行特殊意识 否则只有噩梦种层次的育虫 才能够利用 这样一来 更加难以被发现利用了 想清楚这点 在通过寻宝地龙 确定附近没有浴师潜藏后 苏桓当即召唤出 已经有些迫不及待的 变形蛇怪龙 并将配置好的 以幻影猎毒株的完整大脑 变形魔怪核心 以及另外500毫升 变形猎龙龙血精华 配置成的蜕变密钥主要 让其服下 服用下蜕变密钥主要的 变形蛇怪龙 浑身开始燃烧起了 暗色的诡异幻影 幻影的颜色不断变化 深黑 深蓝 深红 身子等各种暗色调 不断变化 像是在变形蛇怪龙身上 燃烧起了一层 五光石色的火焰 变形蛇怪龙 猙獰的大脸上 浮现出一丝痛楚 在苏桓的敦促下 变形蛇怪龙 猛地一跃 跃上了漆黑的湖面 而苏桓已经提前召唤出的 冰霜龙女一挥手 冻结了一小片湖面 让变形蛇怪龙 站在上面 漆黑如墨的冰面附近 是大量跳动的幻影 而此时的变形蛇怪龙 就像黑暗中的烛火 吸引飞蛾扑火一样 吸引着大量的跳动的幻影 朝它汇聚 每当一朵鬼影一样的跳动幻影 扑向变形蛇怪龙 融入它身体表面笼罩的幻影烈焰上时 幻影烈焰的光彩 就会增加几分 变得更加诡异 颜色变化频率也更加频繁 变形蛇怪龙的形体 也在幻影中开始不断变化 变形蛇怪龙 浑身仿佛骨头已经被抽离了一样 整条龙就像一块软泥 被无形的大手揉搓 不断变化 一下方 一下圆 一下扁 诡异异常 而在这种诡异的场景中 鼠之不尽的跳动幻影 在不断地靠近 源源不断地投身其中 为变形蛇怪龙的蜕变化龙 增添一份柴火 暗边 苏桓在阴森诡异的 环境中静静地等待 凭列不定地跳动阴影 映照在他脸庞上 让其看起来有些阴森 而苏桓尖头的寻宝地龙 仿佛丝毫没有感受到 周围环境的变化一样 依然在呼呼大睡 第625章 故地重游两个月后 流经城外 苏桓故地重游 从石城地区离开后 经过了两个月的辗转 除开光暗机外 所有狱虫都已经完成蜕变 腐烂尼龙在亚湖海中 蜕变为了高级噩梦种 潮吸海龙 成长阶段是成长后期 成为苏桓目前唯一的水生育宠 能够在这苏桓 在亚湖海上驰骋 当然 潮吸海龙也能够在岸上栖息 算是两栖类 两头血腥暴龙头领 则在一处鲜血流淌的鲜血蜜的 蜕变为了高级噩梦种 星红暴龙 星红暴龙 依然秉承着暴龙异族的血腥暴力 弹斗方式极为凶残 两只星红暴龙的存在阶段 都是成长末期 就连阴影带熊 也在苏桓曾经收服他的地方 文革城遗迹中 蜕变为了高级噩梦种 幽影暗面熊 同样是成长末期的成长阶段 而三沟熊 更是在一处死亡埋谷之地 历经九死一生 成为蜕变为苏桓目前 种族层次最高的狱宠 顶级噩梦种王沟熊君 作为成长后期的王沟熊君 他的实力 几乎接近成长末期的 风雷将士龙 至此 苏桓麾下的噩梦种 狱宠阵容彻底成型 只差光暗基 完成最后的治愈型 狱宠的缺口 苏桓的心灵修为 也随着一只只狱宠的蜕变 被硬生生推到了四冠大师层次 如今的整体实力 更是不逊色于任何五冠大师 另外 这路上 苏桓丝毫没有放松 对光暗基的训练和培育 加上新能保树龙的蜕变 让光暗基的伙食质量 大幅度提升 几个月下来 光暗基终于步入成熟期 成熟期的光暗基 蜕变的成功率 已经不小了 此时 距离光暗基体内 光暗能量的彻底爆发 已经只有两三个月时间 苏桓实在没有足够的把握 在最后两三个月里 将光暗基提升到完全期 因此 也只能打算 让光暗基以成熟期的成长状态 开始蜕变仪式 而蜕变仪式的选择 苏桓早有目标 一点 正是当初刘金城 御师协会的探索队 找到光暗基的那处光暗交织之地 当苏桓来到老师 位于刘金城的庄园时 发现打理庄园的人 已经换成了一个 来自黑灯堡的御师 没有看到老熟人李伯的苏桓 并没有感到奇怪 他前段时间就收到了消息 大概三个月前 李伯将唯一的超级恐怖种 狱宠着流鬼龙 培育到了完全期 正式突破准大师级 成为一名货真价实的准大师 及御师 似乎灰夜荒原那边 老师离开的消息 已经传开 导致黑灯堡那边 形势有些不稳定 灰夜荒原 很多原本与黑灯堡 有过节的势力 纷纷故意制造摩擦 加上炎裂谷的存在 也泄露 引来了不少势力的亏惧 人员吃紧 在大师兄曹年的请求下 这位常驻刘金城的准大师 也返回了灰夜荒原 落阵黑灯堡 这也是苏桓有时间花费 几个月时间辗转多处的原因 若非李伯已经返回黑灯堡镇首 苏桓肯定只能中途结束旅程 亲自返回坐镇 对于李伯的实力 苏桓还是信得过的 灼流鬼龙本就是最顶尖的 超级恐怖种种族 不如完全七后 对付两三只 寻常完全七的超级恐怖种 也不在话下 尽管不如老师的黑醉巨兽 和烈地援军 但想必绝对不会若于老师 当初的主力欲宠 容颜暴龙 只要大师级不出手 李伯应该都能应付 光暗机蜕变成光暗机 一举解决隐患后 就返回灰野荒原 彻底整合灰野荒原的所有资源 以应对半年后的第三次潮灾 苏桓离开庄园别墅 缓缓乘其在飞行狼狈上 缓缓朝刘金成玉师协会走去 心中暗暗打定主意 刘金成玉师协会的顶层会长室内 苏桓再次见到了胖成一个球的艾珍 艾珍对苏桓的态度颇为客气 尽管苏桓成为红魔道场 超贯大师弟子的事情 还没有从遥远的响雷药塞成系 传到刘金成这样一个穷乡僻壤 但老师周和 依然是刘金成玉师协会的荣誉会长 加上苏桓和爱东的关系 这份香火情还在 苏桓面对艾珍 也不遮掩 直接了当表明了 自己想要进入黑白 交织之地的目的 艾珍听了 微微皱起了眉头 苏桓见状 心底微微一咯噔 莫非有什么变故 只听艾珍长叹了一口气道 苏桓 你要是早来一个月 这个要求 我同意也没什么 但可惜你来晚了 艾会长 莫非有什么变故 苏桓问道 只见艾珍微微点头 没错 这件事 还要从一个月前说起 说起来 我们御师协会发现这处 黑夜与白昼交织的奇特密地 也有近两年了 但却一直没有什么太多的发现 可就在一个月前 我们协会的探索队 终于在其中发现了一处 极具价值的特产 光暗之眼 对了 说起光暗之眼 可能你不太清楚 但只需要知道这个东西 是很珍贵的灾祸种层次的资源就行了 所谓匹夫无罪怀必其罪 这种东西 已经超出我们协会的承受力 不过所幸 我们背后有刘金大师 我们协会已经和刘金大师签订协议 将黑白交织密地 转交给刘金大师了 而刘金大师 在半个月前 就彻底封闭了那处密地 艾珍一口气 将事情的前因后果 向苏桓说明 苏桓心底也悠悠叹了口气 没想到一处小型的光暗 交织密地 竟然会出现光暗之眼 艾珍以为自己 不知道这件东西的用途 但苏桓怎么可能不知道 这种光系 暗系能量 完美交融在一起的特殊密宝 是提升光暗两系灾祸种的绝佳宝物 确实不是一个 刘金城御师协会 能够占据的 苏桓 如今早已经不是出次来 刘金城时的小小御师 作为拥有五贯大师实力的御师 苏桓 已经能够判断出 艾珍的大致实力 也就四贯大师层次 修为比自己高出一级 但实力肯定不如自己 作为刘金城御师协会最强的会长 也就这种实力 另外两位大师的实力 可想而知 难怪会做出将密宝光暗之眼 转交给刘金大师的举动 从艾珍那离开 苏桓并没有放弃 进入这处密地的打算 艾珍那里行不通 苏桓打算直接找上刘金大师 那处光暗交织之地 尽管不是唯一的选择 但却是最优选择 第626章 初见刘金大师 对于刘金城的刘金大师 苏桓早有耳闻 在成为红魔道场的核心成员后 更是通过红魔道场的情报渠道 调查过这位超贯大师的情报 作为超贯大师 而且是想雷耀赛程系 影响力范围之内的超贯大师 刘金大师的情报 自然会被各大势力的情报网收集 这位刘金大师 尽管只是超贯大师第一层次 会观大师级别 但作为驾驭灾祸中的超贯大师 本质上 已经是和普通大师完全不同的两种层次 苏桓离开刘金城御师协会后 禁止来到了刘金城执政会所在 并直接表明了自己大师及御师 想雷耀赛程系红魔道场成员的身份 请求拜访刘金大师 红魔道场的招牌 在遥远的雪国耀赛程系不顶用 但在想雷耀赛程系影响力 根深蒂固的刘金城 还是很管用的 很快 苏桓便受到了接见 刘金大师是一个荣誉头衔 如今的刘金大师 早已经不是第一代刘金大师 当代刘金大师的外表 是一个头发浓密乌黑的中年人 当然 按照苏桓得到的情报 他的真实年龄肯定已经超过100岁了 前辈 苏桓对刘金大师微微躬身以表敬意 尽管苏桓有些红魔道场核心成员的身份 但在面对一位超贯大师时 表达敬意并没有什么不对 有了想雷 要赛程系经历的苏桓 很清楚一个道理 大师及御师并不罕见 但超贯大师却绝对罕见 刘金城总共也没多少位大师及御师 却能够诞生一位刘金大师这样的人物 实数一数 不必多礼 说说你的来意 刘金大师直接了当问道 前辈 我想进入黑白交织密地一次 苏桓也开门见山道 你是为了光暗之眼而来的 刘金大师眯起了眼睛 一股危险的气息开始蔓延 他在收下爱真转交来的密地 并将其封闭时 就已经猜到 光暗之眼肯定会引起一些风波 可没想到 第一个上门的 竟然是苏桓这样一个小小的四贯大师 四贯大师 可不怎么被他放在眼里 苏桓患悚然一惊 连忙解释道 并非如此 前辈 我单纯只是想进入那处密地 因为那里和我的一只狱虫有些联系 苏桓当即召唤出光暗机 刘金大师打亮了光暗机一番后 神情有些古怪地开口道 嗯 好浓郁的光暗能量波动 这只狱虫的情况 似乎有些古怪 一股暴躁的能量引而不发 但似乎又随时可能彻底爆发 爆发之日 恐怕就是这个小家伙的死期了吧 刘金大师眼中闪过一丝怜悯 苏桓也悠悠叹了口气道 是这样没错 这只光暗机 正是当初刘金城御师协会 从那处密地找到的 机缘巧合 被我收服并培养到现在 最近他体内的能量 已经越来越暴躁 而且根本无法压制了 我只想进入那处密地 找一找环友们 有什么解决这种症状的方法 也无其他心思 还望前辈能够同意 我愿意付出代价 进入那处密地 苏桓一脸诚恳道 哦 也不可能比得上四冠大师的 主力高级噩梦中有用 刘金大师对苏桓此举感到诧异 当然 这也是认知局限性 就连当初的黑罪巨兽 也顶多发挥出 低级噩梦中的实力 刘金大师 如此猜想 也不算奇怪 我看你是掌握这家伙的 蜕变途径 想借助那处密地蜕变吧 刘金大师悠悠开口道 苏桓被刘金大师 冷不丁的一句发问 问得心头一惊 立马就想否认 但转念一想 对方可是掌握着刘金兽 完整蜕变途径的存在 能猜到这点并不奇怪 未免否认引起对方不快 苏桓硬着头皮承认 前辈明鉴 呵呵 果然是这样 蜕变后的种族层次是什么级数 刘金大师问道 高级噩梦种 苏桓实话实说 刘金大师一听便兴致缺缺缺 高级噩梦种的蜕变途径 他也不是很在意 为什么每一代刘金城 避出灾祸种层次的刘金大师 原因就在于 刘金大师一脉 掌握着从危险种地金兽 一直到超级噩梦种地火 刘金巨兽的完整蜕变途径 这也表示着每一代刘金大师 几乎能够将自己的刘金兽 一步步蜕变为地火刘金巨兽 成长七冠大师 加上刘金大师一脉多年的积累 得到一只灾祸种 并不算难事 因此 高级噩梦种的蜕变途径 对刘金大师而言 还不算多稀罕 黑白密地已经被我封闭 你愿意付出多大代价 让我重新开启 刘金大师问 只要晚辈能够做到 望前辈成全 苏桓心头一松 知道对方松口了 连忙态度坚定道 呵呵 你小子应该就是 熊维尼新收的弟子吧 正是 对于对方知道这个消息 苏桓并不奇怪 刘金大师的层次 已经足够了解到 响雷要塞城系 各大势力的高层事宜 作为红摩道场主的师妹 熊维尼 收徒在响雷要塞城系 各大势力的高层 也算是个 不大不小的新闻 我也不需要 你付出什么代价 记得欠我一个人情就行 刘金大师呵呵笑道 苏桓面色一喜承诺道 我记住了 前辈到时尽管吩咐 从执政会走出来 苏桓这才发现 背心已经湿透 独自面对 一位从未打过交道的超贯大师 压力实在太大 走出执政会 不再面对刘金大师 苏桓心头的压力 这才消散 看起来 刘金大师所掌握的 蜕变途径层次肯定不低 很可能只指超级噩梦种 甚至灾祸种层次也不奇怪 要不是提前知道这点 我也不敢暴露自己掌握 高级噩梦种蜕变途径 苏桓心头暗道 至于刘金大师 会不会泄露自己掌握 高级噩梦种蜕变途径这种事情 苏桓并不是太过担心 自从育宠阵容出见成效 特别是三沟熊成功蜕变为 顶级噩梦种王沟熊军后 苏桓的心态 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只要不暴露自己掌握海量 蜕变途径的秘密 掌握几种蜕变途径 带来的风险 苏桓完全有资格承受的气 这就是实力带来的底气 E627章 黑夜与白昼交织 刘金大师那边 已经同意 苏桓进入黑白密地 并约定第二天送他过去 苏桓老老实实 回到别墅庄园等待 四日清晨 苏桓一大早就 前往执政会等待 没等多久 刘金大师便出现 挥手间 两人被一道璀璨的流光包裹 朝着远处急迟而去 苏桓清楚 这道流光 并不是什么能量 效果 而是一只光系的灾祸种 这只光系灾祸种 似乎没有规则形体 就是以纯粹的光系能量的形式存在 苏桓很快便在旧日龙点中 找到了一丝的种族 突变灾祸种灌红蜜光 苏桓不太确定地喃喃自语 道 好眼力 无愧是红魔道场的嫡传弟子 准确来说 应该是灌红蜜光一次蜕变后的种族 烈红蜜光 刘金大师魏太孝道 历代刘金大师都姓魏 都来自刘金城的掌权家族 魏家 偶然听说过 苏桓谦逊道 心中却在为灌红蜜光 或者说烈红蜜光的速度 暗暗则舌 这种速度 恐怕就连西能宝树龙 通过虚空远足能力进行移动 也不敢说 能够胜过他吧 这倒不是苏桓自夸 将不过低级恐怖种的 西能宝树龙的速度拿来 和灾祸种比较 而是真正判断 西能宝树龙 通过虚空穿梭 相当于将一只世界两点之间的距离 压缩到虚空中 走捷径 而烈红蜜光 则完全是在一只世界里 风驰电车的赶路 完全是不同时空的对比 如果处在同一时空 西能宝树龙拍马 也看不到烈红蜜光的身影 当刚离开刘金城执政会没多久 周围的光影便开始消失 烈红蜜光带着两人缓缓停下 到了 刘金大师魏太开口道 黑白蜜地位于一片偏僻的荒野中 可现在的荒野 却一点都不寂静 反而异常喧闹 尽管黑白蜜地的入口通道 已经被魏太封闭 但为了防止有人通过别的途径进入蜜地 魏太 直接在黑白蜜地外 驻扎了一只御师团 负责统率御师团的人 苏桓还见过 正是当初老师周和步入大师及时 也出面拉拢过的刘金城执政会大师 执政官鲁木平 只不过当初刘金城一方 对拉拢老师周和的想法并不强烈 也不算有诚意 老师这才加入了刘金城御师协会 成为一名荣誉会长 鲁木平老远就看到了 烈红蜜光像一道长红般电视而来 渲染了整片天空 连忙带着御师团的高层 急匆匆迎过来 魏太对鲁木平众人微微挥了挥手 不必多礼 大人 您的来意是 鲁木平一步一驱跟在魏太身后 笛声问道 一边还打量着跟在魏太身后的苏桓 打开密地 送这个小家伙进入一趟 魏太指了指苏桓道 鲁木平闻言神情诧异 台封闭密地没多久 竟然就要打开 这看起来年纪不大的家伙 究竟什么身份 难道是魏太的亲属后代 不对 魏家所有和魏太占亲戴过的亲属 自己都一亲二楚 绝对没有眼前这人 魏太没有特意解释 而是静止带着周和朝着御师团驻扎的营地中心走去 营地中心 就是黑白密地被封闭的入口 打开一个密地通道的方式很多 但封闭的方式相对较少 特别是想保留通道 以待今后打开的封闭方式就更少了 刘金大师魏太 封闭黑白密地的方式算是比较常用的方式 通过结界密月封闭密地通道 结界密月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奇物 作用只有一个 就是将固定的密地通道扭曲成一个被彻底封锁的结界门户 这个结界门户只有专属的蜜月 也就是奇物本身能够打开 结界密月分为两部分 结界之门和密地钥匙 蜜月自然掌握在魏太手中 只见魏太来到被结界之门彻底封闭的通道前 轻轻走进结界之门 无形的能量连依开始荡漾 能量连依中蕴含着巨大的威能 就连苏环也从中感受了一丝致命的威胁 这就是结界之门 如果想强行破坏 就会引起结界之门的反击 根据结界蜜月的本身层次的高低 激发的反击之力也有不同 但最弱的结界蜜月也是 噩梦奇物层次 能够轻易击伤大师及御师 寻常的刺 以及噩梦种御宠 也难以抵挡 而由流金大师魏太亲自布置的结界蜜月 层次肯定更高 就算打不到超官大师层次 也应该接近大师层次的顶点 强行破坏结界之门 进入密地通道的反噬 绝对不是苏环能够承受的 只见魏太从固定空间中 摸出一把水晶般的蜜月 手握蜜月对着面前的结界之门 轻轻一划 紧闭结界之门 立刻出现一丝丝缝隙 缝隙逐渐扩大 很快便扩大到 能够容纳一个人进入其中 进去吧 出来时 直接找到密地通道就能出来 魏太对着苏环挥了挥手道 多谢前辈 苏环真心诚意道谢道 而后 立马走进已经开始缓缓闭合的缝隙 魏太微微点了点头 在苏环走进缝隙后的密地通道 缝隙彻底闭合后 身体再次被裂红密光包裹 离开了御师团驻地 只留下了亲眼看到这一幕 倒不清状况的鲁木平 大师及御师的记忆力惊人 此时已经看出来一年多前 有过一面之缘的苏环 有些眼熟 不过暂时还没想出来 苏环具体是谁 另一边 苏环已经走过黑白交织的密地通道 来到了这片早有耳闻 但却是第一次身临其境的光暗密地 也是一似光暗机出生的地方 光暗机早在苏环刚刚踏足这片密地时 就已经被他召唤了出来 来到光暗密地后 光暗机的情绪明显 亢奋了很多 不断打量着周围的场景 毕地的通道 恰好位于白昼和黑夜的分割线上 苏环的左边 是一望无际的茫茫黑夜 夜幕深沉 伸手不见五指 仿佛一头看不到边的漆黑巨兽 匍匐在那里 而右边 却是无比璀璨的光芒 白茫茫的世界 一望无际 给人一种 没有一丝阴影存在的错觉 苏环就立足在 两个世界的中间线上 正在纠结 该往哪边走 第628章 密林中的不毛之地 光暗机的蜕变密药前药 早在大半年前 为了稳定体内暴动光暗之力 就已经服用掉 也早就消化完毕 此时只需要服用蜕变主药主药 完成蜕变即可 而蜕变密药主药 在出发前的凌晨 苏环就已经配置好 并且用特殊方法封存起来 可现在的问题是 服用密药前 必须先找到最适合光暗机 完成蜕变仪式之地 尽管光暗机的蜕变途径上 标明的是 光暗之地蜕变仪式 仪式环境 也只需要在光暗交织的地方 即可 换句话说 苏环现在所处的位置 就符合条件 但实际上 哪怕同一个密地 不同的位置 对育宠的蜕变仪式的影响也不小 苏环自然希望找到最佳的位置 也就是光暗能量 交织的最深 能量 浓度也最高的节点 不过这个位置并不好找 别看这片黑白密地 被定性为小型密地 但实际上面积根本不小 所谓小型密地 中型密地 大型密地的划分 很大程度上 并不是取决于密地的面积大小 而是其中栖息的种族层次的高低 黑白密地 之所以只被评定为小型密地 仅仅是因为 这里未出现超过噩梦种的种族栖息 最高层次的种族 也不过超级恐怖种 这是刘金城御事协会 多次探索来定性的 结果很权威 一个连噩梦种都没有的密地 对苏桓而言危险程度 无限接近于零 但想要在面积不小的黑白密地中 找到最佳的光暗交汇节点 却需要花费一番功夫 犯起了选择困难症 纠结到底往黑夜之地 还是白昼之地找起的苏桓 直接将选择题交给了寻宝帝龙 寻宝帝龙 找到光暗之力最强交汇点的任务 就交给你了 苏桓先对寻宝帝龙解释了一番 什么叫交汇点后 殷切叮嘱道 一路咸鱼咸得发慌的寻宝帝龙 一听有活干了 精神抖擞 立马从苏桓肩膀上站起来 开始感知苏桓所说的 光暗交汇点的位置 不过几个呼吸的感应后 寻宝帝龙撅起屁股 就开始朝着白昼一边走去 刺眼的白光照耀着整片白昼之地 让苏桓不由回忆起了 灰野荒原七八月的烈日高悬的荒野 那种气温能够煮鸡蛋的环境 不过现在的苏桓 远不是那个时候的弱小普通人 这种气候对苏桓而言 根本无关痛痒 苏桓甚至连召唤冰霜龙女 释放寒气姐姐鼠的想法都没有 直接顶着耀眼的白昼之光 成奇幻影变形龙 紧紧跟在寻宝帝龙身后 变形蛇怪龙 在蜕变为幻影变形龙后 除开更强的变形能力 对能计的模拟能力外 还掌握了一种新的能力 那就是幻影能力 幻影能力不仅增服了变形蛇 怪龙变形的速度 而且能够让变形龙 制造出幻影迷幻对手 甚至这些幻影 还能被赋予一定活性和能量 具备一定的攻击防御能力 除此之外 幻影能力还赋予了变形蛇怪龙 极为强悍的移动能力 毫不夸张地说 幻影变形龙的移动速度 在苏桓的御宠中 绝对能位列第三 第一 毫无争议是风雷降噬龙 第二 则是掌握着地形神速的寻宝帝龙 尽管它只是超级恐怖种 但速度之快 紧追风雷降噬龙之后 第三 就是掌握幻影移速的幻影变形龙了 幻影变形龙驮着 紧紧跟在寻宝帝龙身后 一点不显吃力 当然 这也是寻宝帝龙没有钻地 而是在地面奔跑的原因 不然幻影变形龙 想要追上全力移动的寻宝帝龙 恐怕会很吃力 蜕变进化后的幻影变形龙 体型上较之完全漆的变形蛇怪龙 并没有值得飞跃 不过十多米 长 尖高六七米 和大多数噩梦种相比 都算得上苗条了 但幻影变形龙浑身的肌肉 却异常地壮硕 肌肉 哪怕被墨绿镜黑色的鳞甲 层层包裹 依然显得轮廓十分分明 呈现流畅的流线线条 在奔跑时 看起来无比的健美 有点趋近于 将迅猛和力量完美结合的 星红暴龙一族 也就是战锤和血斧两兄弟的种族 不过比起战锤和血斧那十多米高的个头 幻影变形龙 绝对是个小不点 跟着寻宝地龙一路狂奔 足足过了一两个小时 寻宝地龙的速度 这才放缓 以二者的速度 一两个小时 哪怕不是保持全速奔跑 也已经跑出了几百公里 就算不是直线狂奔 恐怕也已经穿越了小半个黑白密地 寻宝地龙速度放缓后 逐渐在一片密林前停下 白昼之地的环境极为特殊 由于中年都是一片白昼 光芒普照 一棵小小的刺灌木 都能长到五六米两层楼 那么高 路边的杂草都有半人多高 而栖息在这片土地上的危险 生物 大都也以光系的种族为主 横跟在苏桓面前的密林 最外围的树木 就没有一棵低于五十米的 而且一眼望去 树木的高度还在不断拔高 简直让苏桓 有一种走进了巨人森林的感觉 寻宝地龙不过停顿了一下 似乎又在赶至具体方位 几分钟后 又开始拔腿狂奔 幻影变形龙 立马带着苏桓跟了上去 沿路遇到不少危险生物 不过都是噩梦中以下 幻影变形龙 不过微微释放了一丝威亚 就慌不择路地跑走 根本不敢攻击苏桓和寻宝地龙 没多久 一行就深入到密林的中央 密林中央位置 并没有任何危险生物栖息 甚至连植被都没有 光秃秃一片 像是一片胶土 一面的泥土也消失不见了 反而被一种灰色的 晶体化物质代替 寻宝地龙似乎完全没有发现 异样一般 冲出了密林 还在继续狂奔 苏桓一拍幻影变形龙的脑袋 幻影变形龙 化身一道幻影 一个闪身变 带着苏桓来到了寻宝地龙身旁 苏桓大手附带着心灵力 一抓 就把头铁的寻宝地龙抓在了手中 先别去 这里有点诡异 先看看情况 苏桓对着一脸疑惑 不解的寻宝地龙淡淡倒 白昼之地随处可见茂密的植被 这种布毛之地属实诡异罕见 而且那种灰色的晶体物质 引引给苏桓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 并不是那种物质本身 而是这种物质背后代表的 某种象征性的含义 让苏桓感觉有些心惊 苏桓当即召唤出风雷将士龙 让风雷将士龙驮着自己 飞到高空中俯瞰那片布毛之地 观察一番 当风雷将士龙飞到数百米的高空后 苏桓看到了让自己震撼的一幕 并不是一片灰色 布满了那种灰色晶体物质 而在这片灰土地中央 是一个巨大的环状巨坑 直径大概有十公里 巨坑看上去并不深 但无形的立场 彻底扭曲了那个巨坑内的景象 让苏桓哪怕动用增加 目立的心灵剂 也无法穿透扭曲立场 看清楚巨坑中的场景 这种巨坑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苏桓心头闪烁着疑惑 直径十公里的巨坑 也就是近百平方公里 就连普通灾祸种的战斗 恐怕也难以造成这种程度的地形 而这片地域 似乎并没有种族层次过高的危险生物 这点苏桓一路上 也大概能够判断出来 第629章 光暗漩涡风雷降噬龙 连翅膀都未震动 就以清零的风之力 托举着漂浮在数百米高空上 而苏桓则站在他的脑袋上 默默看着远处的巨坑 心中权衡着 是否要进入到巨坑产生的 特殊扭曲立场中 没有任何危险 反而有宝物 但苏桓深知 此行的第一药物 是完成光暗剂的蜕变 彻底解决光暗剂一族的隐患 其他的事情 优先级都不能高过这个 在苏桓的勒令下 寻宝地龙只能眼巴巴移开了 对那个巨坑 似乎极为向往的目光 继续感知着苏桓所说的 光暗之力交汇的节点 很快 寻宝地龙像是感应到了什么 领着苏桓朝另一个方向直辈去 那个方向 竟然是和刚刚过来 完全相反的方向 有点像是在往黑夜地带走 苏桓不由有些错愕 寻宝地龙这家伙 莫菲一开始就知道 白昼地带这边 并不是光暗交汇的节点 而是专门带着自己来这个巨坑的 竟然能吸引寻宝地龙专程过来 看来 这个巨坑里 确实有什么了不得的宝物 苏桓将心头的一丝好奇压制下去 默默将这个地点寄了下来 准备等光暗机成功蜕变后 再来一探究竟 没多久 一行真的来到了黑夜地带 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 彻底将众人笼罩 所幸 寻宝地龙赶路向来不靠视觉 而是靠感知 黑夜对于他而言如履平地 而苏桓手中的火之玉手 则焕发着微光 照亮了周围数十米范围 让幻影变形龙能够失误 再加上苏桓不断通过心灵联系 感应到寻宝地龙的方位 不时为幻影变形龙指明方向 倒是让幻影变形龙的速度 没有多少下降 可进入到黑夜地带后 寻宝地龙跑着跑着 竟然直接钻到了地底 而且越来越深入地底 苏桓这一下 向指引方向也没辙了 难不成让幻影变形龙钻地 这一下 直接让幻影变形龙 直接失去了寻宝地龙的身影 有些茫然地停在了原地 苏桓也皱起了眉头 寻宝地龙这家伙 怎么一言不合就钻地了 没等苏桓想出的所以然 寻宝地龙又钻了出来 寻宝地龙跳到苏桓肩头 有些不好意思的 用肥嘟嘟的爪子挠了脑脑袋 对着苏桓 啰啰叫唤了两声 苏桓眉头舒展 你是说 你感应到的光暗节点 在地下 寻宝地龙肯定地点了点大脑袋 幻影变形龙 你先回来吧 苏桓直接收回了幻影变形龙 寻宝地龙 接下来有你带我去 苏桓对小瘦个头的寻宝地龙吩咐道 别看这家伙个体下 当做棋都不行 但好歹也是超级恐怖 能力不能以常理度之 带人赶个路 还是没问题的 之前之所以召唤幻影变形龙来赶路 纯粹是因为让寻宝地龙带着赶路 体验效果不佳 寻宝地龙闻言 兴奋一叫 浑身冒出黄灿灿的光芒 将苏桓全部笼罩在光芒中 紧接着寻宝地龙双爪 抓住被黄光包裹的苏桓 只听扑的一声 寻宝地龙和苏桓的整个身体 就直接钻进了地下 这种钻并非是 直接通过物理钻孔 来进行地下穿梭 而是以一种神奇的力量 将身体直接和大地融为一体 水乳交融一般 在地底移动 苏桓在黄光中 能够清晰看到周围的掩土层 自己就像被掩土层包裹一样 身处大地之中 而有着身上的神秘光芒 掩土并没有将苏桓真的挤压在一团 不过 苏桓有些怀疑 要是寻宝地龙地形能力失效 自己会不会被击死在地底 这样一想 苏桓不由有些不寒而立起来 所幸 一行 神速在地下的移动速度 奇快无比 寻宝地龙一路向地底深处移动 不过短短几分钟 就来到了目的地 苏桓只觉眼前豁然开朗 周围包裹的掩土层 在这一刻彻底分离一般 一个没有掩土层包裹的空间 出现在面前 这是一个巨大的地底洞窟 不知道是怎样在地底深处形成的 堪称鬼斧神功 但苏桓也不关心这点 他的目光 已经完全被面前黑白交织的景象所吸引 只见在地底洞窟底部 一白一黑两个巨大的能量光团正旋转缠绕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光暗漩涡 光暗能量的交汇节点 苏桓眼中闪烁着一丝丝激动 光暗机 出来吧 与此同时 光暗机也出现在了苏桓身旁 光暗机看到面前的场景 同样有些激动亢奋 去吧 接下来就只能靠你自己了 苏桓将已经配置好的蜕边密钥前钥递过去后 殷切嘱咐到 光暗机将容器内的密钥一饮而尽 黑白两色的能量 开始朝着光暗机浑身蔓延 让光暗机的面旁 都被黑白阴暈染上 光暗机对着苏桓重重一点头 朝着光暗漩涡飞去 苏桓看着光暗机的背影 不仅有种女儿长大了 要独自去面对风雨的心酸感 尽管光暗机如今的个头 比苏桓这个老父亲 还要高出一个脑袋 早就不负当年的软萌小只 飞往光暗漩涡过程中的 光暗机体内暴动的能量 终于在被压制了近一年之久后 终于被光暗密钥的主要引爆 光暗机发出一身哀鸣 跌落到光暗漩涡中 而在光暗漩涡上方的洞窟岩壁上的苏桓 只是默默注视着这一幕 没有任何举动 早就将光暗机蜕变过程 研究了无数遍的苏桓 对于光暗机在蜕变过程中 所要经历的各种场景 都模拟了不知道多少次 这种情况 早在他的预料范围内 尽管面无表情 但苏桓的心情 却坎坷到了极点 和别的预宠不同 哪怕蜕变失败了 也就是潜力受损 还有重新来过的机会 但光暗机一旦蜕变失败 光是暴动的光暗能量 就会撩了他的命 这是自然规律 是光暗机本身的种族所决定的 也是枷锁和梦魇 终于无力改变 只能等待蜕变的结果 光暗机的蜕变 要么生 要么死 没有第三条路 第630章 蜕变失败 混沌元素 光暗机的蜕变 哪怕准备妥当 成功率也不会高 光暗机本身就是 近乎遭受诅咒的种族 先天缺陷和不足 让他的蜕变过程 也异乎寻常的艰难 哪怕苏环 将其培育到了成熟期 找到了最佳的蜕变地点 准备好蜕变秘药 依然只能寄希望于 命运的青睐 保佑 最终能够蜕变成功 可惜事与愿违 蜕变刚开始 光暗机投身光暗漩涡中 光暗漩涡中 澎湃的光暗能量 似乎短暂压制了 光暗机体内的 暴动的光暗之力 让光暗机开始 顺利地进行蜕变 无数光暗胶织的光带 缠绕在光暗机的体表 就像春蚕吐丝一样 将光暗机包裹成了 一个黑白两色 层叠交错的光碱 但好景不长 没多久 光碱表面就出现了 一道道裂纹 缩环心底一个灯 光暗机的蜕变过程 不可能这么快 光碱这么快出现裂纹 肯定是蜕变过程 出现了差池 果不其然 这是光暗机体内的 能量暴动 从内部冲破的 一道道裂纹 光碱破碎后 光暗机体内的 光暗之力难以压制 当即陷入了 能量暴动中 黑白两色的能量 开始透过光暗机的组织 向浑身各处蔓延 光暗机到处都是 黑一块白一块的 能量凝聚的结块 神情被剧烈地痛楚 冲斥 浑身的力量开始骤降 连煽动黑白羽衣飞行 都逐渐做不到 只能在光暗漩涡中 顺着漩涡的旋转 不断随波逐流地 上下起伏 眼快就要步入 蜕变失败的边缘 苏环悠悠叹了口气 知道势不可为 当即召唤出 风雷降噬龙 冲进光暗漩涡中 将依然被光暗漩涡的 光暗能量 肆虐摧残身体的 光暗机救了出来 原本对光暗机 产生助力的光暗漩涡 在光暗机蜕变失败后 则成了他的催眠服 苏环从风雷降噬龙的爪子下 接过光暗机 将其搂在怀里 摸着他的脑袋 心底悠悠地叹了口气 光暗机的蜕变 最终还是失败了 以光暗机当前的状态 恐怕也活不了多久了 从未经历过 和育宠的生死离别的苏环 此刻像是心里 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 他不禁神情恍惚地想起了 第一次见到光暗机的场景 那是在绿渊研究所的 无光球龙里 光暗机瘦小的身影 安静地躲在昏乱的角落里 尽管决定收服光暗机起 苏环就料到了 有可能会出现今天这一幕 但当这一幕真正出现 苏环还是有些难以接受 光暗机原本白净的脸庞 此时被黑白夹杂的 猙獰血管充斥 浑身各处都长满了 像囊种一样的光暗能量结块 这些结块不断蠕动 仿佛随时都可能破体而出一样 光暗机缓缓睁开了眼睛 气息无比虚弱地看着苏环 眼中满是留恋和不舍 我要死了吗 苏环静静看着光暗机的眼睛 尽管光暗机没有说话 但苏环读懂了 他在发问 苏环勉强一笑 不 不会的 你先去玉印空间待一会儿 我会想出办法的 我们还有时间 嗯 光暗机老老实实回到了玉印空间中 一如苏环第一次见他那样安静 打怕面临生命的终结 光暗机回到玉印空间后 苏环默默看着 像是吃人的深渊巨口一样的光暗漩涡 默默流淌下一行清冷 办法 能有什么办法 苏环有些绝望了 光暗机蜕变失败 几乎是难以挽回的 当然 既然是几乎 那自然是有办法能够挽回 旧日龙典中 就有这种情况的记载 但根本无法实现 在旧日龙典有关光暗机蜕变的描述中 有过这样的记载 一只蜕变的光暗机 在蜕变过程失败 只能看着死亡一步步降临 他的主人 不敢看着玉宠如此死去 尝试了多种办法 试图挽回光暗机的生命 可一次次失败 反而加剧了光暗机生命的崩解 不过短短大半个月 光暗机所剩无几的生命 便彻底终结 光暗机生命的最后时刻 这名御师为了满足光暗机的愿望 准备将光暗机 埋葬在初次遇到他的地方 一片光暗交织之地 就在光暗机弥留之际 奇迹发生 那片光暗交织之地 在黑暗能量和光明能量的碰撞中 竟然在黑白交织的瞬间 诞生了一丝混沌元素 原本垂死的光暗机 吸收了混沌元素 竟然完成了堪称神奇的蜕变和复苏 垂死的身体 在瞬间焕发出生机 蜕变成了一种 让人难以理解的物种 一种具备堪比灾祸种 光暗天赋的神秘种族 后来 欲宠界将这种疑似新诞生的种族 并名为光暗地基 混沌元素 缩缓念及这件事 苦笑着摇着头 神情有些悲凉 它不是没有找过 而是根本找不到任何线索 混沌元素 堪称元素系的瑰宝 任何元素 都是由最初的混沌元素 演化而来的 任何元素 都能够从混沌元素中分离 这是超越了等级的瑰宝 无法用噩梦种 灾祸种 亦或灾难种的划分 来区分它的具体等级 混沌元素 由于被发现的数量稀少 因此 所记载的通图较为单一 最常见的用途 就是用来提升任何元素类种族的潜力 直接让育宠融合混沌元素 能够大幅度提升该种族的潜力 甚至很大几率 能够噩梦种 直接让该种族出现自然蜕变进化 堪称天然的蜕变秘药 对于元素类的灾祸种而言 混沌元素则能够使其成长 形态直接蜕变 单单这两种用途 就足以看出混沌元素的价值 别说苏桓只是一个小小的大师 疾欲师 就是超贯大师 想要刻意找到一丝 能够立竿见影 提升自己育宠形态 混沌元素 也不现实 好伴想苏桓抬起头来 心灵之风飘动 脸上泪痕吹散 走吧 寻宝地龙 回想雷要塞城 我准备悬赏混沌元素 哪怕有一丝可能 也不能放弃 寻宝地龙也知道了 现在的情况 神情有些黯然 寻宝地龙和光暗机的感情 也是很深的 当初苏桓刚收服光暗机的时候 光暗机尚不认可苏桓 就是还处于寻宝龙兽的他 每天陪伴光暗机 听到苏桓的话 寻宝地龙忽然猛背抬头 眼中闪烁着光亮 啰啰吼吼 寻宝地龙的声音 有些焦急 什么 你是说那处巨坑 二者有着心灵羁绊 苏桓几乎一瞬间 就弄明白了 寻宝地龙的意思 快去 第631章 入坑寻宝地龙 立马伸出短胖的爪子 抓住苏桓 一溜烟 就转到地窟一侧的岩壁中 顺着地底 朝着那处巨坑赶去 没多久 寻宝地龙 便再次带着苏桓钻出地底 苏桓以精神立场 漂浮到高达上百米的树冠顶部 默默看着远处的巨坑 看来这里 应该就是混沌元素的诞生地了 苏桓参照旧日龙典 有关混沌元素 形成的地点的描述 经过对比 大致能够确定 这个巨坑代表了什么 混沌元素的诞生 有很多种可能性 而黑暗和光明碰撞而出的混沌元素 就是其中一种诞生的可能性 难怪你先带我来这里 看来是冥冥之中 你感知到了这里的东西 对光暗机很重要 好伴想 苏桓摸了摸寻宝地龙的脑袋 语气有些自责 要是他在光暗机蜕变之处 就决定进去取走混沌元素 说不定光暗机此时已经顺利蜕变 并且蜕变成光暗地基了 接下来就是弄到里面的混沌元素了 苏桓看着远处的巨坑 心情已经不复之前的隐语 不过想要弄出来 也不容易啊 覆盖混沌元素的扭曲力场 很难以常规手段破开 这里面的混沌元素也不知道 形成多少年 形成的扭曲力场 恐怕威力已经很恐怖了 先试试水 苏桓沉思了一会儿后 便有了决断 当即召唤出目前防御力 在苏桓的狱宠阵容中 依然位居第一的严须龙 严须龙在成熟期时 防御力之强 就足以媲美大多数完全期的 高级噩梦种 而在半个月前 已经十分接近完全期的严须龙 终于迈出了最后一步 成为苏桓当前第一只达到 完全期的狱宠 完全期的严须龙 防御力进一步提升 尽管攻击力 也就能达到终极噩梦种层次 但防御力 已经让很多成熟期的特级噩梦种 独望尘莫及 堪称恐怖种狱宠中的一朵奇葩 就连苏桓众多狱宠中 防御力派在第二的顶级噩梦种 王沟雄军 距离严须龙 也相去甚远 当然 这主要是由于王沟雄军的 成长阶段吧 不过才成长后期 如果成长到成熟期 乃至完全期 防御力自然远超严须龙 严须龙 你试试接近那处巨坑中的扭曲立场 看能不能深入境局 我会让幽影暗面雄化身幽影 依附在你身上 而我则藏身在幽影暗面雄的幽影密室中 一旦遇到危险 就召唤西能宝树龙 通过虚空穿梭跑出去 苏桓对着被召唤出来的严须龙 一阵交代 严须龙如今的体型 已经不下于大多数噩梦中 光是站在那里 就如同一座小山包 周围的参天大树 都被其挤断了不少 这种体型的严须龙 一旦出现在城市 特别是闹事中 绝对是一场灾难 轻轻转个身 就能撞他无数房屋 严须龙微微点头 尽管身处寓影空间中 但他也并非对外界的事情一无所知 寓影空间对于寓宠而言 就像是一个门户 狱宠完全可以通过门户 看到外面发生的事情 严须龙自然也知道 光暗机现在的状况很不好 自己算是临危受命了 幽影暗面熊也被苏环召唤出来 进化为高级噩梦中的幽影暗面熊 模样较之阴影带熊 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首先是个头 原本成长到完全期的阴影带熊 也不过一两层楼高 在恐怖种中并不以体型著称 而幽影暗面熊的体型 则和阴影带熊成了两个极端 成长默契的幽影暗面熊 足有十多米高 不难看出 一旦成长到完全期 体型有望逼近二十米 矗立在那里 就是一栋高楼 在苏环的吩咐下 幽影暗面熊 先是张开幽影密室的门户 让苏环和寻宝帝龙躲进去 而后巨大的身体 像是漏气的气球一样 化身一团阴影 依附在严须龙的背上 出发吧 延续龙脉动山岳般沉重的步子 咚咚咚朝着巨坑跑去 大地在他的脚下振战 如同地震 幽影密室的阴影 带熊进化后 由阴影口袋进化而来的能力 幽影密室除开具备 较之阴影口袋更大的空间外 还具备了更强的束缚效果 能够将敌人困进 幽影密室中 无法逃脱 除此之外 幽影密室还具备固化空间的效果 能够存储物品 甚至活物 算是一个巨大的固定空间 和活性空间的结合 藏身在幽影 密室中 苏环也在同时 不断感知着外面的情况 当延续龙踩塌在 晶体般的灰土上时 苏环通过这些灰色的晶体 散发出的细微气息 分辨出了这种材料的种类 这些应该就是 被混沌元素形成的扭曲立场 和能量辐射所改造的特殊材料 灰盾晶土 算是一种少见的噩梦种材料 用途也不少 主要是这种恐怖的数量 绝对是一笔巨额的财富 如果全部开采 下来 甚至价值之高 能够接近这片密地中 已经被发现的光暗之眼 不过 我既然已经要驱走混沌元素 就不动这些灰盾晶土了 毕竟这片密地是有主之物 苏环略一思考 心底便有了决断 任谁也难以一眼看出 这些灰扑扑的石头 竟然是大有来历的灰盾晶土 用来栽培高级能量果树的 绝佳秘宝 延续龙的延续场 玉火力全开 很快便跑到了巨坑的边缘 没等苏环吩咐 严虚龙便一跃跳进了巨坑中 笼罩巨坑的磅礴扭曲立场 瞬间将严虚龙笼罩 严虚龙外围的暗灰色 严虚场域 像一颗鸡蛋 被一只无形的巨手抓住 巨手不断发力 鸡蛋外壳不断变形 但却死死支撑着 没有破碎 严虚龙的身体 在扭曲场域的作用下 无法向巨坑下方跌落 反而随着立场的作用 再往着巨坑外飞去 像是遭遇到了巨坑的反弹 严虚龙被抛飞到巨坑上方 发出一阵狂吼声 浑身严虚场域猛地搜索 像是一个巨大的追头 朝着巨坑中钻去 这次严虚龙稍稍在巨坑中沉降了一些 但最终还是被逐渐增加的扭曲立场 反弹出了巨坑 难以抵达巨坑的底部 严虚龙将严虚场域的覆盖领域增大 我召唤王沟雄军 助你一臂之力 严虚龙数次尝试依然无功后 苏桓开口道 严虚龙毫不迟疑 当即将严虚场域的笼罩范围 扩大了一倍有余 他很清楚 多大的面积才能够容纳王沟雄军 和他一起在里面活动 王沟雄军在蜕变为顶级噩梦中后 体型越发惊人 哪怕成长阶段 不过成长后期就已经超过三十多米高 并不比严虚龙矮太多 两头庞然大物 在严虚场域中一同发力 严虚场域带着两头巨兽 开始朝着巨坑坑底沉降 没多久就来到不算深的坑底 坑底在扭曲立场的作用下 几乎无法失误 甚至连感知都没有多大作用 不过在严虚场域的笼罩范围内 倒是能看清楚坑底的场景 经过一番找寻 一团呈现灰色 但表面却有彩色光运 不断流转变化的气体一般的东西 出现在苏环面前 混沌元素 第632章 蜕变和混沌元素擦肩而过一次的苏环 这次不再迟疑 当即召唤出光暗机 让其开始就在巨坑坑底融合混沌元素 这并非是苏环想要在扭曲立场 无处不在的巨坑中 让光暗机尝试融合混沌元素 而是混沌元素 苏环根本缺乏手段保存 无法带走 混沌元素需要特殊的容器 或者环境才能够保存 比如这个巨坑所形成的扭曲立场 就是用来保存混沌元素的 否则 混沌元素会分解成自然界存在的各种元素开始消散 而苏环目前并没有准备保存混沌元素的特殊容器 只能接触巨坑这个天然容器 让光暗机就地吸收混沌元素 已经气息衰弱的像风中残烛一样的光暗机 缓缓将手伸向了不远处的混沌元素 混沌元素作为自然界孕育而生的瑰宝 本身是具备一定活性的 知道自己将被吸收的混沌元素 应该会做出一定的趋利避害的举动 比如逃跑 可混沌元素就静静地团在那里 一动不动 让苏环颇为诧异 原本他都已经打算让王沟雄军出手 困住这团混沌元素了 难道是因为 这团混沌元素 是由光暗能量碰撞诞生 因此对光暗机有天生的亲近之意 苏环有些猜想 当光暗机的手掌触碰到 混沌元素的刹那 一阵被彩色光芒包裹的灰色气流 不断生腾 灰色气流不断分解成 一道道夺目的彩色光带 飞快将光暗机包裹其中 很快 光暗机便被包裹成了一个彩色的巨卵 让苏环根本无法看到里面的场景 不过苏环唯一能够肯定的是 光暗机原本不断流失的生命力 正在飞速提升着 很快便提升到蜕变前的程度 甚至还在朝着更高的层次提升着 看来混沌元素的融合很顺利 苏环心中暗道 不过还没等他松口气 一阵轰隆巨响传来 像是战锤吹在盾牌上的声音 而盐须龙则伴随着这个声音 身体一个亮腔 以盐须龙的体型 哪怕一个亮腔带来的动静 也是巨大的 怎么回事 苏环神情一变 哦吼 盐须龙的吼声也有些惊慌 苏环很快搞明白了事情的 缘由 什么 巨坑里的扭曲立场开始暴动了 更在疯狂冲击挤压盐须场域 苏环神情大变 他很清楚这种情况代表着什么 直径10公里的巨坑里的扭曲场域 同时暴动挤压盐须场域 以盐须场域的强度 根本挡不住多久 就会被挤破 而已经开始融合混沌元素的光暗基 根本不能挪地方 所以摆在苏环面前的 唯一选择就是硬抗扭曲立场 直到光暗基顺利蜕变完成 可旧日龙典中 根本没有记载 光暗基吸收混沌元素后 这种异常蜕变所需的时间 因此就连苏环也不清楚 具体需要多久 回京之计 只能硬抗了 盐须龙 扩大延续场域 我要将大家都召唤出来 和你一起抵抗扭曲立场的挤压 苏环吩咐道 他已经大致猜出了 扭曲立场暴动的缘由 扭曲立场的形成 便是源于混沌元素 算是守护混沌元素的一种保护机制 而随着常年累月的积累 原本属于死物的扭曲立场 也附带了一丝活性 甚至能够凭借本能 进行一定具有目的性的举动 而此时 混沌元素正在被光暗基所吸收 感知到混沌元素气息 正在不断衰减的扭曲立场 凭借本能反应 正在攻打苏环这个不速之客 尝试救出混沌元素 听起来很不可思议 但苏环已经猜得八九不离十 严须容易听到苏环要召唤所有同伴 小心翼翼地扩张着严须场域的笼罩范围 一方面他很清楚 自己那些体型都不算小的同伴 需要更大的空间容纳 另一方面 他还要保证在扩大场域面积 伴随防御力缩减的情况下 依然能够顶住扭曲立场的挤压冲击 以免延须场域直接被破开 王沟雄军 幽影暗面雄也开始发力加固延须场域的防御层 随着延须场域的扩大 预印空间的门户一个的洞开 一头头庞然大雾 一个接一个的跃出门户 风雷降噬龙 两头星红暴龙 潮汐海龙同时出现延须场域中 就连丁神狼也跑出来凑热闹 风雷降噬龙的风暴守护 风雷领域 星红暴龙的鲜血壁垒 星红枷锁 潮汐海龙的潮汐之力 大海灵溪纷纷加持到延须场域上 终于将延须场域已经风雨飘零的防御 暂时稳固住 光暗机则在飞速蜕变着 混沌元素的气息则在飞速衰减 扭曲立场似乎能够感应到这种情况 冲击 挤压延须场域的强度越高越大 一众狱宠开始疲于应对 原本笼罩十公里直径的立场 全都汇聚到一点 所带来的冲击力是无比庞大的 轰的一声巨响 延须龙负责笼罩在最外围的延须场域防御层 终于在冲击中彻底破碎 延须龙喷出一大口龙血 气息为敏 其他育虫组成的防御层则连接在一起 还在苦苦支撑 苏环连忙地区早已经准备好的治疗密钥 延须龙一口吞服下 伤势在飞速恢复 没多久 可好景不长 没多久延须龙的延须场域防御再次被破 连带风雷降噬龙和王沟雄军的防御也被击破 延须龙不可避免地再次受伤 连带风雷降噬龙和王沟雄军也受伤不轻 已经浓郁到肉眼可见的扭曲立场 开始沿着缺口冲进了众育宠防御圈里 别的育宠的防御离覆盖范围根本无法堵住缺口 延须龙拖着受伤萎米的身体顶了上去 可扭曲立场的强度再次急速提升 延须龙好不容易重新聚拢的延须场域 在瞬间就被重新撕裂出缺口 扭曲立场顺着缺口重重轰击在延须龙的躯体上 而延须龙的荒芜卫带和万物凋零 竟然对扭曲立场并没有任何作用 只有岁月轻时削减了一部分扭曲立场的威力 可还是让延须龙浑身灵甲破碎 皮开肉绽 扭曲立场顺着伤口不断在延须龙体内肆虐 嗷吼吼颜须龙受伤极重 发出一阵巨吼 风雷降噬龙和王沟雄军 幽影暗面熊 潮汐海龙连忙冲过来 为颜须龙挡住了顺势冲进来的扭曲立场 而苏桓则浑身包裹着精神立场 冲进去隐秘要治疗颜须龙的伤势 风雷降噬龙 王沟雄军等狱宠都不擅长防御 扭曲立场无形无掷 攻击又对其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只有潮汐海龙的防御能计稍稍奏效 挡住了一部分扭曲立场 可形势依然岌岌可危 扭曲立场越来越狂暴 整个巨坑都成了扭曲立场肆虐的战场 此时最好的办法就是脱离这个区域 可是倒如此 苏桓只能咬牙坚持 由于缺少治愈型育宠 苏桓只能以密咬一次次为受伤的育宠治愈伤势 身处这种环境 除开风雷降噬龙能够以吞噬风雷治愈伤势外 别的狱宠面对伤势都无法迅速治愈 足足过了三天三夜时间 苏桓所带的密钥都已经全部耗尽 随着狱宠们伤势的一步步加剧 狱宠们形成的防御终于破碎 扭曲立场像是破成的军队一样 一拥而入 而苏桓却面色不变 因为光暗机的蜕变也在此刻终于完成 一只浑身被光暗能量所笼罩的神秘狱宠 走出混沌元素编织成的彩色光剑中 神秘御宠散发着强烈无比的气势 这不是无形的气势 而是有形的场域 场域之强 就连扭曲立场的挤压都为之一致 E633章 融合 成熟期光暗地基蜕变完成的光暗地基走出光剑 浑身被黑白两色的能量营绕 以至于看不清楚光暗机蜕变后的样子 一只被光带缠绕的修长手臂 忽然从光暗能量中伸出 一团灰色的能量在这只手的指尖上跳动 无形的气息向着周围蔓延开 聚坑中原本无比狂暴的扭曲立场 像是被安抚了一样 竟然毫无征兆一样平静了下去 苏环感受到这股气息时 瞳孔猛的一说 有些震惊 这股气息分明就是之前混沌元素所散发的能量辐射 怎么光暗机也掌握这种能量辐射了 难道混沌元素并没有彻底被其所融合 苏环心底一脸闪过多个疑惑 可接下来的一幕 却让苏环无暇去思考这个问题了 眼前发生的一幕彻底让它神情呆滞 只见光暗机手上那团灰色的能量 在扭曲立场恢复平静后 忽然像充气的气球一样急速膨胀 散发的能量辐射也越发强烈 而周围的海量扭曲立场又开始无比躁动起来 甚至比之前围攻炎蓄龙的炎须场域还要更加狂暴 散发着令人星际的力量 只不过这次的扭曲立场 似乎没有太多攻击性 只是自发地朝着膨胀的灰色能量团涌去 如同飞蛾扑火 照了光暗机甚至覆盖了周围的区域 无形的力量将苏桓以及受伤的狱虫 炎须龙 风雷 将士龙 王沟 雄军 潮袭海龙以及其他狱虫全都排斥出去 苏桓站在巨坑角落里 眼睁睁看着无数扭曲立场朝着巨坑中央汇聚 中央位置的光暗机如同惊吞一样 将无数扭曲立场吞进去 巨坑最中央大概100米直径的位置 彻底成为一片扭曲的海洋 扭曲立场形成肉眼可见的灰色漩涡不断旋转着 随着灰色漩涡的旋转 巨坑中的扭曲能量一滴不剩的 全部都引动到漩涡中 紧接着 漩涡开始不断膨胀 收缩 膨胀 收缩 周而复始 最终笼罩方圆百米的漩涡开始缩小 无数扭曲能量都融入到一个类人形的身影体内 大到身影的气息开始飞速攀升 在苏环的感知中 光暗机刚刚蜕变完成时散发的气息 大概也就在成长中期左右 可此时却势不可挡地朝着成长后期 成长末期攀升 最终一直坚定不移地攀升到了成熟期 这才放缓了提升的速度 到达接近完全期的程度 攀升的气息 这才停了起来 并稳定到成熟期 而已经将巨坑中的扭曲能量 一滴不剩地吸收的光暗机 终于在苏环面前显露真行 露出蜕变后的模样 苏环被这一幕幕震惊的目瞪口呆 好半想都没有反应过来 直到光暗机夺不来到苏环面前 看着面前已经超过两米高 比自己足足高出两三个脑袋 气质高贵的 像一位女王一样的光暗机 或者说光暗地基 苏环表情复杂 有欣喜 有期待 更多的是轻松 困扰光暗机一两年时间的先天缺陷 在此刻终于烟消云散 今后光暗机就能够像自然界孕育而生的 危险生物种族一样 提升实力 进化蜕变 而不再受到种族缺陷的制衡了 此时光暗机 光暗机形态时大不相同 两米高个头的光暗机 浑身被能量态的黑色华丽长裙包裹 黑色长裙上点缀着白色的裙折 丝带 像是一件真正的长裙一样 但苏环清楚 这是属于光暗地基的固化防御能计 和光暗机形态时的光暗杀裙一样 按照旧日龙典的描述 这种防御能计名为光暗庇护 是光暗地基防御力最强的先天能计 能够自由变换样式 提供接近噩梦种极限的防御力 光暗庇护幻化的长裙 样式 看起来似乎和光暗机形态时 颇为相似 正是 光暗地基模拟当初光暗杀裙的模样 变化的 不过十分古怪的是 这件长裙 只笼罩着光暗地基的上半身 而光暗地基腿部以下的下半身 却像是陷入了 无边的黑夜中一样 被无形的黑暗能量所笼罩 此时的光暗地基 看起来 有些像是鬼魂类的狱宠 完全是漂浮着离地行走的 因为光暗地基 并没有实质性的双腿 会变为光暗地基后 它的类人属性 似乎有所降低 但散发的那股光细 和暗细的能量强度 却让人惊心动魄 除此之外 原本光暗机背上的双翼 此时也从光暗地基身上消失 不过光暗机同样也有的王冠 却出现在了光暗地基头上 而且看起来更加滑贵 并散发着澎湃的力量 光暗地关 苏环轻轻开口 这是光暗地基的另一股化 能剂 能够大幅度提升光暗机的 各项能剂威力 同时让光暗机散发出强大的威压 并免疫绝大多数同层次的精神威慑 控制类能力 苏环打量了光暗地基好一阵 眼齐脚尖 握了摸光暗地基的脑袋 笑道 看来是顺利蜕变了 此时的光暗地基 在外形上和光暗机 以及光暗原机 都有着一些相似 但作为光暗地基的特征 却十分明显 首先就是没有双腿 下半身 像是被无边的黑暗笼罩 另外 显眼的光暗地关 也能佐证光暗地基 此时的种族身份 走吧 先离开这里 对了 先治疗大家吧 苏环指着遍体鳞伤的愈宠们道 光暗地基 看着一个个都受伤不清的同伴 眼中闪过一丝歉意 他很清楚 同伴都是为了保证自己顺利 蜕变而受伤的 光暗地基 对着受伤最终的 严须龙一挥手 黑白两色能量 缠绕在一起的光束 瞬间积射到严须龙身上 严须龙浑身 都被一阵能量流光覆盖 从头到尾 一寸寸鳞片机体 迅速蔓延 随着能量不断蔓延 严须龙躯体 就像被镀上了一层光膜一样 紧接着 严须龙躯体时 那些看起来无比猙獰的伤口 竟然像是重新生长一样 飞快长好复原 连伤疤都看不到一条 紧接着 风雷将士龙 王沟雄军 潮汐海龙 星红暴龙 幽影暗面熊 一只之狱宠 全都在光暗地基的治愈能力下 飞速全域复原 活性之光 苏桓一眼就认出来了 光暗地基这个能技的名字 赫然是光暗地基一族 强到变态的治愈类能力 能够直接以光暗能量 融合而成的强烈的活性 赋予受伤不畏损失的活性 达到治愈的目的 无损治愈 而且治愈效果奇快无比 单单这一首活性之光 光暗地基就无愧于 最顶尖的超级噩梦中 看着狱宠们一个个 重新生龙活虎的样子 苏桓心底感叹不已 走吧 所有狱宠一一返回狱印空间 只剩下风雷将士龙 带着苏桓和寻宝地龙 震翅冲天起 光暗地基的蜕变之旅 就此一波三折的结束 第634章 意外响雷要塞城的 地标性建筑之一 红魔道场总场馆的一处空地 风雷将士龙 闪动着翅膀 从天而降 原本 大师及御师 是禁止飞行 进入响雷要塞城领空的 这个权力 只属于超贯大师 但苏桓 却由于红魔道场 核心成员的身份 同样享有这个权力 红魔道场 是响雷要塞城执政会 防务部的协防合作单位之一 因此 作为红魔道场 核心人员的苏桓 有着在响雷要塞城领空 自由飞行的权力 当苏桓的风雷 降士龙降落到空地时 早已经有红魔道场的工作人员 迎了 上来 询问苏桓 是否需要喂食育宠 苏桓自然婉拒 有了西能保树龙 这个后勤部长后 所有育宠 都已经拒绝食用食物 果实以外的食物 几个月的连续奔波 苏桓也有些疲累 因此没有选择回到自己的住所 而是就近在红魔道场的 休息区休息 作为核心成员 苏桓在休息区 有着专门的房间 房间之大 足以容纳 下一辆卡车 苏桓外出归来的消息 很快传开 一些和苏桓相熟的御师 也纷纷前来拜访 整个红魔道场的赤魔大师 一共就那么几位 这些赤魔大师的弟子 加起来也不超过50位 而苏桓作为维尔的两位 免关大师的弟子 燃烧强威熊威尼的弟子 自然更受关注 这些来拜访苏桓的人 大都是存着结交的心思 不过苏桓却没有心情接待他们 对于他们的拜访 全都以自己需要休息为由 推辞 改日 改日 一定聚一聚 当苏桓将最后一位大师 及拜访者劝走后 长松了口气 这下终于安静了 至于改日再聚 过两天 自己就会灰烟荒原了 还聚什么聚 躺在休息室 长宽都超过三米的聚床上 苏桓很快便进入了梦乡 这一路实在太过劳累 就连苏桓堪比危险生物的体魄 也累得够呛 苏桓足足睡了四五个小时 若非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将它吵醒 苏桓感觉自己 还能再睡几个小时 不过 四五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较之苏桓每天保持的 两个小时深度睡眠 已经堪称奢侈 苏桓打开了休息室的大门 一张熟悉的面孔 出现在了苏桓面前 四师姐 苏桓语气有些诧异 师弟 你总算回来了 快跟我走 有急事 木林的语气有些急促 神情也有些焦急 苏桓健壮 不敢耽搁 当即跟着木林朝休息区外走去 走出休息区后 木林召唤出玉宠 两只噩梦种风驰电车的奔跑在路上 几乎没有狱虫敢阻拦 这倒不是 说想雷药赛城的大街上 缺乏大师及御师 单纯是因为大街上 禁止随意召唤噩梦种御虫 苏桓和木林之所以不受限 也是因为红魔道场是 想雷药赛城防务部的协防合作者 以及两人红魔道场核心成员的身份 路上 苏桓疑惑地问道 四师姐 出什么事了 这么火急火燎的去哪 木林微微叹了口气 有些歉意道 去你的公司啊 小师弟 这次是师姐对不住你 你临走前交代给我的事情 我不仅没办好 还坏事了 是天运公司 苏桓问道 她在临行前 摆脱过四师姐 帮自己照看一下自己手头 天运公司的生意 毕竟天运公司的很多生意 利润巨大 哪怕体量小 但也足以引来一些麻烦 自己出门在外 鞭长莫及 加上上次风暴一击倒一行 可四师姐 也算有了些交情 这才特意嘱托 不过 看样子 似乎出了意外 没事的四师姐 你无需自责 到底是怎么回事 苏桓一边安慰穆林 一边问道 唉 你的天运公司 被要塞成商务部 以清销为名 查封了 一切商业活动都被终止 除此之外 恐怕还要追究法律责任 也就是说 商务部可能还会要失地 你进行巨额赔款 穆林一口气将事情说完 那 清销 我售卖的商品 并没有远低于市场价呀 再说了 他们难道不顾及红魔道场吗 苏桓有些杖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自己怎么会被响雷 要塞成商务部 刁难 红魔道场的招牌 难道不管用啊 穆林神情有些无奈 师弟啊 这次是师姐拖累你了 保我们的 正是红魔道场内部的人 这又是怎么回事 苏桓越发疑惑 强威老师的威名 难道还镇不住 红魔道场内部搞事的家伙 似乎看出了苏桓的疑惑 穆林开口解释道 这次背后搞事的家伙 是红魔道场 另一位赤魔大师米娜的弟子 米娜不过是桂冠大师 顿实力老师 一只主力狱宠 就能吊打她所有狱宠 不过她还有另外两个身份 其中一个身份 她是我们道场主的妻子 另外一个身份 她是我们道场唯一的王冠大师 赤魔评议会首席赤魔大师 道场主的大弟子的亲姑姑 尽管老师和米娜 一直都很不对付 但我们红魔道场 实力最强的两个人护着 只要对方有没有犯错 就连老师也拿她没辙 苏桓并没有露出太多的亚议 而是平静问道 那这次是米娜受益商业部 查封天运公司的 穆玲脸上露出一丝 不好意思的神情道 这跟米娜倒是没多大关系 纯粹是米娜门下弟子雷福 自己做的 雷福那家伙是米娜门下 实力最强的弟子 和我们强卫一脉 机缘很深 二师姐 三师兄在的时候 她不敢搞事情 可现在二师姐和三师兄都外派了 她就肆无忌惮起来了 穆玲一脸愤愤不平道 有机会报复我 加上那家伙 家里有人是商务部的高官 就想出了这么一招损招报复 苏桓饶有兴致地问道 四师姐 你是怎么落对方面子的 穆玲想起这事 似乎还有些得意 跟苏桓炫耀式的描述当时的场景 那次是整个响雷要塞成 各大道场年轻一代的年会 可惜师弟 你人在外 没能参加 说到这里 穆玲语气还有些可惜 苏桓微微一愣 差点忘了 又过了一年了 时间飞逝啊 并打定主意 本会儿就给老姐他们打个电话 最近忙着奔波 我把这事忘了 那场年会上 二师姐和三师兄 都因为驻扎在外 没有特意回来参加 雷福那家伙 竟然在宴会上大放厥词 说什么 要不是二师姐和三师兄 外派得早 他现在就敢在年会上 直接挑战二师姐和三师兄 呃 那家伙 什么实力 这么狂吗 苏桓有些奇怪 刚刚踏入七贯大师层次罢了 实力最强的 也不过是一只成熟气的雷雨飞龙 而且就这一只超级噩梦中 说起雷福的实力时 木林一脸的不屑 说完还补充了一句 那家伙都已经快四十岁了 就这么点实力 还爱放狠话 苏桓文言微微点头 四十岁的七贯大师 不过二十出头的四贯大师四师姐 确实有这个底气不屑 苏桓估计 以四师姐的潜力 恐怕三十岁左右 就能冲击到七贯层次 大师级和职业级的评定标准 不一样 只要有一只成熟气的同级御宠 就能评定该等级的大师称号 当然 能否通过 还有别的评定内容 对于七贯大师而言 成熟气的超级噩梦中 只是评定的前提条件 换句话说 拥有成熟气光暗地基的苏桓 已经有了评定七贯大师称号的资格 但能否通过 还要看评定结果 师姐你是怎么做的 嘿嘿 师弟你没在 二师姐和三师兄也不在 作为强威门下唯一在场的弟子 我自然不能 落了我们强威一脉的名头啊 我直接找来了十年前年会上 三师兄当场将雷福这家伙的狱虫 一顿吊打的录像 放到了播放年会视频的大荧幕上 嘿嘿嘿 四师姐一脸得意 哦 厉害 苏桓竖起了大拇指 四师姐一脸的不爽 那是我实力还不够 不然我直接挑战他 捶他一顿 哎 师弟 我看你怎么一点都不急 你的公司都已经被关停了呀 四师姐想起了正式一脸的愁苦 师姐 我在商务部没关系 要不去找老师出面吧 苏桓摇了摇头 问道 师姐 雷福那家伙现在在道场吗 在呀 那家伙天天在道场 没日没夜的训练御虫 实力还是平平无奇 只会说大话 讨厌得很 走 我们回去 苏桓文言 当即乐庭幻影 变形龙 硬 掉头往回走 哇 回去干嘛呀 师弟 找老师吗 木灵连忙赶上来 苏桓诡异一笑 不 我去挑战雷福 你没逗我吧师弟 那家伙 在谁 也是七冠大师啊 师姐 我知道你有风雷将士龙 但风雷将士龙再强 也只是高级噩梦种 打怕有传说中那么强 完全期的风雷将士龙 也最多抗衡成熟期的 顶级噩梦种 跟超级噩梦种 还是有明显差距的 更何况 你的风雷将士龙 恐怕根本没有完全期吧 木灵感觉自己 失地失心疯了 嘿嘿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苏桓文言不以为意 也没有去解释 麾下狱宠全都成功蜕变 特别是顶级恐怖种 王沟雄军 超级噩梦种 光暗地基的存在 苏桓并不觉得 自己的狱宠阵容 会比只有一只 超级噩梦种 雷雨飞龙的雷浮弱 雷雨飞龙 不过是超级噩梦种中 最肉的货色 而光暗地基的实力 在超级噩梦种中 几乎难觅敌手 它可绝不仅仅只是辅助 至于雷雨宠那么简单 所谓地基 还代表着霸道的实力 苏桓决定就拿雷浮 成为自己一鸣惊人 崛起的垫脚石 这倒不是苏桓心血 来潮不苟了 而是因为在 红魔道场这种大实力 有时候展现实力 才能获得更高的权力 意味 以及更多的资源 苏桓原本就打算 回来后 就公开实力 以通过红魔道场 获得更多的资源 来为半年后的潮灾 做准备 很多资源 以苏桓目前的身份地位 是无法弄到手的 必须更高的地位和权力 击败一位赤魔大师 门下最强弟子 习惯大师 差不多就足够了吧 雷福 你这不是送上门来的吗 第635章 星星红魔道场的一处 废弃的沦为决斗场的密地内 正在展开一场实力悬殊 几乎算是单方面挨揍的战斗 战斗一方的主角 也就是挨揍的主角 是一头 迈向极佳的超级噩梦中 雷羽飞龙 雷羽飞龙 是一头浑身长满银色 如同闪电一样的羽毛的龙类 尽管没有龙族标志性的龙铃 但这些铃鱼 同样具备极为强悍的防御力 可此时 雷羽飞龙 浑身却插满了白色光系能量 凝聚而成的光剑 密密麻麻 像是一个靶子一样 而这些光剑刺穿的骇人伤口下 到处都是被黑暗能量腐蚀的伤痕 这些伤痕 让小山一样庞大的雷羽飞龙 终于无力维系状态 发出一阵阵哀嚎 从高空中坠落 却又无能为力 认 认说 巨大的密地决斗场内 一名外表不过二三十岁 但实际年龄接近四十的御师 面若死灰开口道 回来吧 光暗地基 苏桓 伸手召回了不过 热身结束的光暗地基 尽管光暗地基刚刚蜕变没几天 很多能力运用还不够娴熟 但几乎接近噩梦种极限的能量 攻击强度 还是三下五除二 就解决了雷浮的雷羽飞龙 你应该知道 该怎么做 给你半天时间 不然明天我接着挑战你 以后每天分早中晚挑战你三次 苏桓朝着雷浮淡淡开口 语气中表达出的 信息却让雷浮脸庞一阵抽搐 说吧 苏桓不管周围 几乎彻底实话的围观群众 直接沿着通道离开了密地 木灵同样也被刚刚那一幕 催枯拉朽的战斗实话 不过看到苏桓离开 立马追了过来 小失点 这只欲宠 是 木灵追上苏桓 一时欲言又止 最后还是忍不住开口问道 光暗地基 苏桓面带微笑开口 既然决定召唤出光暗地基 来好好战斗一场 苏桓就没有遮遮掩掩的打算 看起来和你之前的 那只光暗戏狱虫很像啊 木灵表情有些精彩的问道 没错 就是那只光暗机进化来的 因为进化过程中 发生了一些异变 发生了二次进化 苏桓解释道 他拥有光暗机的事情 人尽皆知 与其遮遮掩掩 弄得别人暗地里猜测 还不如大大方方坦白 刘金诚一行 对于灰野荒原那种 偏僻地方的聚集地而言 蜕变途径或许是 根本没听说过的宝贵知识 可在响雷要塞城 蜕变途径并不算太过罕见 特别是对大师及御师而言 不少出自大师里的大师及御师 或多或少都掌握着一种 乃至多种蜕变途径 就连四师姐本人 云海虎金也是通过 低级噩梦种云金进化来的 不过苏桓还是低估了 自己所掌握的蜕变途径 对常规御师尝试的冲击 尽管在响雷要塞城 在鸿魔道场 蜕变途径并不罕见 但大多数蜕变途径的 种族进化跨度并不大 少则一两个层次 多则三四个层次 能够达到种族蜕变 极限的五六个层次的蜕变途径 几乎都不存在 更别说像光暗基这种 从超级恐怖种 通过二次蜕变 直接跨越七个层次 成为超级噩梦种的 蜕变途径 尽管 穆林已经有所猜测 但当苏桓亲口承认后 表情还是有些呆滞 出去几个月 自己刚刚步入大师 及领域的小师弟 就将一只超级恐怖种 蜕变进化为超级噩梦种 一跃成为实力比肩二师姐 三师兄 那个层次的七贯大师 从雷浮的雷雨飞龙 被这只被小师弟 称之为光暗地基的狱宠 轻易击败的过程 不难看出 小师弟目前绝对拥有 七贯大师的战力 可能在狱宠阵容中 不会有老牌七贯大师 表现得那样出色 毕竟这次挑战 雷浮 只是单只主力狱宠的决斗 但至少在单体狱宠上来看 小师弟无愧于 七贯大师这个层次的战力 乌林再次看向苏桓的眼神 已经彻底变了 人谁看到几个月前 在探索密地时 还需要自己庇护的师弟 短短几个月 竟然一月超过自己 而且是将自己 源源甩在脑后 恐怕也会一时反应不过来 苏桓的光暗地基 战胜雷浮的雷雨飞龙的消息 很快就传遍了红魔道场 一位新进的七贯大师的出现 哪怕在大师数量 超过三位数的红魔道场中 也不算一件小事 整个红魔道场的七贯大师数量 加起来也不会超过三十位 这代表着超贯大师 以下最顶尖的战力 其中还包括雷浮这种 刚刚晋级超过大师的货色 哪怕苏桓上 没有正式拿到七贯大师称号 但当他正面击败了雷浮 赖已拿到七贯大师称号的 最强主力雷雨飞龙后 所有人都将其默认为 是一位七贯大师 苏桓也很快收到了 老师雄威尼的召唤 苏桓原本以为老师 教自己过去 是询问自己实力提升的过程的 甚至还准备了一套 勉强说得过去的说辞 不过到了强威庄园才发现 老师并没有过多询问自己 有关实力提升的事情 而仅仅是对自己 大家称赞了一番 顺带为自己讲述了 大量有关从七贯大师突破智骨 步入超贯大师层次的情况 尽管就日龙典中 不乏相关的记载 甚至比雄威尼老师 传授的更加详细 更加高效 但苏桓原依然一字不落地 从头听到尾 在雄威尼说完 苏桓原即将离开的时候 雄威尼递给了苏桓 一张赤红色的卡片 卡片上是一头巨兽的花纹 那是红魔道场的象征 红魔巨兽 华儿 七贯大师已经是大师的顶点 更进一步就是 超贯大师层次 按照惯例 七贯大师的红魔道场成员 将享有仅次于 赤魔大师的权力和地位 当然 权力和义务是对应的 按照惯例 你不久后 应该也会被安排外派的事务 就像你二师姐和三师兄一样 二师姐和三师兄 那不是外派助手一方吗 苏桓文言心头一紧 他马上就要返回 灰野荒原准备半年后 生死攸关的潮灾了 可没时间和精力 坐镇一方 作幸 老师接下来的话 让苏桓心头一松 不过被我以你刚刚突破 还需要时间稳固 心灵修为 训练欲宠为由推掉了 大概一年后 才会正式为你安排职务 这是红魔道场 仅次于赤魔大师的 红魔星的身份象征 收起来吧 你将是红魔道场 在世的第二十九位红魔星 也是历史上最年轻的一位 熊维妮笑着补充了一句 眼中尽是满意和欣赏 苏桓恭恭敬敬收下了卡片 一脸感激道 多谢老师 有了红魔星的身份 红魔道场的宝库之门 几乎彻底在苏桓面前敞开 无数珍藏 几乎任由苏桓挑选 前提是 苏桓有足够的财力 对于高层次预施而言 金钱并不是太过有价值的东西 能够通过金钱换取需要的东西 本身就已经是绝对的优待 第636章 宝库兑从老师的庄园离开后 苏桓没有丝毫停顿 直奔红魔道场总场馆而去 准确地说是 直奔位于红魔道场总场馆之下的宝库而去 不过在来宝库的路上 苏桓已经通知天运公司目前的总负责人 齐真 将账面上的所有资金 全部转到自己的响雷中央银行金卡中 资金总额直接达到了苏桓历史上的峰值 其中有苏桓在这几个月的旅程中 所收获的大量珍稀资源拍卖所得 有些寻宝地龙在 苏桓哪怕只是去野外郊游 也不难意外找到宝物 寻宝地龙的存在 简直就是行走的寻宝机器 一些宝物甚至就像是自动撞到自己身上一样 面对大量的珍宝 苏桓只挑选了一小部分能够用得上的 大量的资源全部都被转换成了资金 有着红魔星的身份象征 苏桓顺利进入了红魔道场的宝库中 在无数监控斜眼的监视下 开始在宝库中四处找寻所需的资源 其中不乏不少以苏桓原先的权限 根本无法从宝库中通过金钱兑换的珍宝 其中就宝库大量能够立竿见影 提升自己挥下育宠成长阶段 甚至潜力的珍宝 其中就包括能够大幅度提升 细能宝树龙虚空类能力的虚空金河 提升潮汐海龙水系能力的海洋精华 提升星红暴龙实力的陷血木水 以及让所有阴影系噩梦中都能够无差别 提升自身阴影能力的阴影重水 让风雷降噬龙实力也能够得到不小 提升的风之魂和雷之精 这些材料经过苏桓的处理 几乎全都可以变成绝佳的培育配方 加倍提升育宠的实力 若非材料层次过高 加上分量不够的话 还可以尝试让锡能宝树龙解析其中的核心成分 以复制出相同的材料出来 除开提升自己育宠实力的材料 苏桓还将目光投向了大量 九日龙点记载的 蜕变途径的蜕变材料上 这次回去 苏桓除开整合灰野荒原的资源 大幅度提升黑灯堡御师的实力 其中 黑灯堡目前的职业级御师 更是提升的重中之重 像大师兄曹年 二师姐白素素 李忠 高尊等人的御宠 更是提升的重中之重 而苏桓最主要的目标 却放在了收集灼流鬼龙的蜕变材料上 如今坐镇灰野荒原的李伯 无疑是除开自己的最强战力 而且李伯在职业级沉静多年 本身的实力和对御宠培育的掌控 已经接近大师级 只需要一宠添一把助力 很容易便能步入大师级领域 而李伯的第一主力 灼流鬼龙 已经被培育到了完全期 完全符合蜕变的标准 加上苏桓恰巧找到了一种 极为适合灼流鬼龙蜕变的途径 正好趁着这次机会 从红魔道场的宝库中 兑换足够的材料 让李伯一跃 完全灼流鬼龙的蜕变 足足在宝库中 挑选了大半天时间 苏桓才拿着 记载了满满的材料名录的名单 递给宝库的看守者 当苏桓的金卡中的金钱额度 已经见底时 苏桓也拿到了自己想要的材料 对于材料的换取 苏桓几乎是笔照着 自己的财力极限来换取的 所有材料加在一起 再次将苏桓的固定空间装满 不由让苏桓想起了 制作新的奇物 并扩容固定空间的打算 不过这两件事 苏桓打算回到灰野荒原 在座 苏桓已经通过宝库 收集到了足够的材料 这次打算借助灰野荒原的研究所 打造出来 而不是借助红魔道场 或者响雷药赛城的研究所 光暗地记的出现 自己拥有蜕变途径的秘密 基本上有心人都能猜测得到 如果这时 自己又暴露出 掌握噩梦奇物制作方案的秘密 恐怕真的会引来不少麻烦 回到自己 在响雷药赛城的院落内 苏桓直奔自己开辟出的 地下实验室而去 在离开之前 苏桓还要最后一件事要做 那就是 孵化大师姐李无双 在自己的拜师宴上 所赠予的那枚荣江源的蛋 荣江源并非真正的猿猴 而是有些猿猴外表的元素类生命体 因为外表形式 猿猴因此而得名 作为自然孕育 而生的元素系的育虫 在诞生时 就是以一颗卵的形式存在 原先在忙着育虫的蜕变 加上强行催化 需要不少珍稀材料 一时也难以入手 所以一直没有时间和精力孵化 这次借助红魔道场的宝库 苏桓已经凑齐了 催化荣江源孵化最完美的方式 所需要的材料 不仅不会因为催化损害荣江源的天赋 甚至还能像当初 孵化血腥暴龙头领蛋一样 让其在天赋潜力上 比资本种族更胜一筹 一回到实验室 苏桓便拿出荣江源的蛋 和所有材料准备开干 荣江源的蛋和它的名字一样 像是一颗完全由荣江组成的蛋 甚至还不断往地面低傍着岩浆 那些是极高浓度的火系 元素系能量混合而成的粘稠液体 不过极具粘性 尽管一直摇摇欲坠 但始终没有真正低落下来 苏桓先是召唤出冰霜龙女 释放了一个简单的冰系护照 将荣江源的蛋包扩起来 以让地下室高达七八十度的高温 得以降下来 而后开始处理起来一样样的材料 准备开始为催化荣江源孵化做准备 尽管荣江源 不过是先天种族高级噩梦种层次 哪怕经过自己这些价值之高 几乎能堪比一只终极噩梦种幼宠的材料 催化并提升潜力 大概能接近特级噩梦种程度 但对如今 实力已经进军七贯大师层次 苏桓依然产生不了太多实力上的提升 可苏桓神情依然还是有些亢奋 毕竟这代表着又是一次收服新的狱宠 每次收服新狱宠 对于苏桓而言都是一次美妙的体验 并且乐此不疲 哪怕上次收服刺激噩梦种丁神狼也是如此 对于即将破壳的荣江源 苏桓自然也颇为期待 每只狱宠在苏桓的眼里都是不同的 令人充满期待和蕴含无限可能的 而掌握旧日龙点的苏桓 几乎有信心将任何一只狱宠培育到最强 第637章 破壳的荣江源 荣江源是元素系 火系 热力系 气系四系相结合的高级噩梦种 因此催化荣江源氮孵化的材料 也与四系材料有关 双所施加的抑制破壳孵化的特殊能量 已经被苏桓使用特殊手法驱散 原本按照自然规律 这颗蕴藏旺盛生命力的蛋将在一年内彻底孵化 里面的荣江源也将破壳而出 苏桓可等不到那个时候了 在接下来的潮灾之战中 一头荣江源的战斗力 也足够改变一场战斗的走向了 尽管哪怕荣江源孵化后也不过幼生期 但接下来的半年里 凭借自己从红魔道场宝库获取的大量资源 将其培养到成长后期乃至成长末期 苏桓还是有些信心的 而成长后期的荣江源 实力已经足以匹敌完全期的低级噩梦种 整个灰野荒原的噩梦种也不多 苏桓自然不会放弃任何一只噩梦种的战力 光暗地基 两头血腥暴龙 西能宝树龙 风雷降势龙 潮溪海龙 幽影暗面熊 王沟熊军 英神狼 算起来 苏桓已经有九只噩梦种遇宠 这还不算即将收服的荣江源 也不算延续龙这个实力完全能媲美终极噩梦种 甚至在防御方面能够让高级噩梦种望尘莫及 特级噩梦种也不一定能够匹敌的怪胎 以及寻宝地龙 这个能力之神奇程度远超寻常噩梦种 并且掌握大量噩梦种层次龙魂属下的家伙 这两个家伙 完全可以是做有识无名的噩梦种看待 能够同时随身带着九只噩梦种 并提供完美喂养培育的大师 绝对不多 喂养噩梦种所需要花费的代价绝对不小 苏桓哪怕凭借细能宝树龙的宝树的高能宝树 通过纯粹的能量来供应育宠的食物消化 每个月的花销也是一笔 让高位大师都足以感到肉疼的金额 如果是自己手机采购材料 来制作培育配方来喂养所有育宠 恐怕连苏桓也吃不消 当然 细能宝树龙从落日冰川含裂谷 冰霜龙女一族的栖息地储存的海量能量液 让苏桓连每个月的能量供应都不需要操心 育宠的喂养成本无限趋近于零 如果没有新能宝树龙在 苏桓可能也会考虑自己收服育宠的数量 育宠的喂养成本 别说对育宠进行专属的培育 就是维系育宠的生命体征所需 也需要海量的资金 这也是很多大师噩梦种育宠数量稀少的原因 通常都只有三到五只主力 而且每次收服新的噩梦种育宠 不不得不放弃另一只已经和实力脱节的噩梦种育宠 让其负责镇守势力或者直接放归自然 甚至不少高层次大师的育宠 也是和苏桓一样 是通过所属势力掌握的蜕变途径而来的 不过和苏桓不同的是 那些家伙在蜕变途径进化育宠时的选择面 小得可怜 像刘金城 能选择的也就是刘金兽途径 而苏桓几乎不需要面临这种选择 任何存在的育宠几乎都具备进化途径 而旧日龙典中几乎都有收入 催化荣江源所需的材料资源 都是异常罕见的 花费了苏桓数以亿计的资金 当然 如果单单只是催化荣江源 这种花费属实过大 但苏桓来自旧日龙典的密传催化方式 还会让荣江源的潜力大幅度提升 直逼特辑噩梦种程度 如果加上这种程度的提升 那些金钱的花费 看起来就显得廉价的惊人了 毕竟和噩梦种育宠相关的材料 大都贵得惊人 更别说能直接提升又重种族潜力 堪称不可思议的密法材料了 对于大师及御师而言 金钱的价值已经大打折扣 这个层次的御师 很多时候在大宗交易上 大都已经开始不采用金钱为货币交易 而是直接以高能晶体这种用途 最为广泛的资源进行交易 高能晶体也是划分等级的 最低等级的低级能晶 和最高等级的高级能晶 同等质量下 相差的价值大概在1万倍左右 而高能晶体 大都会被切割成完整的立方块 以便交易 一块高能晶体被称之为异能块 异能块代表着一块标准单位 低级高能晶体 折算成响雷要塞币 大概是100万 苏环这次用于孵化绒江源的材料 哪怕在红楼道场 以成本价兑换 也超过了3000能块 也就是超过30亿响雷要塞币 30亿响雷要塞币 对于普通人 甚至职业级而言 无疑都是一笔难以想象的巨款 但对于大师级领域 特别是五冠以上的高位大师而言 这点钱并不算什么 要知道 苏环曾经在蒙哥城 遗迹猎捕的一条哭泣美人蛇 就曾经在刚之城的拍卖上 曾经拍卖出了高达7亿的天价 而哭泣美人蛇 还只是超级恐怖种 哪怕是品种罕见的超级恐怖种 但和噩梦种的价值 还是有着无法弥补的差距 30亿 对大师而言 真不算多 算成大师级通用的货币能量晶体块 也不过3000能块 这点钱 更是不被苏环放在盐里 西能宝树龙在西能树龙阶段 就能够通过刺激能量晶体 凝聚出高能晶体 而在进化后 更是能够凝聚出能量也 能量业 比起高能晶体而言 无疑是一种更具价值的货币 而通常超贯大师 才会以能量业为交易货币 这也是苏环当初在寒烈山谷 看到被冰霜龙女们 所占据的那一湖泊的能量业时 震惊到难以附加的地步 对于任何超贯大师 来自超贯大师以上层次的御师而言 那一湖泊的能量业 都是难以想象的财富 因为超贯大师们 本身就是通过能量业进行交易的 各属性的能量业 算是最同行的通货币 甚至专门制定了能量业的货币单位 房 一方标准能量业 也就是代表一立方米的高纯度能量业 价值大概相当于 一能块高级晶体的100倍 那一湖泊的能量业 尽管由于纯度不够 被纯化为 可以直接交易的高纯度能量业后 可能会缩水不少 但巨大的数量 足以让这种缩水忽略不计 要是那一湖泊的能量业 被外人知道 恐怕就连超贯大师以上层次的巨头都会行动 或许对于灾祸种 以及灾祸种之上层次的灾难种而言 能量业的价值并不算大 但当这种物品成为一种通行的货币后 哪怕它本身没有多少价值 但它的潜在价值 无疑成倍的上升 更何况在人类欲失减 无论是高能晶体 还是能量业 都是永远不嫌多的绝佳材料 首先 各类育宠培育食物的配置 都离不开这种材料 其次 蜜药 奇物的制造 同样也需要这种材料 就连苏环这次催化溶浆源 也需要大量的火系能量业支撑 这些火系能量业 都是西能宝树龙自己凝聚出来的 倒是让苏环省去了收集能量业的功夫 毕竟能量业可是大师们交易的通货币 苏环想要收集也不容易 就连红魔道场的宝库中也存货不多 这也让苏环每每看向西能宝树龙的眼神越发古怪 这家伙还真是一棵摇钱树 据宝说啊 名副其实 无愧宝树之名 在实验室足足花了大半天功夫 整个地下实验室都被苏环改造得面目全非 一个微型的 类似火山一样的 完全由各种材料堆砌而成的土堆 出现在实验室中 尽管土堆看起来毫无美感 但其中蕴含的惊人能量 让人丝毫不怀疑这个东西没有丑陋的表面看上去那样不堪 苏环小心翼翼地将熔江圆的蛋放在了土堆模拟的火山口之上 之后是漫长的等待 足足一个昼夜过后 火山口的熔江圆蛋伴随着咔嚓一声 出现了一道猎文 第638章 迁徙的避难所一殿山腰 西能宝树龙庞大的身躯从虚空裂缝中挤了出来 西能宝树龙背上是苏环和寻宝地龙 除此之外 还有一头浑身赤红毛发 人力行走 形式猿猴 有着熊熊燃烧的火焰般的脑袋 以及四肢和胸口部位 覆盖着像是暗红色甲皱一样的熔烟块的生物 它大概能有一人膏 也就是基本上和苏环等高 这就是破壳而出一天的荣江圆 在一天前 刚刚才破壳时 还不过其苏环胸口高 不过刚出生一天 就和苏环登高 可以预见 这个小家伙超过苏环 也用不了几天时间 这只荣江圆的催化十分成功 甚至比苏环预想的还要成功 刚刚出生 就掌握了三种先天种族能剂 其中包括荣江圆的招牌能剂 火系 元素系 热力系相结合的能力 超荣江拳 超荣江拳 能够让荣江拳双拳 被温度高到恐怖的荣江包裹 发挥出极致的热力 目前 尚且幼生期的荣江圆 使用超荣江拳 就足以让寻常的超级恐怖种 都褪比三摄 这还是荣江圆 没有掌握开化能力的情况下 由此可见 荣江圆的种族潜力 已经足以堪比特级噩梦种 高级噩梦种的幼生期欲宠 绝对没有这种力量 除此之外 荣江圆还掌握着另外两种能剂 分别是气系 火系 热力系的远程攻击 能剂超热态波 以及气系 元素系 热力系相结合的热空拼 苏环来到伊甸山G73避难所的入口时 立马引动了G73避难所的报警装置 尽管苏环不断从响雷要塞程系 传输回的海量科技类资料和技术 G73避难所的报警装置 以及升级换代了数次 如今的装置 更是能够捕捉方圆 50公里的风吹草动 以及高能生物的大体实力 而在G73的报警装置中 新能保树龙此时散发的高能波动 无疑是最高等级的 直接让深藏山体之中的G73避难所 陷入了特高危警备状态 苏环自然清楚 自己的到来会引发骚乱 不过当霍连白的身影出现时 骚乱也随之戛然而止 是霍连白大人 快 确认身份 很快 苏环顺利进入到G73避难所中 这次 苏环的目的有两个 第一个 是让霍连白这个 由幻影变形龙冒充的身份 彻底消失 由自己更方便地 掌管整个G73避难所 第二个 就是将G73避难所 迁移到黑灯堡 潮灾马上就要到来 G73避难所 尽管由于位置偏僻 加上身处山体内足够隐蔽 好运地躲过了前两次潮灾 但在更加凶险的第三次潮灾中 却很难幸免 为了保留这股 具有极强研究能力的属下 苏环打算直接将其迁徙 至于G73居民的意愿 就不在苏环的 考虑范围之内了 以苏环如今的实力 想要迁徙一个小小的 G73避难所 也无需太过理会他们的意愿 甚至苏环连迁徙 G73避难所 这两三千人的方案 都已经提前规划好 首先是大量的研究和生产设备 在没有时间重新定制 固定空间奇物的情况下 苏环直接在鸿摩道场 低价免押金 租赁了几十件大型 固定空间奇物 加上自己所掌握的奇物 将G73的设备 和大量设施弄走 已经足够 对于这两三千避难所的居民 苏环打算带着他们 进行一次 终生难忘的虚空之旅 而大多数作为 普通人的避难所居民 自然不具备 虚空中存活的条件 因此 苏环还租赁了另一件奇物 黑金方舟 黑金方舟是一件 外观不过十米长的小船 看起来可能还不及 一些大型的装甲车大 但其实这件奇物 运用了空间折叠的技术 内部空间足够容纳五千人 都绰绰有余 也是 苏环通过关系 在鸿摩道场 一位七贯大师手中借到的奇物 专门用于这次 G73的人口大迁徙 方方面面 苏环都已经考虑妥当 因此 G73这次想不迁徙也不可能 幻影变形龙变成的霍连白 在苏环的搀扶下 走进了G73避难所 当着诸多高层的面 霍连白刚想说些什么 就大口喷出了大量的鲜血 而后仰头倒地 索性苏环眼几手快 抱住了霍连白 可霍连白还是晕了过去 诸多避难所高层纷纷大惊失色 如今的霍连白 可是他们眼中的G73守护神 G73崛起的 支柱 这根支柱 刚回来就要坍塌了 霍 霍大人怎么了 众人一边将霍连白 往紧急抢救是宋 一边七嘴八舌 对着苏环问道 苏环面色沉重 一阵叹气 好扮想才开口道 霍大人在响雷药赛城 遭遇强敌袭击 身受重伤 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 众人纷纷惊怒交加 G73避难所 本就是从响雷药赛城 逃亡出来的 自然对 那个地方十分敏感 将霍连白送进抢救室后 苏环将霍连白受伤的缘由 全盘托出 大体上就是自己和霍连白 在响雷药赛城冒险 自己机缘巧合 败失一位强者 成为大师及御师 而霍连白原本也有机会 和自己一样 可却为了寻找G73崛起的契机 加入了另外一个 以科技为主要研究领域的 顶尖研究所 两人一个走御师路线 一个走科技路线 相互扶持在响雷药赛城 也算立足了 当听到苏环 已经是大师及御师时 众人纷纷面露震惊 在众人眼里看来 苏环还是在加入G73后 才不如御师修行之路的 这么快就大师了 这是说来话长 其实在加入G73前 我就已经是御师 不过由于一次危机 导致实力受损 可普通人无疑 若非霍连白大人相救 我恐怕已经遭遇不测 因此后来 哪怕实力恢复 我也一直想报答 霍连白的救命之恩 苏环说的生情并茂 将一直窝在G73避难所 根本没多少城府和阅历的众人 唬得一愣一愣的 纷纷信以为真 这件事以后再说 我继续说 霍连白大人 这次受伤的缘由吧 在苏环的描述下 两人在响雷要塞城中 得罪了一个位高权重的家伙 这次也是那个家伙痛下杀手 还让霍连白身受重伤 众人文言纷纷义愤填膺 有的更是已经开始 被在苏环描述中 十恶不赦 恶毒无比 实际上子虚乌有的仇人 喊打喊杀了 不过众人还没来得及 义愤填膺多久 一阵乌乌叶声 哭喊声从抢救室传来 霍 霍连白大人 霍连白大人不行了 众人面色惊变 连忙冲进抢救室 看着躺在病床上 一动不动 鲜血染红了病床的霍连白 霍连白此时已经生息全无 一顿呼天枪地的哽咽过后 一鸣上了年纪的高层 颤巍巍地伸出手指 对着参与抢救的人员问道 霍连白大人 临终前有什么交代吗 霍连白大人只说了一句话 跟苏桓大人离开 离开这里 苏桓也挤出了几滴眼泪 当众人看向他时 苏桓哽咽着解释道 那个仇人已经知道 G73是霍连白大人的老巢 并且已经知道了具体地点 已经集结力量再往这里赶了 他的力量 我也无法抵挡 苏桓的话 让众人面色苍白 尽管众人中个体实力最强的 也不过职业级御师 但G73本来就不是以个人伪力为主的势力 他们走的是研究 科技路线 但对御师等级的划分还是门清的 很清楚 以为大师及御师足以毁灭G73 可就连大师也坦然无力抵挡的敌人 有多强 自然无需多言 没多久 特高危警报再次响起 整个G73都有条不稳的忙碌起来 各种设备被转移 特别是苏桓最看重的武器生产线 有了这些生产线 黑灯堡就能自行仿制响雷要塞成 最尖端的常规科技武器 尽管哪怕最尖端的常规科技武器 杀伤力目标也仅限于恐怖种 但也足够了 第三次潮灾的主力 依然是恐怖种 树枝不尽如潮水般涌来的恐怖种 比少量的噩梦种更加可怕 而能够杀伤噩梦种的科技武器 已经属于非常规武器了 哪怕在想雷要塞成细的各个城市 也不是能够大量裂装的 除开设备 G73的所有人员也开始陆续登陆黑金方舟 一切准备就绪 黑金方舟在西能宝树龙的保护下 准备进入虚空中穿梭 临行前 已经被埋在G73 位于伊甸山山顶的公墓的霍连白 自己爬出了坟墓 悄咪咪回到了苏桓的预印空间中 幻影变形龙 干得不错 回去奖励加餐 E 639章 黑灯堡就在西能堡树龙 带着黑金方舟 以虚空远足能力 在虚空中风驰电车的穿梭时 灰野荒原之上的黑灯堡 又是另一番景象 黑灯堡在苏桓大量的 军械以及资金支持下 风貌已经焕然一新 首先是黑灯堡的城市规模 单单是城墙的围绕周长 此时就已经较之苏桓上次回来时 扩张了不止一倍 这也让黑灯堡内 原本十分紧张的建筑用地 也得到了极大的缓解 而原本黑灯堡的第一堵城墙 并没有被推平 同样处立在原地 只不过原本处立在第一道城墙外 有30多座碉堡和城墙 连接在一起的第二道防线 已经被彻底推平 这个区域 也已经成为新的黑灯聚集地外区 没错 黑灯堡如今依然划分为内区和外区 不过外区的位置 已经扩充到第一堵城墙外 那堵数十米高的城墙 成了内区和外区天然的分割线 新修的第二堵城墙 被命名为黑灯尖壁 无论是规模还是防御力 都有别于有内墙之称的第一堵城墙 第二堵城墙高达近百米 就连最庞大的噩梦中 也很难轻易跨越过这堵高墙 而在黑灯尖壁上 各个隐蔽坚固的射击孔后 随处可见密密麻麻的各类哨戒炮 犬牙交错地排列在一起 在这种程度的活力网络下 噩梦种之下的恐怖种 危险种 恐怕很难在没有任何遮掩的情况下 攀越城墙 哨戒炮的种类 依然是苏桓曾经采购的狙击炮魔虎 多管哨戒炮多头蛇 高速哨戒炮金属风暴三种类型 不过数量上已经远超最初的2000多座 四个方向的城墙上 单单一个方向上的哨戒炮数量 就不止2000座 这些新增的哨戒炮 并非苏桓采购的 全都是由G73避难所直接制造的 这大半年 时间 经历了最初的只能制造弹药 从半年前开始 G73避难所的生产线 就已经能够完美仿制三类哨戒炮 大量的产能不光光 通过树供挤了黑灯堡 甚至还有盈余自用 就连G73避难所本身的哨戒炮 也换成了四种威力更强的哨戒炮 不过在迁移时 那些哨戒炮也被拆卸下来 堆积在苏桓的固定空间中 除此之外 黑灯堡仓库里的弹药 更是已经堆积如山 只等一场战斗来宣泄 高达百米的城墙 每隔300米远 就有一座无比坚固的碉堡 修筑在城墙上 这些碉堡的火力 较之各段城墙射击位的火力 更加凶猛 不仅有大量的哨戒炮 还有城防重炮 尽管火力并没有城墙后的 炮兵阵地强 但火力之充沛 已经足够防御一小段城墙 不被恐怖种拿下 至于噩梦中 已经不是现阶段的热武力 能够对付的 所有常规武器 哪怕响雷要塞成 比三类哨戒炮火力更猛的种类 针对的最强敌人 也就是超级恐怖种 而且还很 勉强 就连重炮 也只有正面击中噩梦种的要害 才能对对方造成一定的伤害 近百米高的城墙通体 漆黑一片 还犯着铁质一般的金属色泽 像是钢铁铸就一般 这种规模的城墙 自然不是黑灯堡 这十多万人能够靠人力造就的 而是动用了大量御宠的力量 特别是来自地系 金属系 元素系御宠的力量 黑灯堡乃至灰野荒原本身 自然很难找出 精通筑墙的御师和御宠 这些御宠 都是受苏环雇佣而来的 来自响雷要塞城系的建筑类御师 所带来的 历时不到半年 黑灯堡的城墙 已经足够撑得上雄尾 尽管还比不上响雷要塞城 甚至不及那些要塞 不过比起响雷要塞城系的 任何一座堡垒 都不差分好 堡垒是 要塞城系体系下 以防御力著称的城市 在越戈市 这种基地市之上 黑灯堡的城墙防御 能够媲美堡垒一级 防御力之强 可见一斑 当然 这种城墙背后 苏环付出的代价也不小 上百亿的资金投入 哪怕对苏环而言 也算得上伤筋动骨 更何况修筑这堵城墙时 苏环还没有现在富有 大量的黑灯聚集地居民 都被迁徙到了内墙 和黑灯兼壁之间的广阔区域 这个区域就是黑灯堡 目前的新外区 工厂 居民楼 商铺随处可见 在修筑城墙的过程中 建筑御师们 还修建了大量的房屋 而原本的黑灯堡外区和内区 则成了新内区 在大量居民迁徙到外区后 内区也进行了改造 大量的破旧建筑 全部遭到了拆除 而建筑士所有者 也获得了相应的赔款 黑灯堡建成以来 第一批拆迁户 就这样诞生 整个内区的商业区和居民区 都已经转移到了外区 内区目前并没有任何 普通公民的居住区 而彻底按照苏环的设想 成为了一片 为抵御潮灾负能的场所 首先是黑灯堡御师学院 在内区占据了 更大范围的土地 并且修建了大量的建筑群 如训练场馆 教学楼 图书馆等等 而原本的三大研究所 也统一搬迁到了内区 所有实验室都进行了扩建 并统一位于地底 以防止被破坏 另外 黑灯堡同样也引进了 前沿的武器装备生产线 只不过缺乏了关键性的人才 这些生产线 目前仅仅只能生产弹药 武器还无法生产 这些生产兵工厂 同样位于内区 苏桓将G73整个打包带过来 也存着将兵工厂 彻底成型的打算 而和育宠相关的 奇物生产部门 特殊材料 处理部门 同样也搬迁到了内区统一管理 甚至专门开辟了一个 奇物工业园安置这些生产部门 另外 内区还成立了三座官方道场 进行公开的预施相关知识传授 并对全民开发 分别是对军方战事开放的 战争道场 对全体公民开放的 黑灯道场 以及对准 职业级 职业级以上 层次御师开放的 周和道场 这个名字 是苏桓取得 为了纪念 不知道跑到哪里去的老师 周和 三座道场 位于内区三个方位 其中军方的 战争道场 位于黑灯军团驻地旁 周和道场 位于内区中央 而黑灯道场 则位于内区 和外区交界处的城墙后 任何公民 都可以通过道场学员身份卡 进入内区的黑灯道场 进行御师训练 随着黑灯堡御师学院 以及三大御师道场的成立 以及御师知识的公开 整个黑灯堡的所有人 都陷入了对御师的狂热中 加上血缘香 以及数种类似产物的 大量销售 黑灯堡 终于引来了御师井喷的时代 第640章 灰野荒原现状 作为黑灯堡 目前的最高执政机构 战被委员会的次席委员 在苏桓离开黑灯堡时 曹年代其行使首席委员的权利 事实上 就连苏桓在黑灯堡的日子里 苏桓也对黑灯堡的日常政务 没有过多关心 干涉 他这个名义上的首席委员的事物 大多也交给了大师兄曹年 和二师姐霍贤等人 这一天傍晚 曹年带着战备委员会 一杆留在黑灯堡 没有外出的委员们 提前等候在了黑灯堡 外保的一处空地上 没有等候多久 空间忽然出现层层涟漪 像是水面被拍打后的波纹 开始扩散 一道黑线出现在半空中 黑线开始变粗变长 很快形成了一片黑幕 黑幕忽然裂开 露出了黑幕后深邃的黑暗虚空 虚空裂缝中 一头顶着一棵怪树的庞大危险生物 忽然挤出了裂缝 而在它身后 怪树的树枝 还卷着一艘古怪的小船 小船也就小货车大小 曹年看着出现的庞然大雾 神情有些震惊 这头家伙的气息 分明远远超越了恐怖种层次 尽管外表依稀和小石地鼠的一只狱虫 有些相似 但曹年眼中却有些惊疑不定 杭然大雾带着小船落地后 小船封闭的船舱打开门户 一个让曹年无比熟悉的身影 率先走了出来 大师兄 好久不见 苏桓咧嘴笑道 师弟 你终于回来了 看到熟悉的身影 曹年也长松了口气道 在苏桓身后 来自G73的居民也纷纷走了出来 一脸好奇地打量着周围 这些人就是一直为黑灯堡 供货武器的G73避难所居民 因为一些原因 暂时转移到我们黑灯堡 师兄 你暂时将他们统一安置在公民居住区 苏桓指着空地上 已经越来越多的人群道 桃年尽管有些诧异 一艘小船里 竟然钻出来了数百人 而且人数还在飞速提升 但看着苏桓郑重的表情 并没有多问什么 而是点了点头 招来了副手吩咐下去 让其带着G73的居民 前往位于外区的居住区安置 目前 内区是不提供居住区的 任何居住区都统一黑灯堡 位于外区 整个黑灯聚集地的规模 也不算大 哪怕从外区走到内区 也花不了多少时间 何况 在黑灯堡燃油 已经不再紧缺后 目前整个黑灯堡 已经取消了燃油车禁令 燃油车 又可以行驶在黑灯堡的 各个大街小巷上了 李伯 二师姐 三师兄 G73的人员被领走后 苏桓看着一个个熟悉的面孔 一个个打起招呼 走吧 师兄 去会议室 我需要了解下 黑灯堡的现状 师弟 你这次回来 是 曹年一边带路 一边有些坠坠不安的问道 随着老师走后 苏桓的强势崛起 目前苏桓已经成为黑灯堡的支柱 而苏桓一直强调 第三次灾巢即将到来 尽管开始 曹年有些将信将疑 但随着苏桓的一次次动作 比如大量采购军械 修筑城墙 为战争赋能 曹年已经有些相信了 毕竟上百亿的花费 能够看出 师弟绝对不是闹着玩的 准备战争吧 大师兄 灾巢就要来了 苏桓直接了当道 在和旁人交谈时 苏桓一直都将潮灾统称为 更让他们熟悉的灾巢 豪年面色微微一变 走向会议室的脚步 更快地几分 目前 战备委员会的成员 较之大半年前 并没有扩大多少数量 尽管这大半年来 新诞生的职业及御师 足足有数十位之多 但按照的苏桓走前的规定 对战备委员会的人员 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目前 新晋的战备委员会 委员仅仅只有两人 也就是目前黑灯宝的 第二战力力波 以及苏桓 特意留下协助大师兄的 自己的追随者 夜宴 其余职业级 尽管都身居要职 但并没有能够进入委员会 很快 战备委员会的委员会议 便在内保会议室内召开 苏桓也从各个委员的口中 了解到了 目前黑灯宝 以及灰野荒原的现状 不过这些 现状却让苏桓面色阴沉 没想到自己外出的这半年 发生了这么多变故 黑灯宝不仅遭受各方打击 就连黑虚城 都被别的势力霸占 黑虚城的驻扎御师团 更是被人屠戮 目前一万五千人的战术师 还不够 继续扩充军力 至少需要满编两个战术师 苏桓沉申开口的第一句话 就让众人大吃一惊 师弟 两个战术师三万人的常备军力 对我们黑灯宝言 是不是太过穷兵独武了 曹年劝道 作为苏桓老前辈的李忠 也皱眉劝说 尽管这大半年时间 我们收拢了不少荒野流民 但人口总数也不过十三万人 三万常备军力 就是近四分之一的总人口 恐怕生产体系都会被打乱啊 十三万人 不不不 很快就不止十三万了 远远不止 苏桓看着会议桌上的 灰野荒原地图 重重一点地图上的一个位置到 既然醉火镇这段时间上蹿下跳 那索性就彻底灭了它 醉火镇在战后 恐怕也有数万万入口规模了 另外 再把背后支持 醉火镇的旭日城灭了 旭日城的人口 在战后 恐怕膨胀到了不下三十万吧 这样一来 我们的人口基数 不就扩大了 桃年众人看着苏桓 以淡淡的语气说出 最狂妄的话 一时有些面面相去和无语 尽管知道 苏桓如今一定有大师级实力 灭一个醉火镇 不过轻而易举 加上最近醉火镇 确实充当旭日城的马前卒 和中联合打压黑灯宝 灭醉火镇 但旭日城的统治者 有着旭日大师之城的方旭阳 可是有着灰野 荒原第一高手头衔的四冠大师 能不能灭掉对方众人 表示深深的怀疑 而且旭日城更是 灰野荒原当之无愧的第一势力 在战前就拥有超过二十万人口 堪称灰野荒原特大型聚集地之首 岂是说灭就灭的 师弟 此事还是要慎重啊 曹年只当自己师弟年轻气盛 气不过旭日城的所作所为 微微叹了口气劝道 大师兄不用再劝了 这一次回来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备战灾潮 而在备战灾潮之前 首先要整个灰野荒原的所有力量 旭日城是我实现这个目的的最大障碍 在老师还在的时候 旭日城就不止一次 明里暗里的打压黑灯堡 甚至打压老师 更别说旭日城 强占了我们黑灯堡的黑虚城 还屠杀了我们的御师团 就算他不战 我也会找借口打上去 大师兄 三天后 我就会去挑战方旭阳 这三天时间 我需要你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 我干掉方旭阳和旭日城高层后 我需要你带人尽快稳定旭日城局势 并负责将旭日城的人口迁徙到黑灯堡 第二件事 准备安置从旭日城迁徙来的三十万人口 以及最火镇迁徙来的数万人口 苏桓不等众人再劝 杀气腾腾说完 黑虚城作为延续龙 今后继续化龙 蜕变必须之所 竟然被强占了 而且黑灯堡 竹扎在黑虚城的御师团 全部屠杀 这两点 已经彻底让苏桓 大动杀心 看着苏桓的强势 众人一阵叹气 不敢再劝 只是心头有些无奈 旭日城当然该死 但那也要打得过才行啊 众人并不认为 苏桓面对成名已久的 方旭阳有战而胜之的把握 不过看着苏桓一意孤行 众人也知道多劝无意 只能寄希望于苏桓能赢 苏桓 自然知道自己这些师兄师姐 和前辈的心理想法 他们自然会知道 第641章 萧雄落幕 旭日城位于整个灰野荒原中央 占据了灰野荒原 最肥沃的沃土平原 互产丰富 作为整个灰野荒原 综合实力最强的 特大型聚集地 旭日城实力 无疑是极强的 方式长辈军 就达到了三万规模 是目前尚未扩军的 黑灯堡军力的两倍 职业级御师 更是接近百位 哪怕如今的黑灯堡 在职业级的数量上 也远远不及 而这天 旭日城却全城陷入了恐慌之中 起因是一个大师 急御师 竟然直接乘其御宠 直接撞进了旭日城 噩梦肿磅礴的 威压笼罩全城 而这位不速之客 更是当着全城的面 挑战旭日城的支柱 旭日大师方旭阳 方旭阳只能应战 在远离旭日城 数十公里的荒野之上 像平地惊雷般的巨响声 不断响起 每一次响声 都让旭日城的数十万居民 已经守护旭日城上百年 每一个旭日城的居民都是 从小听着旭日城的守护神方旭阳 几乎被神话的经历长大的 哪怕对方旭阳 有着绝对的信心 但那股磅礴 如神灵将士般的龙威 还是让旭日城的居民 心头被一阵恐慌笼罩 数十公里外的战场上 多位来自旭日城的职业级御师 正在观战 战场中的战局 是作为职业级的他们 根本无法插手的 甚至观战也要远离战场 否则很可能被余波波及 方旭阳两只培育到了 完全期的高级噩梦种 猎羊魔虎 耀日神师正在和苏桓的严须龙 幽影暗面熊 两头星红暴龙缠斗着 尽管苏桓的四只育宠成长阶段 远远逊色于猎羊魔虎和耀日神师 但已四敌二 再加上严须龙 让两只高级噩梦种 几乎无从下手的防御 胜利的天平已经朝着苏桓滑落 而苏桓的冰霜龙女 幻影变形龙 潮汐海龙 以及寻宝帝龙的龙魂 则牢牢缠住了方旭阳的所有词 1.终极噩梦种狱宠 战斗足足持续了三个小时 猎羊魔狮和耀日神师 已经遍体鳞伤 而幽影暗面熊 和两头星红暴龙 也受了不少伤势 只有严须龙依然全须全已 对方的两只狱宠 连严须龙的严须场域 都很难破开 更别说 伤到严须龙的本体 这就是完全七严须龙的防御力 以攻击力著称的 完全七高级噩梦种 也束手无策 哪怕拼尽全力 造成一些小伤 以严须龙的恢复力 也很快恢复了 恐怕只有完全七特级噩梦种 能够对严须龙造成致命伤害 就在续日成一方 已经快陷入绝望时 苏桓在他们的绝望上 再次添了一把火 光暗地基的身影 仅仅在空中一闪而过 便有大量的治愈光团 击射向苏桓的美之欲宠 不管有伤没伤 都被光暗地基治愈了一下 哪怕没有伤势 也在体力和精力状态上 得到了恢复 胜利的天平彻底倾斜 随着猎羊魔虎的轰然倒地 续日成一方已经面若死灰 我 我认输 方续阳面色铁青的开口 这场战斗 没有输赢 只有生死 苏桓淡淡开口 打碎了对方生的希望 为什么 方续阳眼中失去焦距 面旁不满绝望 为什么 你下令屠杀我们黑灯堡 驻扎在黑虚城的御尸团时 就应该料到 会有此劫 苏桓冷冷到 方续阳张了张嘴 想说些什么 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出口 轰隆 耀日神尸 被星红暴龙战锤 和血腹联手撕碎了防御 幽影暗面熊 将阴影能量 猛地灌注进耀日神尸体内 耀日神尸的伤口血肉如动 但却在阴影力量的破坏下 无法恢复 最终落日 变成一具尸体 我 是我下令 屠杀你们黑灯堡御尸团的 跟我爷爷没有关系 忽然 在远处观战的 旭日城御尸中 一名巅峰职业级御尸 走了出来 他的外貌和方续阳 有几分相似 哦 那你自裁吧 缩缓语气冰冷地开口 这次来他 已经做好了 铁石心肠的打算 不会因为任何事情 动摇自己学习 旭日城的决心 对敌人仁慈 就是对自己残忍 若非老实于危 还在 走出来的御师文言 面色一变 脸上满是挣扎 方续阳有心劝阻 但最终却没有开口 作为旭日城的支柱 他不能倒下 半想过后 在苏桓冷漠的目光中 他似乎下定决心 手中凝聚出狂暴的能量 一拳砸向自己脑袋 一具无头尸体跌落地面 苏桓眼中闪过一丝洞容 尽管这人是黑虚城 屠杀的始作俑者 最终肯定也难逃一死 单有勇气自杀 还是有些让人讶异的 尽管这人死了 但苏桓挥下 狱宠的攻击并没有停止 方续阳的狱宠 很快又倒下一只 你 方续阳似乎有些质疑 苏桓为何不守规矩 自己孙子都已经自杀了 还不肯放过自己 我只让他自裁 并没有说会放过你啊 苏桓淡淡道 咋种 我要你死 方续阳发出一声 如同雄狮般的咆哮 月印空间门户洞开 一只气息接近药日神师的狱宠 猛地冲出 机设向苏桓 速度之快 让人瞠目结舌 围观的 旭日成众人 尽管对苏桓即将丧命 倍感欢喜 但心头却一片冰冷 哪怕苏桓死了 他的狱宠 也会在主人死后 陷入狂暴 对方续阳展开追杀 甚至对旭日成 进行复仇 而以方续阳目前的实力 根本无力抵挡 也就是说 杀了苏桓 除开彻底激怒他的狱宠外 根本于事无补 可更让人目瞪口呆的一幕出现 只见一只不过两米多高 在噩梦种中 堪称袖珍的狱宠 出现在苏桓身前 轻轻一挥手 巫术黑白两色 能量环绕 形成一层能量护盾 挡住了方续阳狱宠的袭杀 护盾上的黑白两色能量 像是光洁的镜面 反射着周围的光影 紧接着 巫术黑白能量 从黑白镜面上反射而去 向着这只速度快的 诡异的完全气的终极 噩梦种包裹过去 将狱宠包裹其中 被黑白能量包裹的狱宠 就像被游递包裹的蚂一样 无力挣扎 很快陷入彻底的沉寂中 显然已经死去 这种诡异的杀戮方式 让人胆寒 光影近盾 光暗地基所掌握的 先天种族能计 不光能够预敌 还能够吸收敌方的攻击 附带本身的力量外 将敌方攻击也加倍反射伤害 这只终极噩梦种 根本无力抵挡 结束了 苏桓看了远处的方旭阳一眼 幽影暗面熊 像一道幽影一样 划过去 巨大的爪子 直接将方旭阳一把抓住 方旭阳试图释放心灵剂挣扎 却无济于事 遗挡了片刻后 便无力未济 被幽影暗面熊捏成粉碎 一代枭雄 带辉野荒原成名上百年的人物 就此落寞 同时也成就了 苏桓魔王般的恶名 而姗姗来迟的曹年 霍贤 李伯 叶燕等人 没赶上战斗的过程 只来即看到 方旭阳被幽影暗面熊 捏成粉碎的一幕 这一幕也标志着一个 属于苏桓的时代的到来 反手灭掉灰野荒原第一人 灰野荒原 再也无人能挡苏桓征服这片土地 第642章 接管与千玺 当苏桓再次返回旭日城时 旭日城已经彻底陷入了沸腾恐慌中 远超之前 苏桓初次降临 旭日城的支柱 方旭阳战死的消息 已经被这一战观战的 职业及御师传递回来 整个旭日城 将面临什么都是未知的 失去了 方旭阳守护的旭日城 无异于一头待宰的羔羊 往日里高高在上职业及御师 面对噩梦种 也根本缺乏一战之力 而那些观战的御师 得一个不漏的被苏桓 以及黑灯堡的御师控制住 尽管黑灯堡的职业及御师 几乎清朝出动 也不及旭日城的观战御师数量 但有苏桓在一旁桓四 特别是一招秒杀完全七中级 噩梦种的光暗鸡 以及一杆噩梦种御虫虎视眈眈 这些来自旭日城的职业及御师 根本心不起任何反抗 御师的力量体系 决定了高位御师 几乎对低位御师 有些碾压斑的优势 哪怕在强大的恐怖种 也很难战胜中高级噩梦种 就连黑醉巨兽 严虚龙 面对中高级噩梦种 也顶多维持不败的局面 这是不同层次的实力悬殊 一旦有异动 绝对是死无葬身之地 刚刚苏桓让方旭阳的 敌长孙自财的那一幕 证明了他绝非善累 如果有的选 很少有人会主动送死 旭日城的建筑规模 看起来比黑灯堡要大出不少 不过比起 黑灯堡经过重建的建筑 旭日城的建筑 显得要破旧很多 位于旭日城最中央的行政中心 名为旭日区 旭日区属于已经死在 幽影岸面雄爪下的 方旭阳的旭日行宫中 苏桓正召集旭日城所有高层 召开一场事关 他们命运的会议 旭日城的几乎所有高层 全都老老实实参加了会议 原本还是有不少人不老实的 不过在苏桓第二次大开杀戒 再次杀了为首的术师 人口 所有抵抗 全都为之一庭 这些带头抵抗的人 大都是方旭阳的族人 以及方旭阳的忠实拥顿 哪怕苏桓以雷霆之势 干掉了数十人 但却远远不及 方旭阳拥顿的十分之一 愚者 已经撤离逃离了旭日城 数量足足上千 苏桓并没有再去管制部分人 这些人本来就是他接下来 接管整个旭日城的不稳定因素 就算不走 苏桓也要同化或者处理掉 自己走了 反而省事 至于那些不走的 大部分都是对于接下来旭日城命运能够接受的 对于方旭阳的死的结果 也能够接受的 方旭阳 尽管是旭日城至高无上的支柱 但这些年的所作所为 却也不是尽得人心 而现在方旭阳本人已经战死 就连所有狱宠 都成了苏桓固定空间里的战利品 他的影响力随着生死 已经急速消退 至少出现在旭日行宫中的众多旭日城高层 都是想看看 苏桓接下来对待旭日城的态度的 诸位 相信很多人都对我很陌生 我先简短地自我介绍下 我叫苏桓 黑灯堡创建者周和的弟子 也是现在的黑灯堡支柱者 我的实力就不过多介绍了 相信之前那一战的观战者应该很清楚 也说一个方旭阳 是一起上 也不过是让我手下多添几个亡魂罢了 苏桓霸气的话语 让旭日城的众多高层眉头一皱 但却不得不接受这个说法 先不说这个说法是不是属实 但苏桓能够轻易屠触旭日行宫 目前超过70位的职业级御师 以及数倍于这个数量的高层的实力 却是毋庸置疑的 当然 这只是我的其中一个身份 我的另一个身份是 响雷药赛城系霸主及势力 红魔道场的核心成员 红魔星之一 苏桓 这些话让众人中了解 响雷药赛城系势力分布的旭日城高层 一阵目瞪口呆 旭日城作为灰野荒原的老牌聚集地 历史悠久 比黑灯堡悠久了不止多少倍 自然对外界势力的分布 比起黑灯堡更加了解 众人中不少人都是知道 响雷药赛城系买至红魔道场存在的 此时听到苏桓自爆身份 更是一时难以接受 甚至人群中 不少准备依托外界势力 对杀死方绪扬的暴徒苏桓 进行报复的捕鱼游戏者 更是变得面如土色 心中战力 自我介绍结束 接下来 就是你们最关心的 我对待旭日城的态度了 旭日城接下来 必须在我们黑灯堡的规划下 全体进行迁徙 迁徙到黑灯堡中 苏桓的话音刚落 就让现场彻底沸腾 原本在苏桓面前 像是安纯一样 胆怯的旭日城高层 却纷纷出口 反对 我们旭日城数百年历史 怎么可能说迁徙就迁徙 不行 绝对不行 我就算死 也要死在旭日城 苏桓大人 迁徙这种事情 你哪怕杀了方绪扬 也要尊重我们旭日城 数十万人的意思吧 哼 苏桓一声冷哼 风雷降噬龙的庞大身躯 忽然跃出玉印空间门户 挤在了整个旭日行宫的穹顶上 散发着磅礴的龙威 像是无情的神灵 默默注视着在场的生灵 在场旭日城高层的喧哗 全都陷入了沉默和死记中 特别是那些之前 亲眼目睹苏桓和方绪扬一战的 职业级御师们 此时更是一脸的震惊 哪怕 有些氧气功夫不错的 表面上不动声色 心里也已经掀起了惊涛骇浪 在之前一战中 苏桓所展露的个人实力 就已经让这些没见过 多少次大师级出手的 灰野荒原职业级御师 打为惊骇 而这条散发着恐怖风雷之力的 龙类狱宠 更是再次刷新了 他们对苏桓实力的认知 在那一战中 这只狱宠似乎并没有出现 至于对光暗地基的实力 这些职业级御师 则缺乏认知 毕竟 光暗地基并没有爆发过 权力实力 没有火力全开状态下 所散发的气场 也远不如风雷将士龙强悍 所有旭日城的 普通人和高段 御图以下层次的狱师 都必须迁徙 其余人 可以选择留在旭日城 苏桓冷冰冰的开口 并伴随着风雷将士龙兵冷 而凶残的注视 苏桓已经打定主意 要搬空旭日城 保护旭日城的人口 以及各类资源 至于这些掌握 远超普通人力量的职业级御师 苏桓却抱着可有可无的态度 而苏桓迁徙人口的本意 也是为了在第三次潮灾中 保存灰野荒原的幸存人口数量 以为接下来的一次次潮灾 留下一些种子 否则 偌大的灰野荒原 在第三次潮灾中 能够幸存下来的聚集地 很可能就只有一个黑灯堡 单靠黑灯堡那十几万人口 别说重建灰野荒原的文明 连抵御下一次潮灾都很勉强 想要建立起一个 能够抵御一次次潮灾的重镇 庞大的人口基数 是必不可少的 看着众人都陷入沉默 似乎已经被动接受这个现实 苏桓开始开口解释 这次迁徙的用意 以消除这些人内心的抵触 我们黑灯堡 现在有十多万人口 虽然不如旭日成 但这种人口规模 也足够黑灯堡进行任何建设 既然如此 我为什么还执意要迁徙 整个旭日成 原因就在于 第三次灾潮迫在眉睫 你们失去了方续阳的庇护 留在旭日成 再劫难逃 时有等死 苏桓此话一出 众人皆惊 不过还是有不少人面露怀疑 可无论他们是否怀疑 等到一个星期后 黑灯战术师一大半的军力 陆陆续续赶到旭日成 开始彻底接受旭日成部队的防区 并准备开始迁徙时 一切已成定局 在来之前的一个多星期内 黑灯战术师在政理的带领下 已经覆灭了最火镇 几乎将最火镇的高层涂入一空 并将普通居民 尽数前往黑灯堡 此番 对于旭日成的大量人口迁徙 已经算是轻车熟路 而在这七天里 在苏桓三番两次的敲打下 旭日成的高层 已经彻底放弃了抵抗 全都开始 配合苏桓进行旭日成人口迁徙 黑灯堡外区大量空置的房屋 住宅区 随着最火镇和旭日成的人口迁徙 也开始迅速扩充起来 目前 单单黑灯堡外区的庞大建筑群 能够容纳的人口总数 就已经超过60万人 容纳最火镇和旭日成的人口 自然不在话下 而苏桓搬空最火镇和旭日成的消息 也彻底在整个灰野荒原传播开 特别是苏桓强势击杀方续扬的一战 更是让各大聚集地的强者人 闻之变色 各大聚集地几乎人人自危 这也导致偌大的灰野荒原 几乎没有聚集地 敢于收容旭日成逃出来的那些人 那些人 只能辗转离开灰野荒原 前往外界 完成旭日成和最火镇人口迁徙的黑灯堡 则开始了再次扩军 这次扩军的总数量 将达到五个战术师 共计75000人 其中除开远属于黑灯堡的 15000人外 还接受了最火镇的5000部队 旭日成的3万部队 对于这些部队 苏桓采用的是 打乱编制分发的各个作战单位的方式 这些部队加起来就有了5万人 所以苏桓最终的扩军数量 则是25000人 这25000人的兵员 全部将从原黑灯堡及居民中征兆 这也是苏桓平衡军队中 各方实力的手段 否则让原旭日成的部队数量 超过黑灯堡 始终是种隐患 而扩军后的黑灯堡 嫡系军队数量 将达到4万人 超过醉火镇和旭日成的收编部队的总和 这些扩军计划 原本是由大师兄曹年和一干高层负责的 不过在苏桓将一种种 蜕变密钥和蜕变仪式 提供给大师兄 二师姐 高尊 李中 乃至李伯等职业级 御师 让他们去开始提升个人御宠的种族层次后 这些计划都交付了他们的副手 有着苏桓坐镇 这些计划 全都有条不紊的进行 不仅仅是整体的军事实力 黑灯堡以未为嫡系职业级的实力 也开始飞跃式的提升 第643章 冰梦神坠位于黑灯聚集地内区 靠近黑灯堡的位置 新建的黑灯堡第一研究所内 此时正是热火朝天的景象 作为苏桓曾经任职所长的第一研究所 哪怕在苏桓卸任这个职务后 依然延续了苏桓时代强势的研究能力 和崛起的势头 如今已经又有了重林黑灯堡 三大研究所之首的势头 第一研究所的名头逐渐名副其实 整个第一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数量 已经比苏桓最初接手时 扩大了近十倍 当然 其中近半数的研究人员 都是半个月前从最火镇 旭日成千禧人员中补充进来的 比起旭日成最火镇的战斗欲失 这些态度更为温和的研究人员 大都坦然接受了自己所属的势力 被并入黑灯堡的现实 这也和灰野荒原各大聚集地 其实并不算重视研究员 这些研究员对本身所属势力 也缺乏归属感有关 特别是在黑灯堡三大研究所 层出不穷的研究课题 和各类让他们眼花缭乱的 前沿研究成果 更是让数百近千研究员 纷纷将精力和热情投入到研究中 当然 对于这些刚刚加入黑灯堡的研究员们 苏桓也留了的心眼 涉及蜕变途径的研究 并没有对这些人开放 毕竟数百近千研究员中 难免会出现几个对最火镇 蓄日成死中的分子 不可不防 这些人 大都只能接手一些 被拆封的支离破碎的小课题 难以得到真正的核心技术内容 黑灯堡第一研究所中 哪怕重建后 实验室群的规模已经远超曾经 但此时还是显得有些拥挤 自从半个月前 苏桓将一个重要的研究项目 交付给第一研究所 并将三大研究所中 另外两个 灯塔研究所和材料能量研究所的 专家研究员 全都征调到第一研究所 一同攻克这个项目后 第一研究所的各大实验室 全都陷入了爆满的状态 由此可见 这个项目的重要性 而研究项目组组长 更是远属于 第一研究所的高级研究所 苏桓的助理 蓝肉灵的外婆楚平 楚平和一干年级都不小的 高级研究员 正在第一研究所 最深处的核心实验室内 紧张地开着 面前的巨大冰块 在实验米中缓缓融化 当冰蓝色的冰块 终于融化成一对 接下来就是精炼成分 高老头 你那边的龙血宝石解离怎么样了 楚平缓缓出了口气后 对着身后的 一名秃顶的白发老人道 这个被他称为高老头的老人 正是专供奇物研究领域的 灯塔研究所的所长高禄中 也是这次项目组的副组长 哼 我的龙血宝石解离 早就完成了 甚至其他材料的熔炼 都已经完工 就等你这个主菜上桌了 高老头哼了一声道 对于自己这个奇物研究领域的大师 自封的 没有被任命为这次项目组组长一事 高老头一直耿耿于怀 高等噩梦奇物的制造 他这辈子 都不知道能不能碰到第二回 可这次高等噩梦奇物的制造 核心部分 竟然由第一研究所负责 这让高老头心头怨言不小 不过这次项目 是由黑灯堡的新支柱者苏桓主导的 高老头 也只敢对楚平这个组长发发牢骚 可万万不敢对苏桓有怨言 毕竟他们灯塔研究所 如今的研究经费 也暴涨了十倍 都不止 全赖于苏桓的支持 有充沛的研究经费 他才能进行大量的研究 对于灯塔研究所的财神 高老头 哪怕脾气再倔 也只能忍着 那就好 今天零点前 我就能完成寒玉冰金的最后经练 明天上午十点 准时开始最后的熔练 冰梦神坠能不能成功诞生 就看明天的了 大家都去准备吧 楚平郑重开口道 众人文言也都是神情郑重 并且带着不小的期待 这次项目的全称 便是冰梦神坠制造 冰梦神坠 就是苏桓通过旧日龙点 找到的一种 将从寒烈山谷得到的 巨大寒玉冰金 最佳利用的方式 冰梦神坠 是一种兵系的高等噩梦奇物 不仅具备极强的防御力 而且本身的兵系威能 也相当不弱 尽管苏桓作为人类 能够使用释放奇物本身的 兵系高级的次数有限 但每次攻击 都不会下于完全 七特级噩梦种的权力一击 高级噩梦奇物的名头 名副七十 刚刚平定旭日成和醉火阵 一切事情都步入正轨后 苏桓就迫不及待地 召集了黑灯宝所有核心研究员 开始了冰梦神坠的制造项目 如今 项目已经接近尾声 就在第一研究所的数百研究员 正在忙碌于冰梦神坠的项目时 苏桓正在黑灯宝内 导师的专属训练场中 赤裸着上半身 只穿着一条宽松的练功服 进行着锻炼 苏桓在狱宠纷纷蜕变后 在心灵能量 反补的作用下 心灵修为 已经正式步入六贯大师 行列 距离七贯大师 也已经相距不远 他的身体强度 甚至已经超出了普通人的想象 近乎能堪比一些恐怖种 哪怕一把冲锋枪 使着他太阳穴开枪 恐怕也很难重创他 宁多穿透皮肉 就会被头骨挡住 他的头骨 以及比金刚更加坚硬 能够比拟重型坦克的正面装甲 不过这在苏桓看来 却远远不够 特别是上次 方絮扬召唤擅长速度的 狱宠凸脸的经历 更让苏桓坚定了 增强自身保命能力的想法 哪怕自己就是被凸脸杀死 狱宠也会为自己复仇 但死人是没有办法见证这一切的 同时 苏桓也感受到了 自己修为进展过快 导致的一些缺陷 哪怕对于狱宠的培育和 能济训练从未松懈 但自身的心灵剂掌握上 还是有些欠缺 心灵剂 作为御师本身的自保手段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不过由于自己实力提升过快 狱宠的每次蜕变 有需要大量的培育和训练 反倒是自身 心灵剂方面的重要性 已经被苏桓长时间忽视了 这些天里 苏桓除开保证了 狱宠的日常训练和培育外 也开始在自身实力上 下了苦功 进行了不少的锻炼 光是大师及心灵剂 目前 苏桓就已经熟练掌握了多达七种 第644章 龙微断体 性能保树融充能积七种 包括精神立场的进阶心灵剂 精神场域 精神场域 让苏桓通过自身心灵力衍生的精神力 能够彻底掌控范围内的一个区域 在这个区域内 立场都是被苏桓所扭曲的 哪怕对于噩梦种而言 具有极强的束缚力 不过 这只是其次的 精神场域的最大作用 还是让大师及御师能够保命 只要有精神场域存在 苏桓就能够在瞬息间 传送到场域内的各个位置 场域范围 受限于御师本身的精神力强度 以苏桓六贯大师的精神力 足够将精神场域 覆盖到距离自己 直径500米内的任何区域 在御宠全出 没有御宠的保护下 堪称保命神技 除此之外 苏桓还掌握着四种大师级的防御 心灵剂 包括物理防御的念力壁垒 能量防御的心灵帷幕 精神控制类防御的精神御守 能够防御一切负面诅咒 等效果的裂阳护符 以及一个控制剂意念魔触 一个攻击纪念能爆炸 七个能剂 当苏桓的保命能力大幅度提升 不过苏桓还嫌不够 正在日复一日地进行一种 旧日龙典中所记载的 强健体魄的锻炼方式 这种锻炼方式提升效果极为显著 苏桓不断才开始锻炼几天 就已经感觉体魄和身体强度 提升了几个档次 现在 就连顶级恐怖种的能量攻击 也别想在 没有任何心灵剂保护的情况下 直接秒杀它 而只要不被秒杀 再重的伤势 光暗递击也能给自己救回来 这种锻炼法 名为龙威断体 不明思义 龙威断体是 一种通过龙威 来进行体魄锻炼的秘法 风雷将士龙正 无精打采地 趴在一旁的沙岩地面上 不停释放着 强度适中的龙威领域 而苏桓 则身处龙威的中央 节点 不断接受着龙威的洗礼 并且一次次重复一套 极为怪异的动作 动作 可以拆分为一百多个动作 苏桓将所有动作 按照固定顺序组合起来 周而复始地锻炼 每锻炼完十次 就拿起放在一旁的一瓶鲜红液体 猛灌一口 继而继续锻炼 这个液体 正是龙威断体密法 所搭配的药液 能够大幅度提升 龙威断体的效果 借助龙威淬炼 全身肌体骨骼 甚至让细胞得到强化 如果没有药液相助 锻炼效果 恐怕要下降几个档次 可要修行 已经是苏桓的常规操作 苏桓一直锻炼到傍晚 还没有停下的征兆 就连释放龙威的狱虫 都已经从风雷降噬龙 换成了新红暴龙 不同的龙威 能够提供不同的锻炼效果 反复切换龙威 甚至能对锻炼效果 产生一定提升 就在苏桓还滋滋不倦的财富 锻炼着龙威断体时 一个娇小的身影 成其狱虫从远处飞来 很快便接近训练场中 不过高级噩梦种龙威的存在 让那只飞行类狱虫 在训练场上空盘旋着 不敢下降 苏桓连忙让新红暴龙 收起了龙威 并停下锻炼 蓝柔龙立马成其狱虫降落下来 怎么了 苏桓一边从固定空间中 取出上衣 披在赤裸的上身 一边看着面露极色的蓝柔龙 轻声问道 对于自己这个小助理 苏桓还是颇为满意的 苏首席 冰梦神坠的制造 可能要失败了 蓝柔龙咬着嘴 一脸沮丧地 看着苏桓丧气道 哇 快去研究所 苏桓面色一变 立马拉上 蓝柔龙就浮空冲向研究所 具体是怎么回事 实验不是一直很成功吗 路上 苏桓不解问道 原本苏桓以为 有着他所提供的完整的制造方案 技术和工艺流程 这次制造应该十拿九稳 才对 制造的过程 也是一乎寻常的顺利 可没想到接近成功的前夕 竟然听到这个噩耗 是精炼含玉冰精解力的冰液 出了差池 精炼大量冰液所需的能量 远远超出了我们黑灯宝的能源储备 哪怕 加上您带回来的那些高能晶体 也远远不够 现在能量已经快要耗尽 精炼才完成了不到十分之一 如果终止 所有冰液都将受到二次污染 如果继续下去 能量耗尽后冰液可能会彻底毁掉 首席 现在需要您决定是否终止精炼实验 蓝肉灵语速极快地将前因后果说明 语速之快 超过了这个原本腼腆内向的姑娘 历史之最 给苏桓一种对方在说 绕口令的感觉 由此可见 这次事态的严重性 听到只是能量欠缺时 苏桓原本紧张的心情 其实已经彻底放松下来了 原来是缺能量 对于苏桓而言 什么都可能缺 唯独能量绝对不缺 在吞噓空间中的能量耗尽 新能宝树龙也能通过无尽虚空抽取能量 以苏桓速度 哪怕没有成奇遇宠 从内宝废到第一研究所 也只花费了短短一分钟时间 来到第一研究所 通往地下实验室群的入口处 首位自然认识蓝肉灵和苏桓 连忙攻进打开紧闭的合金大门 让两人进入 苏桓畅通无阻地 大步来到研究所最深处的实验室内 看到了面容十分焦虑的储品等 隶属于第一研究所的研究员 解离和精炼寒玉冰晶的项目 一直都是这些人所负责 实验失败的责任 他们难辞其咎 大人 众人纷纷对苏桓恭敬行礼 苏桓一挥手示意 无需多礼 随后扫视了一遍实验室 看着一旁的数据控制台的显示屏上 已经降到谷底 开始闪烁红色警报灯的数据 知道精炼能量已经快要耗尽 实验随时都有可能彻底失败 当即召唤出吸能宝树龙 哪怕是第一研究所最大的一间实验室 这间实验室容纳吸能宝树龙 还是十分勉强 不过苏桓并没有将吸能宝树龙召唤出来的意思 而只是让其提供能量 打开能量存储罐的投放通道 苏桓开口 储坪立马输入权限 打开了能量罐接口 吸能宝树龙伸出了一只硕大的爪子 大量的能量液 开始在它的爪子间凝聚 并飞快灌入到能量罐中 能量级别远超能量晶体的能量液的注入 让能量的匮乏问题迅速得到解决 甚至连含玉冰晶冰液的精炼速度 也得到了提升 一众高级研究员 包括蓝柔龙 看着那只比他们人还要粗大的爪子 以及不断汇聚的能量液 全都陷入了呆滞状态 好半想后 控制台显示能量罐的能量储备已经到达峰值 即将溢出后 众人才纷纷反应过来 让苏桓赶紧停下 苏桓当即收回西能宝树龙 问道 这些能量够了吗 储平数了数能量度量器上 显示的数值后的多个零 面色呆滞地点了点头 远远超出 再精炼两次 都够了 第645章 成型有了西能宝树龙 通过吞须空间存储的海量能量 凝聚而成的能量液 供应 含玉冰晶的精炼 终于顺利完成 第二天 在冰梦神坠的最后熔炼过程中 所有高能晶体 也换成了能量罐中 剩下的能量液 熔炼过程也一乎寻常地顺利 当冰梦神坠最后成型时 苏桓已经早早等候在了实验室外 透过监控室的监控 看着全封闭的实验室内 一块只有半个巴掌大小 轰体冰蓝色 晶莹剔透的玉坠 在实验室的赤力场的托举下 在半空中拾起湿伏 散发着让人心机的威压 和不断变化的流光 整个由隔绝能量的材质打造的实验室 都隐隐有能量渗透出来 实验室内的赤力场释放装置 忽然加大当量 将冰梦神坠异散能量 全都压缩到一处 整个冰梦神坠 被浓郁的冰蓝色光团笼罩 最终这些光团 在赤力场的压缩下 开始向冰梦神坠内部融合 和冰梦神坠彻底融为一体 冰梦神坠所散发的一切神意 全都为之一脸 吩咐一块精美的玉坠一样 在实验室内赤力场海洋中沉浮 一众高级研究员 看着实验室内的场景 脸上全都被激动冲斥 成了 冰梦神坠 这就是冰梦神坠 就连苏环的眼中 也闪过一丝亚异和激动 冰梦神坠的价值 不仅仅体现在 高等噩梦奇物 本身蕴含的能力和威力上 更是集收容预宠的预印空间 存放无活性 或者低活性的固定空间 以及存放活物的活性空间 为一体的特殊奇物 冰梦神坠的固定空间面积 提起寂静手链 要大出数十倍 而寂静手链的固定空间面积 就曾经让红魔道场 强威老师门下的四师姐 感到震惊了 而这块冰梦神坠的固定空间 更是大的让人无语 苏环今后 再也无需为空间不足而担心了 要是有这件冰梦神坠的话 苏环在返回时 根本无需借取 红魔道场的空间奇物 就能完成 G-73避难所的转移 而且每个空间都具备不同的效果 比如潜移默化的增强育宠的身体强度 精神韧性 精神恢复力 体能恢复速度等等效果 活性空间也比雄威尼老师 给的那枚活性戒指要大得多 尽管冰梦神坠的能力和威能 在高等恶梦奇物中不算顶尖的 但空间能力却绝对称得上出类把萃 实验室的合金大门打开 苏环率先走进去 一把从赤力场中拿出冰梦神坠 然后在众多高级研究员的簇拥下 前往隶属于第一研究所 位于地上的露天测试区域 其实在地下实验群中 是不缺测试式的 但由于有的研究成果 具备过大的破坏力和威力 不移在地下进行参数测试 因此 第一研究所开辟了这个位于地上的测试场 冰梦神坠 物移就是那部分 被列为不移在地下测试场测试的物品之一 来到测试场 苏环开始测试冰梦神坠的一个个能力 冰梦神坠除开空间能力外的能力 主要有六个 都是未能达到了高等噩梦奇物层次的能力 其中 防御类能力两个 保命类能力两个 攻击类能力两个 防御类能力分别是极寒冰环 能够在使用者遭遇攻击时 释放出一个覆盖使用者周身的巨大冰环 防御无任何死角 能够防御最高达到 完全奇特级噩梦种 全力一击未能的攻击 能够防御完全奇特级噩梦种全力一击 不过只是高等噩梦奇物的门槛 冰梦神坠这个能力的特点就是 除开能量 物理攻击外 还能够抵抗精神 威压控制类能力 除开无差别防护全身 防御从物理到能量 摆至心灵的极寒冰环外 冰梦神坠 还有更具针对性的防御能力 寒冰护盾 寒冰护盾能够在指定范围内 召唤出1-13面护盾 每面护盾大小可变 不过护盾越小能量越凝聚 防御力也越强 如果只召唤出一面 巴掌大小的寒冰护盾 甚至能够和完全七 顶级噩梦种的攻击对冲 而且寒冰护盾 还具备分流攻击能量的威力 也就是说 能够将冲击到寒冰护盾上的 攻击能量倾斜分流出去 让其丧失原本的准头 按理说 苏环只要反应够快 理论上甚至能够避开 完全七顶级噩梦种的攻击 除此之外 保命能力也有两种 分别是制造冰系分身的 冰支镜像能力 这个能力 能够制造出足以以假乱真的镜像分身 并且让苏环的本体 能够和冰支镜像互换位置 具备一定的空间 智力 最大互换距离是1500米 这个距离足够苏环 在大多数情况下保命 另一种能力 则是冰蓝泡影 这是一个能够大幅度削减物理 能量攻击的能力 原理 是让苏环的身体元素化 变成 类似冰属性泡影的方式 根据收到的攻击强度 能够削减的伤害 从99%至25%不等 哪怕遭受灾祸种的攻击 冰蓝泡影能力 也能够让苏环削减25%的承受伤害 效果 已经算是极佳 两种保命能力 都让苏环极为满意 最后就是攻击能力了 攻击能力是冰梦神坠的弱象 一个是 平平无奇的动裂极光 能够释放出 威力堪比完全期 高级噩梦种的冰系光线 被冻结的目标 会产生强烈的动裂效果 这个能力唯一的特色 恐怕就是消耗比较小 如果冰梦神坠 是满能鹤状态 苏环大概能一口气 释放30多次动裂极光 最后一个能力 同样是攻击能力 单体威力较之动裂 极光更强 威力也更大的极冰陨石 从空中降落下 未能堪比特极噩梦种 全力一击的冰属性陨石 速度极快 目标被砸中的几率极大 不过消耗的能量也极大 一次极冰陨石 大概相当于 七八次动裂极光所需的能量 哪怕满能鹤 也最多释放五次 当冰梦神坠的六大能力 一个个在苏环手中得到运用 周围围观的高级研究员们 已经激动得无以复加 能够制造出 威力堪比噩梦种的奇物 对于这些毕生致力于研究的研究员们 赫然已经达到了人生巅峰 而苏环也心情不错 一剑衬手的奇物 对于御师本身实力的提升 无异于一剑兵器 对一名士兵的意义 得到了冰梦神坠的苏环 当即给所有参与这次 冰梦神坠项目的人员 都发放了丰厚的奖励 第六百四十六章 潮灾争照在冰梦神坠制成的第二天 苏环的好心情就烟消云散了 一个个坏消息接踵而至 一个坏消息是 在黑灯岛东北面 距离一百多公里处 一个原本由在第二次潮灾中 得以幸存的各个聚集地 留名组成的营地 彻底负面 这个营地实力不弱 甚至有职业级御师作证 并且占据了不少灾前资源 已经开始重新建立聚集地 总人口甚至达到了七八千人 七八千人规模聚集营地 在第二次潮灾前并不罕见 但在大多数聚集地都被负面后 已经十分少见 黑灯堡曾经数次拉拢这个聚集地 让其病入黑灯堡 不过都遭受到了其统治者的拒绝 而这次 他永远没有机会拒绝了 由于黑灯堡的主要战力 全部外出 选择各个仪式地点 通过树提供的蜕变密钥 进行育宠的蜕变进化 尚未成功归来 等个黑灯堡 目前的战力 除开那些还无法信赖的 续日成职业级御师外 就只有苏环一人 至于罪火镇 职业级御师 已经在聚集地覆灭时 被全部清理 原本就不超过 十位职业级的罪火镇 在病入黑灯堡后 就已经陷入了 没有一位职业级的窘境 没有战力可用的苏环 只能派遣那些 续日成的职业级御师 组成调查组 前往调查 流明营地 无声无息被覆灭的情况 尽管续日成的职业级御师 还不足以为以重任 但去执行以下调查任务 还是可用的 得到了流明 营地具体情况的苏环 刚刚得到趁手的 奇物兵梦神坠的好心情 就消失了 整个流明营地的所有活人 全都消失一空 随处可见干涸的血迹 和一些零碎的人体器官碎块 流明营地 依托于原本一个中大型聚集地 修建的各类建筑 也被彻底破坏 残垣断壁随处可见 只不过却见不到任何活人 就连活得欲宠的都看不到 不过在流明营地中 却有些大量体型庞大的 危险生物的脚印 以及毛发 亦获在激烈战斗中 伤口流淌的鲜血 和掉落的身体组织 这些东西 散发着迥异于人类的奇物 对于旭日成那些经验丰富的御师而言 一眼就能分辨出来 这种情况 苏桓不用想 都猜出了答案 潮灾的仙头部队 已经开始出现了 这次潮灾大军中的主力 已经从原本的危险种 变成了恐怖种 哪怕是仙头小谷潮灾部队中 也不缺乏恐怖种 而原本在潮灾大军中 数量最多中低级危险种 也变成了中高级危险种 低级危险种 在这次潮灾大军中 几乎已经绝技 潮灾大军 无论是数量还是个体质量 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那个不过只有区区一位 职业级坐镇的流民营地 自然抵挡不住 原本想要割据一方 做土皇帝的想法 也随着潮灾的降临 彻底被终结 苏桓部又暗暗摇头 这个流民营地 又和醉火镇和旭日成不同 并没有作死对黑灯堡不敬 黑灯堡自然也不能 因为对方的拒绝 就强行将流民营地的居民 并入黑灯堡 这下倒好 鸡飞蛋打 七八千人一个不胜 全都成了潮灾大军的口粮 这还只是其中一个坏消息 另一个坏消息 则是灰熊林的熊皮们 也受到了小谷潮灾的侵扰袭击 当然 潮灾袭击危险生物族群 更多是基于狩猎食物 补充消耗的问题 而不是对人类聚集地一样 彻底灭绝式的屠杀 因此 灰熊林的熊皮们 损失并不大 苏桓打算 将老师的这些眷族们 迁徙到黑灯堡 并在黑灯堡外 圈一片灵地 供他们居住 免得这些实力平平的熊皮们 惨细细沦为 潮灾大军的口粮 当然 除开坏消息外 还有好消息 原本在旭日城和最火镇 覆灭后 对黑灯堡十分警惕的 灰野荒原 各个聚集地势力 在灾潮似乎又有 重新席卷而来的局势下 纷纷开始对未卜先知 似乎提前预知到 灾潮到来的黑灯堡 主动发起了沟通请求 不过苏桓此时 却没兴趣管这些家伙 现阶段潮灾的 袭击力度还不大 那些家伙 也只是试探性地表达了 希望能和黑灯堡合作的请求 言外之意也就是 希望黑灯堡 能够提供武力援助 苏桓自然不想理会 又到了知脑 和战斗潮兽 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苏桓眼中泛起一丝冷笑 对于自己这两个对付 潮灾大军的大杀气 苏桓从未忘过 知脑的成长 需要大量精神系 心灵系相关 高层次危险生物的大脑 苏桓一直都是 不限量的提供着 如今知脑 同样已经成长到了 噩梦种层次 噩梦种的知脑 也是知脑的成长极限 能够控制噩梦种层次 潮灾造物 想要更进一步 就只能蜕变为 知脑之上的分脑 至于战斗潮兽 这种拥有 后天人造种系融合系 几乎能掌握 大多数种系能力的 逆天战斗兵器 也已经成长到噩梦种 而且不是普通的噩梦种 而是高级噩梦种层次 作为战斗能力 变态的战斗潮兽 哪怕仅仅是 高级噩梦种层次 也足以匹敌 大多数特级噩梦种 甚至顶级噩梦种 也难以杀死战斗潮兽 高级噩梦种 还远远不够 最后这几个月 将精力好好放在 战斗潮兽上 争取让其拥有 超级噩梦种的战力 苏桓心中暗自决定 战斗潮兽除开自然成长外 也能通过一些 特殊的方式催熟 之前受限于材料 战斗潮兽的成长不算快 但苏桓如今已经不缺材料 战斗潮兽作为战争兵器 只要掌握对方法 本身实力的提升速度 也是远超欲宠的 加上战斗潮兽的极限潜力 和是灾祸种层次 几个月时间提升到 超级噩梦种层次 对于战斗潮兽而言 并非不可能 不过苏桓却还有另一个顾虑 战斗潮兽毕竟是潮灾的造物 在对抗潮灾时 多少有些隐患 想要牢牢掌握战斗潮兽的控制权 光靠支脑是不够的 还需要增加几重保护 否则培育起来的战斗潮兽 最后却成了潮灾的爪牙 苏桓就欲哭无泪了 第647章 培育战斗潮兽苏桓 在距离黑灯堡数十公里的 一片荒野的山坳中 见到了支脑以及战斗潮兽 这个位置 距离炎猎谷同样也只有数十公里 苏桓将支脑的大军和战斗潮兽 安置在这个地方 也存着一丝 能够看顾一下炎猎谷 栖息的金炎作龙的想法 支脑还剩下的几千危险生物大军 自然也驻扎在这片区域内 除开炎猎谷中的金炎作龙们 别的危险生物 都沦为了这只大军的食物 已经成长到噩梦种层次 看起来像是一个巨大的 椭圆形山包一样的支脑 正趴在地上 静静等待着苏桓的到来 而在支脑身旁 则站着战斗潮兽 战斗潮兽 早已经脱离了卵形态 噩梦种层次的战斗潮兽 已经算是成长形态 外观像是一只浑身布满黑色鳞片 猙獰的头颅 长满锋利如刀的尖角 四肢粗大 四肢上也长着刀锋般的刀刺 并且有些一条 满是刀刺的尾巴的可不凶兽 它能有一二十米长 两三层楼高 浑身没有一处不是致命的武器 哪怕猙獰的头颅 后脑上也长着树立的骨刃 像扇子一样在脑后展开 看着战斗潮兽唬人的脉象 苏桓微微点了点头 尽管战斗潮兽的成长阶段 大概相当于完全期高级噩梦种 但苏桓很清楚 这家伙的本身实力 远远超出高级噩梦种的范畴 是支脑能够统治附近区域的最强保障 至于支脑的危险生物大军 较之一年前并没有多大区别 毕竟由潮灾制造出的寻常危险生物 是没有任何净化潜力的 制造出来是什么实力 到死亡时就是什么实力 除非一些较为特殊的战斗兵器 就像战斗潮兽 其他炮灰一样的危险生物大军 是没办法提升实力的 也就是说 支脑所统治的危险生物大军 实力并没有任何改变 甚至在数量上还有了一些降低 都是这一年中 由于各种原因不幸死亡的 这种实力的危险生物大军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 充其量也就是个炮灰吧 不过苏桓已经对支脑所掌握的这支大军 没有过大期望了 不过对于支脑本身 苏桓还是抱着很大期望的 毕竟 通过控制支脑来控制潮灾的大军 可是目前最容易实现的 控制潮灾大军的方式 在潮灾大军来袭时 苏桓完全可以通过特殊方式 将别的支脑的大军的 控制权移花接木 转交给自己的支脑 支脑看着苏桓走近 终于挪动了一下庞大的躯体 并且摇晃了一下脑袋 你是欢迎 好久不见了 苏桓也对着支脑笑了 笑 准确说是对自己控制支脑的欲宠 冰窟幽影笑了笑 尽管原本取代了支脑灵魂的冰窟幽影 只是超级危险种 但融合了支脑的身体和灵魂 已经一年多 冰窟幽影已经彻底和支脑的灵魂 身体不分彼此 彻底融为一体 别说支脑 还只是噩梦种层次 就是更进一步 蜕变为上线为灾祸种层次的分脑 冰窟幽影也能完美控制这句曲窍 因为冰窟幽影就是支脑 支脑就是冰窟幽影 紧接着苏桓通过支脑 接管了战斗潮兽的控制 开始做起了正式来 战斗潮兽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潮灾造物 它本身是没有任何种系天赋的 只有一样不存在于自然界中 属于潮灾后天人造的种系 融合种系 融合种系赋予了战斗潮兽学会 掌握机会大部分能计 能力的变态天赋 而想要加快战斗潮兽的实力提升 自然也需要从这方面入手 融合系是自然界并不存在的种系 需要提升融合系生物的实力 方式自然也很特殊 苏桓需要将大量种系的材料 彻底融为一体 最终提供给战斗潮兽实用 这种融合 哪怕连系能保数龙也无法完成 毕竟素能系能够仿照的种系 也必须是自然界所存在的种系 融合系显然不在此脸 苏桓只能亲自徒手来融合各种材料 当苏桓将自己在黑灯堡实验室内 徒手露出来的一桶桶 像灰色泥浆一样的食物 从冰梦神坠的固定空间中取出来时 战斗潮兽一双灯笼大的眼睛 似乎闪烁出了一丝丝不太明显的波动 吃吧 多吃点 苏桓指了指一桶桶 分量惊人的食物 对着战斗潮兽吩咐道 战斗潮兽在苏桓的命令下 直接低下头 伸出参差不齐的锋利牙齿 开盒间咬住一桶食物 紧接着食物和这桶都被其胡伦咽下去 战斗潮兽粗壮得满是肌肉的脖子 微微一抖落 足有成人腰身粗的一桶食物 就被其咽了下去 紧接着是第二桶 第三桶 足足十桶食物下肚 战斗潮兽终于停下 这倒不是战斗潮兽这种 只知道战斗和进食的纯粹战斗 比起已经满足 而是食物已经空了 不过苏桓并没有积蓄 投胃的意思 按照旧日龙典记载的 对战斗潮兽的培养方案 这种分量的喂养 已经算是最佳模式 通过战斗消化后 再次喂养 这样周而复始 才能够达到最佳效果 东西吃完了 接下来就是战斗力 说吧 苏桓便带着战斗潮兽 走出了被支脑占据为老巢的山坳 来到了十多公里远外的荒野空地上 这是你的对手 风雷将士龙 租环话语刚落 预印空间门户中 气势逼人的风雷将士龙 迅速跃出 裹挟着强烈的风雷雷霆 虎视眈眈的看着不远处 散发着惊人邪恶力量的战斗潮兽 战斗潮兽 风雷将士龙是认识的 当他还是风雷龙蛇的时候 就跟这家伙打过一场 而且是和同伴一起上 才勉强和其斗了个旗鼓相当 不过现在 风雷将士龙有信心 单靠自己就能击败这个 昔日强悍到惊人的对手 战斗潮兽 也感受到了 风雷将士龙如渊四海的磅礴力量 发出一声意味不明的吼声 灯笼大的眼睛 紧紧盯着风雷将士龙 脑后的 骨刃片片竖起 这是战斗潮兽 即将发动攻击的征兆 风雷将士龙游叶 在战斗潮兽斜上方 同为高级噩梦种层次 同为能够跃及战斗的个体 其逢对手的 二者纷纷散发出强烈的战役 第648章 龙江元出战 最终还是风雷将士龙 率先发动了攻击 一道狂暴的雷电贯穿天空 直挺挺向战斗潮兽披落 与此同时 战斗潮兽体表 浮现一阵璀璨的光芒 身形化作一道光束 轻而易举避开了雷电 反而一冲而起 朝着天空中的风雷将士龙冲去 气势如同长虹灌日 十分惊人 风雷将士龙浑身风雷之力大作 逊色游掖着身体 避开了战斗潮兽的一击 苏环看着双方一上来就动真格的 也微微有些诧异 不过这种情况 也是他想看到的 不仅仅是战斗潮兽 需要大量的战斗 才能消化掉 自己精心准备的培育食物 风雷将士龙 也需要旗鼓相当的对手 才能尽快在成长阶段 和自身的实力上有所突破 作为罕见的高级噩梦种 风雷将士龙的突破 绝对不是单单只靠 完美的实物培育就够了 训练和战斗同样重要 而风雷将士龙 在成长末期的瓶颈上 卡了太久 是时候寻求一些外力 来突破了 苏环的目标是 风雷将士龙 至少也要在潮灾彻底来临前 步入成熟期 当然 如果能一跃步入 完全期自然更好 如果在潮灾降临前 无法步入完全期 至少也要在潮灾结束前 步入完全期 风雷将士龙后续的 蜕变化龙途径已经解封 苏环正在考量 风雷将士龙下一步 向哪种灾祸种蜕变 进化 目前还没有确定 毕竟灾祸种不同于危险种 恐怖种 噩梦种 这三个种族 是完完全全另一种 生命层次和生命形态的个体 不说别的 就是随着成长 而改变的形态 就迥异于前三个种族层次 确定风雷将士龙 接下来的蜕变方向 也将会影响 风雷将士龙蜕变后的种族 在成长的过程中的 具体种族形态 苏环不得不慎重 当然 哪怕再慎重 潮灾结束后 选择也会定下来 届时 势必要再次踏上蜕变之旅 苏环自然希望风雷将士龙 能在蜕变开始前 步入完全期 以带来更好的蜕变效果 不仅仅是风雷将士龙 已经完全期的 光暗地基的蜕变途径 同样也已经解封 除此之外的 还有完全期的延须龙 成长末期的两头星红暴龙 成长末期的西能宝树龙 成长末期的幻影变形龙 成长末期的冰霜龙女 成长末期的幽魂暗面熊 成长末期的寻宝帝龙兽 这些育宠 接下来的蜕变路线 都在苏环的考虑范畴之内 目前苏环 麾下还没有达到成长末期 解封蜕变途径的 就只剩下王沟雄军 潮溪海龙 冰神狼 以及荣江元四个罢了 其他育宠 都已经到了开始考虑 进一步蜕变方向的时候了 苏环神情不由有些昂扬 不知不觉 自己也快到了 向超贯大师领域 发起冲击的时候了嘛 如果说大师级 已经是整个亚山半岛 玉尸界当之无愧的精英力量 那超贯大师 则已经算是 当之无愧的高层核心 毕竟整个亚山半岛区域 位于超贯大师 层次以上的个人伪力等级 就只剩下驾驭灾难种的 巨头级一个 整个亚山半岛 也没有能够驾驭 超越灾难种的玉尸存在 一旦步入超贯层次 也就意味着 真正买入了 亚山半岛玉尸界的高层 无论在任何地方 都是座上边 无论是加入任何大组织 大师脸 都是当之无愧的核心高层 苏环不由有些期待起来 而在它浮想连翩之际 风雷将士龙 和战斗巢兽的战斗 还在激烈进行着 光暗地基怀里抱着寻宝地龙 坐在距离两人战场外 一千多米远的地方的 一棵大树上 吃着稀能宝树龙生产的 能够补充能量的特殊零食 边关注着的战斗 苏环看两个大家伙的战斗 一时半会 恐怕很难结束 于是带着其他狱宠们 离开了战场 重新找了块地方进行训练 对于战斗巢兽 和风雷将士龙 这种层次的高级噩梦种而言 除非是真正的生死厮杀 否则战斗个几个小时 乃至一两天都有可能 高级噩梦种的体能 已经堪称涌动机 甚至能够几天几夜 不知疲累的憨战 苏环将所有狱宠 一一召唤出来 当他们各自训练后 自己则带着两只小家伙 丁神狼和荣江源 找了一块空的 亲自训练起来 如今的丁神狼 已经成长后期 个头已经不小 足有一辆重型装甲车那么大 而荣江源经过这些天的培育 也在迅速成长着 从最初和苏环等高 已经有两个苏环高了 大概一层楼那么高 站在苏环旁边 如同一个巨人 丁神狼和荣江源训练的第一课 就是战斗 丁神狼已经熟练掌握了 所有的先天种族能计 实力足以吊打 大多数超级恐怖种 而荣江源 还没有掌握几个先天种族能计 加上荣江源才又生气 看起来这是一场 没有悬念的战斗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丁神狼尽管已经成长后期 但先天种族层次 不过刺激噩梦种 如今已经是 苏环玉宠中最猜的那个 寻宝地龙 能够召唤噩梦种龙魂 而荣江源尽管才又生气 但也出生了一段时间 掌握了几个威力不俗的先天种族能计 加上荣江源 可是高级噩梦种 还是以战斗力强悍著称的元素细域 丁神狼想赢他并不容易 当然 丁神狼想要赢 也并非不可能 尽管荣江源种族潜力卓越 但丁神狼也是成年能够越级战斗的 顶尖刺激噩梦种 丁神狼面对又生气的荣江源 自信心爆棚 上手就是自己的招牌能力 燃魂丁 燃魂丁是一种针对灵魂体的能计 它能够让目标精神受到灼烧 变得萎靡不振 精力不足 荣江源高高跃起 想要躲避 但却只躲开了一大半 另外一小半 燃魂丁还是噼里啪啦地打在了荣江源身上 荣江源尽管刚刚出生没多久 但荣江源一族先天的战斗意志 让荣江源对精神伤害拥有不弱的抗性 哪怕被多颗燃魂丁打中 也只是低沉地吼了一声 并没有露出威胁 反而凶性十足的加速朝着丁神狼冲去 气息的大气震撼 赋予了荣江源极强的动能 让荣江源脚下 像加持了喷气发动机一样 速度奇快地接近丁神狼 丁神狼对荣江源的凶悍 感到微微惊讶 但也仅此而已 尽管是苏桓倒数第二只收服的狱宠 但丁神狼也已经跟随苏桓 经历过多番大战 早已经今非昔比 面对来势汹汹的荣江源 并非以正面对抗著称的丁神狼 选择了臂气锋芒 受戏的爆发力 和异戏的诡异相结合的速度 记忆远 让丁神狼以一个极为诡异的姿势 躲开了荣江源的扑击 反手又是噼里啪啦 一大堆燃魂丁丁在荣江源身上 荣江源的气势顿势为民 战斗惊艳 刚刚出生才 半个月的荣江源 自然远远不及丁神狼 第649章 训练成果半个月的训练时间 转瞬即逝 距离潮灾降临 只剩下最后五个月 半个月训练结果也是斐然的 丁神狼步入成长末期 出现了后续的蜕变进化 途径 其中更是有从刺激噩梦中 一跃蜕变到灾祸种层次的蜕变途径 潮汐海龙同样也步入到成长末期 战斗潮兽步入特级噩梦种层次 荣江源也成功步入成长初期 从一层楼三米高直接暴涨到近两层楼 5米高 5米高的荣江源拥有极为充沛的力量 能够散发出灼烧一切的热力 连苏环从响雷要塞成 采购的最先进的主战坦克的正面装甲 恐怕也扛不住荣江源极为暴力的一拳 一拳足以贯穿主战坦克正面装甲 比穿甲弹的威力更强 这还只是荣江源不过才成长初期 否则破坏力将更加霸道 荣江源尽管才成长初期 但在苏环尚未收复他时 旧日龙典中就已经有这种噩梦种的进一步蜕变途径 这样算起来 苏环麾下所有育宠的进一步蜕变途径 除开王沟雄军和刚刚几乎都已经齐备 风雷将士龙也终于更进一步 从成长末期一跃步入成熟期 成熟期的风雷将士龙 实力几乎不下于绝大多数完全期的特级噩梦种相当 就连成长后期的顶级噩梦种王沟雄军的实力 也已经被风雷将士龙远远甩开 能够与之一战的 除开战斗朝兽 恐怕就只有光暗地基了 对于战斗朝兽的提升速度 苏环也是相当满意的 和风雷将士龙卡在成长末期已经很久不同 战斗朝兽提升到高级噩梦种层次 其实并没有多久 能够在短短半个月内 直接一跃提升到完全期特级噩梦种战力 速度堪称快的惊人 以这种速度 在朝灾真正到来前 踏入超级噩梦种行列都并非不可能 踏入超级噩梦种层次的战斗朝兽个体战力 将当之无愧 位列苏环麾下战力第一 对于这只潜力惊人的人造欲宠加身控制 已经迫在眉睫 苏环可不想在对抗朝灾的战斗中 这只战斗朝兽忽然反水 苏环对战斗朝兽的掌控 其实是借助了知脑先天对朝灾造物的支配能力 其实 如果没有知脑的应允 苏环本身对于战斗朝兽缺乏必要的约束力 如果在朝灾战争中 知脑有所闪失 出现变故 苏环将直接失去对战斗朝兽的控制 而战斗朝兽在苏环眼中的战略意义 其实已经逐渐超过知脑了 绝对不容许有任何闪失 苏环打算从两方面入手 加强对战斗朝兽的掌控 其一 通过知脑入手 其二 通过自身入手 将知脑对战斗朝兽的绝对支配权 转移一部分到自己身上 以免知脑出现意外影响战斗朝兽 苏环当初在用冰窟幽影 替代知脑的灵魂时 就切断了直接受知脑控制的朝灾造物 和朝灾 以及朝灾下级 分脑等指挥单位的联系 但这种切断 也并非绝对的 朝灾的手段诡异 谁也不敢保证 对方是否有别的方式 重新恢复联系 毕竟战斗朝兽 可是朝灾创造出来的 再加上冰窟幽影 有些先天的不足 先天不过超级危险种 是冰窟幽影的硬伤 不排除朝灾 有手段能够强行重新支配 知脑的可能 因此苏环 打算从知脑的灵魂上入手 以增强抵御风险的可能 朝灾对所有朝灾造物的控制 都是基于灵魂上的 苏环 自然也需要从这上面入手 苏环的大概思路有三个 第一个 提升冰窟幽影的 先天灵魂本源 尽管冰窟幽影 已经和知脑的残缺 融为一体了 甚至一定程度上 补全了朝灾的灵魂 但宝窟幽影的先天灵魂本源 却依然没有太大变化 尽管随着融合灵魂的提升 有了些许的提升 但也就在次低级恐怖种程度 这次来袭的朝灾 肯定达到了高危噩梦种层次 冰窟幽影程度的灵魂本源 其实面对朝灾的支配 抵御起来 是很不稳妥的 苏环计划通过密钥 将冰窟幽影的灵魂本源 至少壮大到噩梦种层次 尽管这需要的资源 绝对不下于 将冰窟幽影 蜕变进化到噩梦种 但苏环却毫不犹豫 选择花费这个代价 第二个思路 就是以一些特殊的奇物 密宝 来增强冰窟幽影 面对灵魂控制类的抵御能力 苏环打算 即可就让黑灯宝的研究所动手 开始为冰窟幽影 量身打造免疫控制类奇物 在提升灵魂本源的情况下 打上第二道保险 前两个思路 一个是基于提升自己 一个是基于防御 而第三个思路 就是反击了 或者说是遇守于攻 当潮灾 亦或潮灾下的分脑 百智肝脑 想要控制冰窟幽影时 进行反击 给对方一个厉害 而反击的思路 同样基于奇物 密宝 甚至密钥实现 这三个是从知脑方面下手的思路 只要知脑不反水 它对战斗潮兽的掌控和支配 也不会出现变故 另外 苏桓自然还要加上保险 就是从自己这边入手 单单靠知脑 对战斗潮兽的支配 依然不够稳 战斗潮兽 不是毕竟不是真正的御处 也没有完整的灵魂 苏桓无法对其进行收服 更不可能建立心灵羁绊 和稳定精神沟通通道 甚至苏桓对战斗潮兽的指挥的趋势 都需要通过分脑 进行一次发号施令 不过这也难不倒苏桓 或者说 难不倒旧日龙点 潮灾 作为世界聚变前期 对人类威胁程度最大的危险 人类对其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 而战斗潮兽 作为潮灾最强大的战斗兵器 最初始的形态 自然也在人类的重点研究中 对于如何控制战斗潮兽 也出现了不小的优秀成果 其中 苏桓选中的一个 就是类似于灵魂取代计划的 灵魂分割 计划 当然 这里的灵魂分割 并非指的是 分割苏桓的灵魂 同样也并非分割战斗潮兽 那像缝合怪物一样的残缺灵魂 而是分割支配战斗潮兽的知恼 或者说冰窟幽影的灵魂 让冰窟幽影的灵魂 与战斗潮兽融为一体 冰窟幽影本身就是苏桓的狱宠 而和冰窟幽影分割出的灵魂 融为一体战斗潮兽 自然也能 间接成为 能够被苏桓直接控制的个体狱宠 当然 这个过程也是颇为凶险的 毕竟灵魂不是二系 分割更是难上加难 分割完 想要完美和战斗潮兽的残缺 灵魂融合也不简单 几重困难之下 让这个计划实现起来 难度甚至不下于 当初的冰窟幽影灵魂取代计划 不过为了能够安全度过潮灾 这样做不可避免 第650章 禁机的嫡系们 在距离黑灯堡颇为遥远的一处 位于灰野荒原西北角的密地中 一个身穿沙黄色披风 一头长发随风漂浮的倩影 正成其在一头巨大的暗紫色魔虎背上 朝着预定的目标前行着 快点 到了地方就能开始最后的蜕变了 倩影对着坐下 堪比一辆小货车大小的魔虎 催促道 这道倩影 赫然就是苏桓的八师姐白素素 白素素得到苏桓提供的蜕蜜药 和蜕变仪式后 就开始了育宠的蜕变之旅 一步步培育育宠 哪有直接蜕变来得快 八师姐白素素在心灵修为步入职业级时 同样也在刘金城收服了一只恐怖种 她最初所收服的恐怖种狱宠 是一只刺激恐怖种 蓝发双腰 不过苏桓对八师姐白素素选择的蜕变途径 和准备的蜕蜜药 却并非蓝发双腰 而是另一只狱宠 一只甚至不是恐怖种的狱宠 超级危险种恐惧魔虎 正是白素素坐下的这头巨大魔虎 恐惧魔虎 是八师姐曾经实力最强的狱宠 在苏桓实力还很弱时 充分体会过这头魔虎强势霸道的实力 八师姐白素素的魔虎 在恐惧魔虎一族 也算得上是潜力不俗的个体 如今更是早已经被培育到了完全期 甚至已经达到了恐惧魔虎种族的极限 尽管没能在实力上突破种族稚固 一跃达到恐怖种层次 但也已经有接近刺激恐怖种的战斗力 甚至可以说 不会弱于不过成熟期的蓝发双腰 和实力提升堪称变态的舒缓相比 八师姐白素素能够在大半年时间里 将蓝发双腰从最初的幼生期 培育到如今的成熟期 已经算是速度惊人 这半年内 白素素的精力 也都放在了白素素和恐惧魔虎上 另外 还有一只不过 才培育到成长后期的次级恐怖种 和一只培育到成长中期的低级恐怖种 这两只育虫 自然还没有达到能够蜕变的程度 所以 这一次 白素素蜕变的目标就是恐惧魔虎 恐惧魔虎蜕变的种族是 顶级恐怖种 梦魇魔虎 阴森昏暗的残破遗迹密地中 白素素对着座下的育虫 缓缓开口 按照师弟给的蜕变步骤 分为蜕变前药 蜕变主药 以及蜕变仪式三个部分 等到蜕变蜜药前 要完成消化掉 就剩下服用蜕变主药 在特定的地点 完成化龙仪式了 恐惧魔虎 一 感觉体内的蜕变蜜药消化的程度怎么样了 白素素问道 尽管恐惧魔虎 无论是个头还是外表 都较之服用蜜药前 也就是短短十几天前 有了显著的变化 但作为第一次通过蜕变途径 进化育宠的白素素而言 依然无法准确把握 恐惧魔虎的蜜药消化进度 恐惧魔虎 发出一声亢奋轻量的咆哮声 一时之间 附近的危险种 都被恐惧魔虎 蕴含强烈威压的吼声 纷纷下的四散开 在没有服用蜜药前 蜕变魔虎 就已经达到了种族极限 实力近乎堪比成熟期的刺激恐怖种 不比自己的蓝发双腰差不多 在蜕变蜜药消化得差不多后 更是已经具备了 媲美完全七次级恐怖种的战力 白素素从恐惧魔虎的吼声中听到了 肯定 很好 那我们接开始吧 先找到最合适的蜕变地点 然后就开始服用蜜药主要 白素素一声欢呼 拍了拍恐惧魔虎硕大的脑袋 承起着恐惧魔虎朝着这处阴暗无比 散发着一股 让人难以言语恐惧意味的密地深处走去 在位于灰野荒原四大绝地之一的云雾泽上空 一个浑身被已经浓郁成白色云气般的 大气笼罩的身影 正置身于云雾泽上空 常年不散的浓郁云气中 这个身影上半身是纯白色 如同实体的气流曲感 而下半身则是完全的猛烈旋风 旋风不断旋转着 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龙卷 身影就像一个被龙卷托举的巨灵 置身于无数云气之中 而在身影的手掌中 却站着一个高挑的身影 赫然苏桓的二师姐是霍贤 霍贤此时正在进行第一主力育宠 完全气得大气妖精的蜕变 如今的霍贤 已经是位名副其实的权威职业及育师 甚至心灵修为 已经无限接近巅峰职业及育师 只不过育宠先天种族的低下 限制了他的实力更进一步 而这次 苏桓为其提供的蜕变途径 却能让霍贤的实力一步登天 大气妖精的蜕变途径 是风暴妖精 而风暴妖精 则是终极噩梦种层次的育宠 从特级噩梦中 一跃跃到终极噩梦种层次 心灵修为 本就接近巅峰职业级的二师姐 说不定能一跃达到准大师级层次 原本的大气妖精的体型 也就比人类略高达 大概能达到三米多 但此时的大气妖精 蜕变蜜蜜蜜 生命形态发生了初步的改变 来到云气最浓郁处 霍贤终于拿出了蜕变蜜蜜蜜 递给了大气妖精 并且召唤出第二主力完全期的 高级恐怖种燃焰火栓 离开了云气密集处 接下来就靠你自己了 大气妖精 霍贤坐在远去的燃焰火栓背上 看着将蜕变蜜蜜蜜 一饮而尽的大气妖精 怀着一分期待和几分担忧难难道 在千锋岭一处奇特的山峰中 一头巨熊正在和对手憨战 这头憨战的巨熊 正是大师兄曹年的特级恐怖种之一 巨力熊 苏环掌握着巨力熊从危险种 一直到灾祸种的完整的蜕变途径 特级恐怖种巨力熊 更进一步的蜕变种族 应该是超级恐怖种霸力熊 这头巨力熊 已经被大师兄培育到种族极限 如果以密钥辅辅助 会变成霸力熊 几乎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不过苏环这次为大师兄提供的蜕变途径 并非霸力熊 反而是霸力熊的进化种族 高级噩梦种 怪力熊 怪力熊是一种以怪力著称的种族 一身怪力强的惊人 甚至比怪力熊先天种族等级 还要高两个层次的种族 也不敢在力量上同怪力熊较量 而从巨力熊蜕变到怪力熊 将一跃跨越六个等级 无论是对于从没有育宠 蜕变进化经验的大师兄曹年 还是巨力熊本身 都是个不小的挑战 正里的灼流鬼龙 夜宴的雷敖 剑客 三师兄的热动摩尸 一众黑灯堡的嫡系职业集 都正走在狱宠蜕变进化的路上